江明看着园吉木头脸上的笑,在听一项安静的后宅礼传来女子们的说笑,神情再次凝重,伸手捏住了下巴。 一盒子土香,就这样吗?这个舞鸦儿,怎么知道小姐喜欢熏香啊,还竟然自己做熏香送啊?所以,她果然厉害。 江明点头做出论断。 不得不防啊。 夜灯点亮,一只手从宽大的外袍里伸出来,以往素白的小圆支架艳红,手腕上也带着一只玉镯,散发着柔光,让这只手柔美又娇媚。 手拿起小木盒子放到一边,将鱼图展开,收回去的手被袖子盖住。 圆吉的视线也回到桌案,落在鱼图上,她伸手点了点。 目前来说,回应灵武新帝的地方并不算太多,比如这里,这里,但他们也没有归顺安康山。 李明楼不以为怪。 各存心思而已,没有了先帝,人心还是散了。 虽然今日的霍乱就起于先帝,但先帝这棵烂了根的大树倒下,还是让天下震动,惶惶四散。 韩大人已经被大公子接到了。 大公子问是一起回剑南道,还是继续留在山南? 当然是留在山南。 韩大人想必很愿意帮山南稳定兵马局势。 圆吉领会应声势,又想到什么? 小姐,正如你先前所说的,齐山向我们剑南道借兵了。 剑南道的府衙里有些忙碌,进进出出的人不少,但大唐这边很安静。 两个将官坐在厅内,安静得有些不耐烦。 李三老爷今日还回不来吗? 门外站着的小吏,忙进来施礼。 三老爷在矿上亲自盯着给陛下的贺礼,事关重大,不敢催他回来。 新帝登基的确事关重大,两个将官只能将要说的东南形势紧要重大,宴回去,再重大也不能说中过皇帝,不合适。 来之前,齐大都督叮嘱过,剑南道奸诈,小心不要被抓到把柄,毕竟他们是来抓剑南道把柄的。 另一个将官端起茶喝了口。 唉,给新帝登基的贺礼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目前这种形势下,大都督没在,还好有三老爷作战,待三老爷选好了,我们也好看一看。 我们大人也正为贺礼发愁呢。 意思就是,他们会继续等,直到见到李三老爷。 小丽感激又歉意。 我再派人去看看。 他转身出去,来到后院,看到在廊下坐着和三个婢女倒胭制的黎敏。 敏爷,他们是打定主意,要么接到兵,要么就等着三老爷亲口说不见,总之不会自己主动走。 借到,他们得了好处。 不见,我们不顾全大军。 以后但凡东南江南出了问题,就都是我们的错了。 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吗? 小丽说声去看看,不多时就把人带回来。 前中那边是有了大麻烦,好几个州府的都叛乱了。 齐山现在被叛军赴北夹击。 如果前中也落到叛军手里,就到了我们渐南岛边界了。 现在叛军真是隔一段就增多一些,心地登基,对天下安稳好像没什么用。 小丽心里叹口气,神情宿众。 唉,齐山没有说谎啊,看着两人能有耐心这么等下去,还以为没有那么严重紧急呢。 齐山可不傻,不周全,不会出手。 请大家来吧,一起去见齐山的人。 敏烟,那就真的只能戒兵了? 让大家都知道,事关剑南道安危,纯亡齿寒,剑南道的兵将可是英勇不避难不避险,合议后一定会同意戒兵的。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现在形势危急,只能戒兵。 黎敏嘀咕一声,又诉重神情,还派小丽催他。 都这个时候了,事关紧要,无可选择了,快去,我也去。 小丽再不迟疑,应声势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回头,不见黎敏跟在身后,而是还站在廊下,正挤在婢女们中间指指点点。 别捣鼓了,手法事关紧要,差只好理,出来的颜色就谬一千里。 小丽有些无奈。 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事关紧要啊? 这件事最要紧,快些派兵,快些派兵啊,不能让叛军接接我们建南道。 从矿上被叫回来,还有些恍惚的李三老爷被这个消息惊醒。 前几天,府补牙说道,给皇帝登基贺礼,李敏一反常态,要他亲自责选,他当时还不乐意,又不是给他自己选,费心费事,选不好还要担责任。 直到亲自来到矿上,才明白李敏的用心,建南道要送的贺礼是自己打造,材料大多数都来自自己的矿上,关造关数。 算一算,来建南道快两年了,他第一次见到建南道的聚宝盆,金银盐铁铜矿。 三老爷,你也该看一看了。 黎敏对他贴着耳朵嬉笑。 这是建南道的,是李凤安的,是李明玉的,现在是我的。 汉军要打过来建南道有危险意味着什么,李凤要很清楚,意味着聚宝盆就变成别人的了。 三老爷说得对。 李敏拉他过来坐下。 三老爷,不用急,已经告诉其身,我们会出兵的。 厅内的文官武将们接点头。 三老爷放心,平叛,本就是我等卫军之职。 李凤要不在意什么职,听到派兵便松口气。 文官武将们便看着鱼图沙盘继续商议。 李敏给李凤要使个眼色,李凤要夺步去高岸前,李敏端着茶跟过来。 三老爷啊,有个大问题,我们的兵不多了。 李凤要像踩了水的猫跳起来。 怎么会。 李敏按住他顺毛,搬着手指解释。 公子带去一部分,寻找大小姐的,出去了一部分。 这太原府又送去一部分,还有江陵府,这兵马再多,也架不出这样分呢。 不知不觉,已经分出去这么多兵了吗? 现在这世道,兵就是钱哪,花出去肉疼,但哪里都不能节省呢。 现在要去钱中那兵是平叛,跟找人送个东西,守家忽宴行路可不一样。 李敏低声道,伸手在李凤要眼前正反晃了晃。 打仗?起码,要动用一万兵马? 李凤要跌坐在椅子上,不用李敏提醒,他自己在思考了。 少了一万兵马守护,剑南道怎么办?剑南道的巨宝盆怎么办? 三老爷,不知道龙幼的向大人? 李敏低声道,掌管剑南道半年多事务的李三老爷,游走官商富豪权贵应酬中,已经练就了机敏,不带李敏说完,人就坐直了身子,眼睛闪亮。 还有巷大人呢?巷里一家,此事不用更待何时? 他一拍桌子站起来。 诸位,关于此事,请听我一言。 说吧,向于图前的官将们走去。 李敏扶住差点被碰到的茶杯,继续说完刚才没说完的话。 他的伤,好了没有? 不过,这个无所谓了,待写信向向云请兵的时候一起问候吧。 厅堂里响起了李凤耀高高低低与文官武将们争论的声音,这些大人老爷们的事做下人的黎敏就不参与了。 他或者轻手轻脚,适时端茶倒水,或者站在一旁安静视力,视力的时候想。 我这儿,算是坏人吧? 坏人啊,就是这样。 谁都算计啊,不只是李凤耀,向云,还有我的同伴们。 李敏对着茶水照了照。 那我,应该是这世上最漂亮的坏人。 李三老爷的意见很快就被大家接受,谁能不接受呢? 他说的的确合情合理。 名誉还小啊,他要在山南协助评判,又要去临州觐见,兵马不能不跟得多一些吧,皇帝那里更需要兵马。 名誉不在,贱难道不能没有人呢? 让向大人来不仅能增援兵马,还能稳定人心。 我能怎么办?我无能啊,我大哥死得早,哥哥呀,你死得早啊,留下这么一双儿女,一家老小,又偏逢乱世。 我不管,你们也不用跟我说这些大道理,这一次前中平叛事官紧要,向云必须在场,我才安心。 李凤耀垂胸顿足,呼喜呼悲伤,让在场的文官武将也跟着心神纷乱,最终也叹息一声,这件事让向云来做,也的确安心。 就算不用兵马,让向云来领兵也可以,于是各退一步。 龙幼按级别来说与剑难道相同,所以不能命令,有李凤耀以自己的身份向他请兵援助。 李凤耀的身份,当然不用亲自做这件事,待文武官员散去,他也自去休息,道牙的厅堂里,一如既往点亮灯火。 李敏坐在桌案前,认真端详一盒胭脂,另一边坐着的纹粒,握着笔,有些苦恼。 你知道,是胭脂可不能用手背,脸上和手上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李敏说道,用手沾着胭脂一点在眼角,轻轻一抹,蕴燃浅红。 文力哪里知道这个,也不知道这个信怎么写。 哎呀,敏爷这信该怎么写啊,难道真像三老爷那样哭啊,哎呀,有失体面哪。 骑山给我们的信,你按着抄一下就行了。 李敏视线都没动,对着桌案抬了抬下吧。 前言后果,立弊,他写得清清楚楚。 文采飞扬,感天动地,我都看哭了。 让向大人也感动一下。 向云看到这封信之后没有哭,立刻将信传给拢幼道牙的文官武将们看,文官武将中倒是有几个红了眼。 大都都不在了,四周小小可恶。 他们恨恨说道,四周临近的周府,以往都从剑南道受益,与李凤安称兄道弟,更有不少表明愿受其驱使。 现在这些周府反叛后,竟然想要对剑南道动手。 黄恩尚且能赴,图谋剑南道又算什么? 更何况,多数都是利益之教,能有今日也不奇怪。 大都都刚不在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人心思诡异了,有些货物的欠款不想给。 后来,看到小公子继承了节度时,这才老实了。 有些官将们点头议论,但也有些若有所思没有说话,向云让大家停下议论。 这些狼心狗肺的,大都都不会在意,权下有之也不会伤心,大家不用为这种事悲愤。 他说道,李凤安是什么人,自然知道人走茶凉,知道利益浅薄,人心难测,知道他死了,很多事很多人都会变。 悲春伤秋从来不是李凤安的作为,所以他在仅剩一口气之际,力索地安排了子女以及剑南道诸事托付。 接下来也一切都很顺利,剑南道安稳,李家也没有声势,李明玉更是沉寂了节度时,只是没想到安康山叛乱,皇帝突然驾崩,朝廷仓皇离京,鲁王在外登基。 世道都乱了,剑南道也难免风浪颠簸,这就不是人算能算的,只能是天算。 向云摆手,结束对这件事的商议,道。 除了留守的,其他兵马全部掉机,形势紧急,我们立刻出发。 一声令下,拢右兵马启动。 作为拢右节度时,又是战乱期间,向云除了安排兵马,还有很多事要处置,一直忙到夜色深深,才回到住所。 向云的住所很简单,妻子女都在太原府,只有几个老仆粗妇日常伺候,这些老仆都是跟着他几十年在外求学任职。 虽然夜深,室内灯火暖暖,干净整洁的家常衣衫摆放在衣架上,铜盆里的水不烫不凉,温温恰好。 向云洗了手脸,换了衣衫,接过老仆端来的一碗热汤茶,喝了一口,驱散了眉间的疲惫。 但一天的忙碌还没有结束,一个文官走进来。 大人。 这是道牙的行军司马蒋友,是向云刚从幕僚中提拔委任的。 蒋友,是拢幼之道的时候应聘来的文士。 李凤安过世,向云在剑南道的期间,他将拢幼管理的安稳,从一众幕僚中脱颖而出。 向云受伤离开剑南道,回到拢幼之后,便提拔他为行军司马。 这个职位,可以在节度使不在时,代行其职犬,足见向云的看重,蒋友更是尽心竭力。 多多,关于出兵前中的事,我还有一些想法。 向云便喊老仆。 去,准备一些夜宵和暖酒来。 这是要彻夜长谈了。 老仆应声誓退了出去,屋子里没有其他人伺候。 向云的贴身仆从死在刺客手下之后,新的贴身仆从, 这些日子又常常来回奔走太原府和龙幼,一个月没几天在这里。 屋门拉上,四下无人侵扰。 大人,我不赞同您出兵。 我方才没看出来你不赞同啊。 先前在大堂上商议时,蒋友可没有说话。 在那种场合说,不合适。 龙幼一直在剑南道掌控下,这里的官府兵马先前都是李凤安任命的, 请至节度使后才交给向云。 向云也并没有增添多少新人, 所以这里的官员大部分可以看作是跟剑南道一体的。 就算剑南道情况不危急,一声令来,他们也不会推辞。 在那种场合下反对,蒋友会成为众矢之地。 向云笑了。 那你是觉得,现在我再说就合适? 不管是现在还是先前,其他人或者能说不去,身为节度使的向云不能说。 这么简单的道理,蒋友并不是不知道,也没有因为向云的嘲讽而羞愧惶恐。 听到这句话舒口气。 这可是连剑南道都不敢说不的事,都督说,当然不合适。 我只是想确定一下都督是怎么想的,如果你我的看法一致,我便有千万种场合来说他不合适。 向云没有问他确定了没有,干脆利索地道。 现在天下到了已兵马论大小的时候了。 正因为如此,拢佑兵马太少了,不能做无谓的损耗。 剑南道不就是因为这个才让大人出兵的吗? 如果怕损耗缩地不出,永远不能成大器,只能是别人的附用。 剑南道可以怕损耗不出,我不能。 我只有这一次损耗,才能有下一次的招拢,举众多兵马。 蒋友走过去看渔图。 钱中其实不足为据,齐山这个人。 他眼睛一亮,转头看向云。 其实不是钱中的叛军对剑南道虎视眈眈,而是齐山。 齐山太猖狂了吧,李大都督才死了两年,不是十年。 他的话是以疑问,但语气清淡,没有丝毫惊讶。 如今世道不同了,不能以常理推测。 唉,都督,此次齐山解兵可不是那么简单。 你放心,我会见机行事。 如果他齐山真的有异心,我会守好钱中,不会让他侵扰剑南道。 都督什么都考虑到了,那我就放心了。 门外老婆端了宵夜,二人在桌子前对坐,开始商议,怎么行军,又怎么安排拢佑诸多事务。 夜色将灯光摇曳,不知不觉慢慢到天明。 天光大亮的时候,项云在一众亲兵拥促下,驶出拢佑,在他身后,万众兵马排兵布阵跟随。 都督,李三老爷的意思是,让您先到剑南道。 亲兵急迟跟上说的,虽然说让拢佑出兵,但作为都督的项云,也可以坐镇剑南道,并不用针在前方冲锋陷阵。 项云摇头。 不用了,我直接去乾中,乾中平稳之后,再去剑南道。 亲兵应声士,将命令传达,作为先锋军,他们人少,马匹多,速度会快一些,这附近多数是剑南道和拢佑所辖,一路畅通无阻。 一天一夜急行军,披着尘光的项云并没有半点疲惫,看着前方起伏的山脉精神异异。 他知道是剑南道不想同意骑山戒兵,但大义面前不能拒绝,所以让他出兵,让他替剑南道征战。 这无所谓,他可不怕替剑南道出战,怕的是剑南道不让他出战,把他困死在这拢佑。 拢佑太小了,小到不被人看重。 他替剑南道征战,声明是他自己的。 最关键的是,他亲自征战,胜败与否就由他说了算,很多事情就由他来掌控了。 前中平稳与否关系剑南道,还有那个骑山,他会让剑南道知道骑山的野心。 面临骑山这等劲敌,只让拢佑阻挡是不可能的,剑南道的兵马必须由他来调控了。 项云吐出一口浊气,深吸初冬的凌冽清新。 天下平稳的时候,李三老爷可以坐镇剑南道, 李敏凌人这些奴仆可以借疲掌权,天下大乱的时候,可不是什么都由他们说了算。 都督,前方有贼兵作乱。 我们这里都有贼兵了? 是朔方那边一些投兵占山为王,见到我们还想劫掠,已经被我们杀光了。 这种散兵游将萧小,在大军面前不足为惧,项云也不在意,继续前行。 很快就看到前方战斗的场景,散落的尸首兵器。 看到项云过来,兵马们加快了清理,将尸首搬到路边。 项云略扫了眼,见这些人都不穿兵服,显然已经是落草为寇。 他收回视线催马,就在催马的一瞬间,眼角闪过一道亮光,亮光来自路边堆积的尸体中。 不好。 项云猛地翻身,不管刚加速的马匹,人就从上跌下,短剑已经擦着马背而过,刺入马头。 马儿一声嘶鸣扬蹄,落地的项云抱住头蜷缩,显显的马蹄踏过。 有刺客! 保护都督! 路边,喊声四起,脚步拥有,刀光剑影撞击一片。 是的,刺客! 项云天旋地转,耳鸣嗡嗡响,他什么都想到了,就是忘了想李凤安是怎么死的。 刀光剑影厮杀声在大路上响起,从飞剑和马蹄下,闲闲逃生的项云已经被亲兵们一层层护住,透过人群看着厮杀。 层层围固,人影碰撞混乱,呼得又响起轰隆一声,人群中冒起黑烟滚滚,兵马向外退乱。 在黑暗中,一个人影向起伏的山间跑去,飘散的黑烟中只看到他的长手长腿。 刺客跑了!追! 兵士们喊着追上去,前方的刺客连人影都几乎看不清了,虽然看不清人影,但这样一击不中掉头就跑的做派很熟悉。 向云站起来,看着消失的人影,在剑南道,一击不中逃走的刺客竟然又出现了。 剑南道没有抓到此人,向云并没有放松警惕,回到龙幼也警惕地严查防备了很久,直到确认没有任何行迹可疑的人。 没想到,在他快要忘了的时候,刺客又出现了,刺杀一直没有放弃,向云神情凝重,而且这个刺客对他的行踪太清楚了,分明就是一直在他身边窥视等候。 大人,没有活口了。 兵将们将四周的尸首重新检查一遍,过来低头请罪。 你们怎么回事儿,大嘟嘟当年就是因此被害,竟然还如此不谨慎。 兵将们呼啦啦跪了一地,向云在一旁没有愤怒,反而觉得有些好笑。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吗? 李凤安是这样被我杀的,所以我也要这样被杀死吗? 这是李凤安做鬼不放过我,还是见难道的人刻意安排的。 向云从来不怕鬼,世上唯有人最可怕。 大人,你怎么样? 副将见向云久久无声,不安地询问。 向云向前迈了一步,身形摇晃,副将忙扶住。 唉,脚伤了。 向云低头看腿脚。 夜色降临,路边安营的军长火把明亮,点燃了整个山谷。 远处的夜色里,也不断地有火光亮起,黄若星河坠地。 不! 一群官员急驰而来,不带马匹停稳,就跳下来冲进来。 蒋友并不在最前边,而是走在不前不后的,与其他官员一起围拢向云。 你怎么样? 向云卸下铠甲,穿着普通衣袍,身上并没有血迹伤痕,只是右脚被包裹夹板。 无妨,下马的时候伤了脚。 他说道,众官松口气,指责兵将们的粗心大意,又问刺客可有抓到。 副将面色羞惨摇头。 还在追捕,只是始终没有消息。 官员们,七嘴巴舌一轮。 这是朔坊那边的贼兵,我们要严查境内。 一直没说话的蒋友,站出来高声道。 不,我怀疑这是安康山的阴谋。 营帐中,安静下来都看向他,蒋友上前施礼。 都督,此事当从长计议,请先回龙幼吧。 营帐里其他人面面相去,向云笑了笑。 不至于。 都督计划艰难道危急,但请不要大意。 蒋友拿出鱼图,铺盏在桌面上,示意其他官员们也来看。 朔坊这边由陛下英勇亲率兵追击,境内的叛军已经清除了。 安贼抢占京城,对朔坊、临州、忽视眈眈,我们龙幼虽小且偏僻,但位置至关重要。 围过来的官员们,看着蒋友在鱼图上向龙幼西边画出一道线。 这里可以直通范外,如果龙幼出事,安康山得以联合匈奴吐蕃,那么朔坊就完了。 官员们看着鱼图,龙幼的位置的确险峻,以前不用担心匈奴吐蕃这些藩人,有朔坊镇守,又有大厦威武数百年安稳,谁想到,一夜之间,大厦就乱了。 当初,李大都督请朝廷在这里安置节度时,必然也是因为这种考虑。 唉,大都督英明啊。 在场的朱仁接跟着叹息一声。 所以,安康山要对我们拢幼下手。 蒋友声音拔高,拉回朱仁的注意。 他用这种法子害死了李大都督,也可以顾忌重施了害都督,如果都督这次被暗杀,结果会怎么样? 李凤安出事的时候,朝廷还安稳呢,又有众多的人马将官,很快就稳定了局面。 现在,局势可不一样了。 向云如果死了,龙幼立刻就乱了,诸人面色变幻。 不只是龙幼乱了,我们龙幼也是剑南道的门户。 蒋友沉声道,伸手点了点龙幼与剑南道相邻的位置。 龙幼失手,前中叛乱,难以蠢蠢欲动,这才是剑南道真正的危险。 营帐里,顿时响起了议论声。 哪里没有危险,如今天下都是安康山的阴谋。 我不认为都督躲着就是良策。 对啊,大家做好防范呢。 你这话我不同意,都督不去前中,不是躲着,而是要安稳拢诱。 是的,前中叛乱,但左边有齐山率东南大军。 剑南道这边,压力并不算很大。 而且前中区区兵马,赶来侵扰剑南道,这本身就鬼。 对啊,说不定就是为了引诱都督出兵。 有反对的,也有赞同的,虽然数量很少,但还是破开了一道口子。 蒋友看着这场面很满意,他再次拔高声音对项云道。 所以,请都督暂且回龙幼,此事当慎重。 事情还是要身为都督的项云来决定,大家停下议论,也都看向项云。 项云道。 这些都是猜测,待抓住刺客查明他身份才可推论。 是的,刺客的身份是关键,诸人醒悟,齐齐应声。 更多的兵马奔出营地,向四面而去,恍若一张大网铺天盖地。 初冬夜深的山林,有细碎的声音,似乎是人走动,又似乎是蛇虫爬行。 不远处的路上,传来马蹄声,震动让山林的声音消失了。 而与此同时,夜空中的云彩散去,被遮住的月光倾洒,透过枯枝干叶,斑斑薄薄落在山林中站立的一人身上。 他的身材高大,冬日里只裹着一块毛皮,露出大部分肌肤,月光下盈盈发亮。 他侧耳听外边的马蹄声,然后再次迈步,长腿大脚落地,一步一步很快穿过山林来到一条河水边。 月光让河水如镜子,男人蹲下看着水中倒影,一圈浓密的胡子遮住了他的脸,浓眉皱了皱,伸手拿出一把匕首对着河水开始刮胡子。 胡子像草一样被割下来扔下,打碎了平静的河面。 一圈圈的波纹散去,待再恢复平静,河水里便映照出一张英俊的脸。 哎呀,我果然还是好看。 向求然满意地点头,对着河水端详自己,直到肚子里传来咕噜一声。 河水里英俊的面容皱了皱眉,站起身来。 因为穿山越岭,他华丽的衣袍早已经扔掉,因为如山石一般,潜藏静厚,脸被风吹日晒粗糙,但身上始终安然无恙。 困在山贼中装死,没有让他受伤,用尽全力的一击不中,也没有让他受伤,因为他是来刺杀的,不是来舍身的。 一击不中,立刻就走,不练战,不拼命。 向云的命还没拿到,他不能舍命,只是肚子太饿了,他有些记不清多久没吃东西了。 向求然揉着肚子转身向后,双眼在月光下搜寻地面,猛地俯身一扑,再起身就拎住一只肥瘦的野蜀。 野蜀没有来得及发出任何动静,就被拧断了脖子。 向求然将野蜀满意地晃了晃,蹲在地上,拿出火碾子,蹲下要点燃枯草,但耳朵动了动,停下动作。 马蹄声忽远忽近,始终不绝,夜色里点火,最容易暴露身份。 那么,向求然将火碾收起,张口露出白牙,咬在野蜀的脖子上,毛皮中有血滴落,越来越多,从嘴角流下,滑落在赤裸的身上。 向求然头一甩,咬下一块皮肉,轻佩一声吐在地上,又一口要咬住露出的血肉。 河水安静如尽,倒影着背对的英俊男人,无声地大嚼着生血肉。 夜色褪去,日光一寸寸照亮临寻山石,已在山石睡着的向求然被日光浮醒。 他抖落身上,裹着的枯草树叶毛皮,伸个懒腰,高大的身子舒展开,就像刚从温暖的锦背中醒来。 事实上,裸露在外的肌肤有些轻子,割去胡须,英俊的脸在日光下难掩憔悴,整个人也瘦了一圈。 从剑南道到拢幼,四杀,奔逃,潜藏。 他必居躲藏过山林,潜藏混迹过闹市,曾经华丽的锦袍玉带,悬挂满身的金银珠玉,华丽炫目,坠满珍宝的宝刀,都荡然无存。 此时那几个最熟悉的同乡站在面前,也不一定能认出他来。 项求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父子两代浪荡,被人嫌弃又到处奔逃,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惨。 项求然并不觉得有什么苦,有钱的时候锦衣玉食,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没钱的时候,他也能如毛饮血,地为床,天为被。 将皮毛裹住半个身子,从林寻的山石上跳跃,带到落地,身上已经微微出汗。 项求然,看向远处,这里已经离开拢幼,追捕的马蹄声也听不到了,不过不能掉以轻心。 项求然是胆大,但不是自大,他不允许自己出意外,他一定要留着这条命,完成武少夫人的委托,已经两次刺杀都没有成功。 静地会更加险恶,沿着山谷,走不远就到了一片平地,大路上渐渐出现了行人。 有穷困有富贵,皆是仓皇狼狈奔走。 项求然这个样子虽然让人吓一跳,但并没有吓得路人乱跑大叫。 乱世中怪异的狼狈人太多了,他们自己样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项求然在路边坐下,看到有车马的人数多的队伍过来时便招手喊。 可需要雇佣护卫。 有钱人行路才会有车马和护卫,而在这乱世里,有钱人需要更多的护卫。 看到坐在路边的项求然,被招呼的人马也开始都吓了一跳,但看他只有一个人,而且长得很好看,便没有喊打喊杀。 有的戒备不理会,纵马过去了,有的会多打凉几眼再过去,也有的会好奇地问一些话。 某是游侠儿,出身乡里,四海为家。 怎么的这般模样?哎呀,先前遇到了山匪,某与他们大战一场。 胜夫啊,某还活着自然没有败啊。 看着盘聚在石头上,如同乞丐流民的项求然,侃侃而谈。 车里的富家老翁撇嘴。 这家伙分明是被山贼劫掠了,连衣服都没剩下,牛侠儿就是会吹牛。 旁边的老傅看着外边,眼中有笑意。 哎呀,他只有一个人哪,能活着就是很厉害呀。 哼,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厉害,除了脸皮厉害。 老傅不理会他,掀起帘子问。 请你护卫要多少钱? 不用钱,管酒肉就可以。 哎呦,要我酒肉?现在酒肉比钱还要难寻呢。 我们不是带得足够吗?要是路上被山贼乱兵抢了,那才是完了。 他不理会老翁,招手同意雇佣向求然做护卫,还让人找了一套衣裳给他。 看着向求然穿上衣袍,哪怕手中只握着一把破剑,又威风凛凛。 贼人看到就害怕呢。 老傅高兴地说道,老翁黑着一张脸。 除了看,还有别的本事吗? 向求然抬手向前一挥。 拢右四周的路我都很熟,哪里城镇安稳,哪里有干净的水源,哪里有偏僻近路。 野外露宿扎营,驱狼避蛇蝎,我能让你们平安快速地去你们要去的地方。 万数兵马的军营驻扎,恍若一座城镇盘踞。 营帐里,向云正有两个大夫查看腿脚,然后被搀扶着起来走了几步。 走得虽然缓慢,但腿脚能落地,在场的文官武将们都松口气,还好没有像胳膊那样严重。 向云的胳膊看起来完好无恙,但除了简单的抬举并不能抓握重物,已经算是废掉了。 要是再废一条腿脚,向云只怕要回太原府,一样天年了。 不可调以轻心哪。 也不要大惊小怪,这是我自己跌上,没有刀剑击毒。 他说完,手眼重重地咳嗽几声,声音变得刺拉如同拉风箱。 哎呀,天冷了,大人在这里养伤,伤养不好,反而更添病啊。 这咳嗽越发重了。 嘟嘟,快些回龙幼。 被刺杀受伤又病了,的确应该回舒适的地方好好养一养。 在场的官员们也便纷纷开口请求。 向云摆手。 我们在这里是等候捉拿查问刺客,以查明安贼的阴谋,可有消息啊。 最后一句,问的是刺客情况。 营帐里,文官们看武将,武将们面带羞惨,那刺客就像从未出现过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里我们已经查遍了,没有任何踪迹。 说不定他已经逃走了。 他或许已经逃走,但他还会出现。 别忘记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一定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 他会一直跟着都督伺击行凶。 那要怎么办? 安贼盯上都督,要乱我拢幼,势在必得。 都督,都督不能离开拢幼,否则拢幼,剑南道威矣,朔方威矣。 意思是,就不能出兵前中了。 营帐里的文武官员们面面相去,神情复杂,似乎要反驳,但又有些张不开口。 这都督威不顾,这拢幼威不顾,这朔方威不顾。 都督! 营帐外,有信兵跑进来喊,打破了诡异的凝制。 朝廷有令! 朝廷吗? 先帝在临州登基后,朝廷的诏令逐渐的多了起来。 朝廷有令! 各地卫军驻守本地,驱逐叛军,守城池,护百姓,安稳侠内。 信兵跪地,将朝廷的命令说出来。 这跟当初不一样,先帝在京城的时候,朝廷接连发令调各地卫军进京护驾,现在则变成了不允许各地卫军奔走。 毕竟现在天下都乱了,到处都有叛军,临州那边有五鸦尔率领的十几万大军,以及零五精略军,另有漠北镇武军为屏障,已经足够抵御叛军侵袭,现在最要紧的是平息各地。 听到这条信令,其他人尚在思索,蒋友已经先对项云跪下。 都督,请都督尊皇命守拢诱啊,卑职愿意替都督出兵前中。 趴着一跪,有不少人也跟着跪下。 请都督不要抗命啊。 请都督守拢诱。 不等愿替都督领兵袭前中。 营帐里,越来越多的请愿声将项云围拢。 项云站起来,似乎要冲出去,立刻带兵去前中,但无奈寸步难行,最终长叹一声坐下来。 我父都督。 他道,将自己的长剑取下来,递给最前列的一个将官。 请率拢诱一万兵马,持缘前中,不胜不归。 那将官,双手接过,高举头顶,声音嘶哑洪亮。 末将遵命,不胜不归,不死不归。 营帐里的将官们,也纷纷站起来跟着高鹤。 声音从营帐传出来,如风一般浮过营地。 驻扎的兵马起伏跃动,披甲上马。 不胜不归,不死不归。 声如雷滚滚,沿着拢诱向前中而去。 那,那是什么声音? 是拢诱过冰吗? 远处的震动,让路上的行人们纷纷询问。 神情惊惧不安,但也没有恐慌乱跑。 俗话说,游简入奢意,游奢入简难。 但从繁华盛世,进入乱世惶惶中,大家好像也习惯得很快。 又能怎样? 无可奈何,只能这样活下去。 卫兵们到处乱跑,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唯一要分辨的,就是,是卫兵还是叛军。 卫军的话,不会烧杀民众,只要及时让开路就好。 要是叛军的话,那就看运气了。 好运气能逃一命,坏运气要么被杀,要么被抓走当民夫。 既然是拢诱,大家也就放心了。 是去剑南道了吧? 是去杀叛军的。 行人们议论着。 过了前面这道山坳,就是游水城。 从游水城一路执行,就能直接到灵州了。 前方有响亮的声音,传来打断了大家的议论。 行人们抬头看去,见最前方带路的那位叫做向求然的年轻游侠摆手。 走走走走,继续行路了。 新帝在灵州登基了,虽然命令各地卫军不用来护驾, 但无数的民众还是向灵州拥拥而去。 那边有皇帝,有朝廷,有十几万大军。 曾经偏僻的小地方,现在是大家心中的安乐乡。 因为这样念头,游水城在这乱世中,反而别样的繁华。 里里外外都是人,街市上也满是店铺叫卖声。 向求然! 头顶上飘落喊声。 到了城门口,便坐在路边的向求然,头也不抬。 伸手一探,接住扔过来一个小包袱。 小包袱鼓鼓囊囊,像是装着石头。 向求然打开,拿出一块黑乎乎拳头大小的石头咬上去。 这种石头样子的风干肉虽然不好看,但确确实实是肉。 向求然咬下一块肉大嚼,这才抬起头。 还有酒呢? 路边站着的是一个年长的男人,腰里挂着刀,文言又扔过来一个酒壶。 哼,少不了你的。 向求然接住,仰头喝了一大口,酒水流了一身,再咬一口肉大嚼,哈哈笑。 哈哈哈哈,痛快。 旁边坐着的乞丐刘明一脸羡慕,口水直流。 向求然虽然长得好看,但魁梧有刀,大家不敢来抢。 向求然仰手将小包袱扔过来。 吃吧。 刘明乞丐顿时争抢,引得城门外一阵骚乱。 呵呵,你这家伙,这可是我们家特有的熏肉。 向求然举着酒壶,咕咚喝酒。 有什么特别的,都是果腹而已。 这个游匣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无肉就饿着,不讲口语。 中年护卫摇头,停下闲谈说正事。 我叫老爷请你过去。 向求然将剩下的酒也扔给了那些流民乞丐, 在大家的欢呼道谢声中,跟着中年护卫来到不远处的车队前。 车队的人在整装歇息,女眷们也都下了车, 被一群护卫拉着漫帐护着。 看到向求然过来,他们在漫帐后嘻嘻哈哈地指指点点。 向求然对他们打个呼声,引得女子们一阵笑, 在地上支着小桌子喝茶的老者也笑了,没有责怪向求然的狂浪。 呵呵呵,向小哥,嘿,坐下来喝茶。 他说道,然后看着这个穿着简单, 身上还滴落酒肉污迹的年轻人,在对面坐下来, 不用他动手,流畅又熟练地分茶,煮茶倒茶。 这游弦粗俗中有优雅,优雅中有不羁,老者微微一笑。 你们怎么不进城啊? 向求然主动打开话题。 是不是亲戚不收留啊? 他说着伸出手掌压低声音。 寻衅报复,不伤人命的话,只要三块了。 老者哈哈笑,将他的手掌按下。 哈哈哈哈哈哈,先前瞒了小哥,来这里不是投亲,这里是我治下的产业。 自己家当然是想留就留了,向求然呕了声,端起茶一饮而尽。 没有惊叹羡慕,也没有因为对方欺瞒,不懈愤怒。 我改主意了,我打算去临主。 动乱不是一天两天能结束的。 我又没有早做准备,靠着这些家业,根本就谋不得平安的。 就只能去寻找能保平安的地方。 他说到这里,叹口气。 唉,谁能想到为乱世做准备呢。 他说完这句话,见对面斜坐的游侠儿露出一个好看的笑,似乎愉悦又似乎得意,还有一丝温柔,就像在苍冬里想到了春花开。 老者看透年轻人的心,好奇询问。 小哥,见过或者认识这样的人,是哪里人士啊,此时怎样啊? 向求然没有否认,干脆利索道。 不告诉你。 老者愕然又失笑,向求然主动捡起先前的话题。 你们要去临州就不用找我护送了,我不打算去那边,我只做这边的生意。 向小哥,我是邀你同去临州,当然护送的钱我也会给。 我觉得小哥非常之人,应该去临州闯一闯。 临州吗? 临州现在白费带兴,心地可慕人才。 向小哥一身功夫,性情高洁洒然,到那里必然有一番座位。 那边的天地啊,可比这边要大多喽。 向求然没有说话,老者端详向求然。 我不认为你是一条愿意居浅滩的小鱼。 哈哈哈哈哈哈,大丈夫在世,当然要谋求愉悦龙门,天下文明。 所以你应当去临州。 我知道临州路远,向小哥你没有钱,我愿意雇佣你做护卫。 敢弄吧,萍水相逢如此相助,什么都不图,也就是图他是个人才,这种知遇之恩,下一步就该感激的道谢了。 旁边站着的中年护卫看向求然,但并没有从这个年轻的游侠儿脸上看到激动和光彩。 向求然从牙缝里提出一根干肉丝,摇头。 我说过了,我就坐这片路途的护卫,再往前我就不去了。 哎呀,向小哥,现在临州有这么一种情况。 老者盘腿向前挪了挪,给向求然侦查。 出京的时候,有很多官员没有跟上,陛下下了新命令,长官不在,官职顺言。 哦,不错呀,千里迢迢跟过去的人也当得其重哟。 我家长子变在其中,原本以为晋升无望,没想到,嘿嘿,有了这个机会了。 恭喜老丈,果然自古都是祸福相依。 我会让我的儿子举药你,如今来投军的武将意识很多,跟随心地击溃安贼平定天下,这可以说是从龙之功啊。 向小哥,你难道不想做一番工业,就像你的名字这般? 向求然,神情带着几分向往。 我当然想做一番工业。 又一笑巨傲。 错了,我当然会做一番工业。 老者哈哈一笑,才要与向求然握手共赫,向求然收回手,放下茶杯站起来。 但我现在有一件事还没有做完,所以不能去临州,多谢老丈好意了。 老者愕然,他看得出这年轻人不是欲吟还剧,一双眼透彻明亮,这是真心话。 你……有什么事不能放一放的? 先见功立业,做什么事都好做呀。 这件事不能,我受人之托,终人之事。 原来如此,游侠二献奉一诺千金,但是那不是古时候吗? 游侠二都快绝技了,而且现在好容易有了游侠二可以建功立业的机会呀。 呃,这件事很难做嘛。 向求然想了想,刺杀向云已经第二次了,向云一次刺杀就戒备得很紧密, 第二次之后可想而知。 要杀一个时时刻刻防备,而且有足够能力防备的人,很难。 那要是一辈子都做不成呢? 哈哈哈哈,那就做一辈子呀。 对老者拱手失礼,又对一直看着这边的女眷们挑眉打个呼声, 便转身大步而去,将老者的惊疑,女子们的嬉笑抛在身后。 看到向求然走回来,占据了城门的乞丐流民热情的招呼, 把热光晒得最暖和的地方让给她,地上还有一堆甘草。 小爷,又有人叫你做护卫吗? 有乞丐好奇问,打量向求然空空的双手,就有些遗憾。 没有带些酒肉回来呀。 刚跟着老者树下饮骨茶的向求然,没有丝毫一态地歪坐在乞丐中,摸了摸英俊的下巴。 哎呀,我太优秀了呀,总是有人哭着喊着要提携我呀,真是让人烦恼。 乞丐流民,嘻嘻哈哈地笑起来,起哄恭维,城门前人来人往,车来马鸣,越发地嘈杂喧闹。 建南道的城门一直人来人往,兵马不断,所以当有一对官兵拥促的人马奔来,民众们只是习惯地避让,并没有多关注。 但这对兵马后,响起悠扬婉转的喊声。 喊声来处,嘚嘚马蹄,一个身穿白袍,头上玉带飘飘的男子奔来。 他狭长的眼角,蕴染一片飞红,恍若春日里,飘落的桃花,桃花上,恍若雨水,跌落闪闪。 三老爷,你不能去啊! 这一声哭喊,让前方的李凤耀伸下的马儿打个含着,发出嘶鸣,猛地冲出了城门。 李凤耀吓了一跳,慌忙勒马。 这马怎么回事,跑这么快干什么? 我是做做样子,可不是真要率兵亲征啊! 白色的身影吸引了街上民众的注意,民众们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是,大家顺时都认出这个人是谁,陌生的是,好久都没有见过这个人。 李凤安曾经身边,带着个漂亮的蒲丛,叫明米。 但凡见过的人,都忘不了他的样子。 后来,明米尔不跟着李凤安进出了。 据说是因为太漂亮,盖过了李大都督的风头,被打发去做粗食。 后来,还真很少再见到他。 偶尔有人见,也是他风尘仆仆,一身行装,进出来去大都督府。 所以当有人发现,是明米尔的时候,民众们都惊讶不已,争先恐后地围过来。 随着明米尔,大家的视线也投向前方,这才看到跑出城门被官兵拥促的是李凤耀。 府城的民众对李凤耀也是熟悉又陌生。 大都督去世,小都督在外,是这位大都督之弟,小都督之书,坐镇道府。 民众见过他,带着官员们在巡查,见过他,领着兵马巡逻。 见过他,和权贵富商,在酒楼里谈笑风声,见过他,出入青楼,左拥右抱。 李三老爷靠谱,又不靠谱,见难道似乎有他,又似乎不存在。 民众们忐忑不安,还好,见难道的文官武将都很靠谱,一直没出什么乱子。 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李三老爷要跑了吗?李敏伤心成这样。 三老爷,你不能去。 李敏终于追上,呼过来抓住马脖子上的缰绳。 壮弱癫狂,四提狂奔的马儿,一瞬间便安静下来。 李凤要松口气,因为受了惊吓,接下来的话说得结结巴巴。 不,不要拦我,我不去,谁还能去,这,这难道不能毁在我手里? 一口气缓过,说话也顺畅了,他抬手拍打胸口,仰天流泪。 哥哥呀,我的哥哥,你死得早啊。 黎敏伤,抱着马头大哭。 他多多,他多多。 街边的民众看得胆战心惊,虽然不知道什么事,但听到这两句话,分明是说建南道要完了。 一队文官武将,此时从里面也追了出来,看到这场面有些尴尬。 三老爷,不用担心,我们的兵马已经过去了,你不要亲自去。 李凤要在马上转头拔高声音。 我们的兵马怎么够啊,我不去怎么行,如此危机时刻。 想到这危机时刻,又涌出泪来。 只我没用,我只有这条命了。 这不是三老爷的错。 黎敏拍着马头附和呜呜哭。 天下大落,人人自卫,人人自卫啊。 黎敏,你不劝住三老爷跟着哭什么? 扰乱民心。 民心已经乱了,街上的民众神情惊恐,无数的人如潮水般涌涌而来。 大家不要惊慌,是钱中叛乱,江南道请我们建南道,协助平叛。 文官武将们,忙大声地对民众们解释。 李三老爷忠肝义胆,要亲自领兵。 钱中啊,那还好,不是建南道,更何况还有江南道一起帮忙吗? 民众们稍微松口气。 哎呀,这个李三老爷,为什么这么不靠谱? 哭得跟府城马上就要被攻破了一半,吓死人了。 这个李老三爷这辈子都没拿过刀枪吧,听到打仗都吓破胆子了吧。 怎么跟李大都督是亲兄弟,差别这么大呢? 人群里便有嘀嘀的笑声议论声。 你们懂什么?你们懂什么?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们不知道建南道如今多么危急。 我是害怕我没有拿过刀枪,但我不怕死。 我也愿意为建南道而死,说到底,我才是亲兄弟,也只有亲兄弟,其他人靠不住。 靠不住啊,靠不住,都是假兄弟,只有三老爷了。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李三老爷说的话也就算了,冥冥儿为什么也这样悲弃啊? 看到街上议论纷纷,文官武将,又急又恼火又无奈。 这个李三老爷真是太不靠谱了,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突然发疯了。 大家接到龙幼的消息正商议呢,他就自己跑出来了。 哎呀,没事也要被他闹出事了。 三老爷不用担心,区区前中叛军不算什么,不用我建南道主将主帅亲自出马,大都督在的时候也不会为此亲自挂帅。 三老爷,你也不用,请你作阵辅道,抗我等杀敌。 说吧,再不迟疑将李凤耀连劝戴红又威胁地嫁了回去,黎敏一切以李凤耀为马首。 不用驾牵着马,呜呜哽咽跟着回去了。 这一场闹剧让府城沸腾,前中叛乱。 建南道出兵是当众说明的事,但还有另外的事私下传开。 李三老爷为什么要亲自领兵呢? 是因为原本要请向大人领兵的,结果向大人不肯了。 怎么呢?向大人可是咱们建南道的。 你糊涂啊,向大人是拢幼的。 说得也对,谁肯舍下自己的家去帮别人领兵打仗呢? 要是大都督在,向大人肯定去,那时候他可是天天把建南道当家。 伴随这样的传言,还有对战士和叛军的传言随之而起。 前中叛乱可没有那么简单。 有说整个前中都乱了,有说骑山都抵挡不住了。 有说安康山的长子安德忠已经到了前中,亲自领兵要杀入建南道。 建南道的兵马不多了,都被小都督带出去,小都督赶不回来,被叛军挡住了。 所以建南道真的要完了,府城陷入了惊慌,还有不少人家收拾东西准备外逃。 真是可笑,大都督过世,安康山叛乱,都没有让我们建南道陷入混乱。 李三老爷哭了一场,就做到了。 建南道的文官武将纷纷归来,愤怒的斥责李三老爷,又悔恨明知道李三老爷靠不住,不该如此放任。 愤怒自责中,最先要做的是辟谣,安抚民心。 但这些正规的,合情合理的消息传达出去,对于民众们却没有多少影响。 所有人想起这件事,就想起了明明和李凤耀在城门外抱头大哭的场面。 那场面,尾时令人记忆深刻,盖过了一切。 府到衙门里,灯火通明,彻夜不眠,堂内坐满了人。 文官武将,面色沉沉,议论纷纷,焦虑不安。 这都是李三老爷的错,让他离开剑嫩道,把小都督接回来才能安民心呢。 听着说了几天的话,站在正中暗后代替李凤耀的李敏,终于停下了神游天外,敲了敲桌子。 多大点事啊,不用请小都督回来。 他终于开口了,室内的官员们更加愤怒。 哼,多大点事儿,没事儿李三老爷怎么不过来了。 他们看着空空的桌案椅子,李敏只是站在一旁,他没有资格落座,而有资格坐下的那个人,从城门被嫁回来后,就借口病了,躲在内宅不出来了。 三老爷病了吗? 李敏说道,这个李敏现在为李凤耀侍从,狗腿得狠,什么都听李凤耀的。 在场的人们恼怒地哼了声。 现在,把小都都抢回来,大家就更紧张,更害怕了。 没事,已印证有事了,民心更乱。 你们是不是也被吓糊涂了?这件事要解决,很简单啊。 什么? 猪人看着这个在男人中很亮眼的男人,李敏将两手一摊。 一场胜利啊,打败前中的叛军,凭乱大胜就可以了呀,所有的谣言不攻自破啊。 堂内安静一刻,玄机桌椅乱想,一个两个的武将站起来,更多的文官武将站起来,大家转身气势汹汹地走了出去。 似乎一眨眼,阔朗的大堂里,只剩下李敏一个人。 李敏将摊开的手收回来,按在心口。 啊,人哪,就是喜欢把简单的事想复杂,这可不怪我。 他们真不用我去竞争。 李三老爷从床上翻坐起来,带着几分戒备问,李敏将一碗羹汤递过来。 是的,是的,三老爷,放心吧,只需要你去对出征的将士们,鼓励一下。 李三老爷扯下头上裹着的袋子,结果羹汤一口喝光,力气和精神都恢复了很多,但还是犹疑。 只是在城门,再远我可不去,太危险了。 三老爷,我不安事,你放心,你放心,我还不放心呢。 你要是被他们骗走了,我怎么办呀? 就是为了我自己,我也要好好保护三老爷,留在建南道啊。 那倒也是,李凤安死了,没了我,李敏这个奴仆也是丧家之犬嘛。 三老爷,你到那儿就说一些振奋的话。 我们现在啊,只能靠自己了。 李凤耀的眼也顿时红了,将喝进去的汤羹咬得咯吱响。 向云太过分了,我原本以为他靠得住,受伤,受伤这种借口,他用过一次了。 不是受伤,是他自己下马扭了脚。 李敏纠正,又凑过来摇耳朵。 说是被刺客吓的,向大人原来胆子这么小啊。 呸,谁知道刺客是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 而且,朝廷的命令算什么? 以前朝廷也说了,不允许卫军善离,但贱难道和拢幼,算是善离吗? 拢幼就是贱难道啊。 李敏添油加醋,所谓的知心人,就是一起骂对方讨厌的人。 他一天天的,长子尖难道,怎么就不说谎命难为啊?不想来就是不想来嘛。 哼,还是欺负我兄长不在了,不把我和茗玉放在眼里。 大小姐会不会在他们家里被欺负啊? 把大小姐接回来? 那还是算了,要给明齐再找个向云这般的人家,也不好找。 哼,等他来求我们的时候,再给他好看。 从今以后,他们就不讲情义了,讲交易,黎敏点头。 三老爷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取过衣袍,给李凤耀穿。 三老爷,这次我们剑难道,能否渡过难关?就靠你了。 浓黑的球袍压在身上千斤重,千斤重的人才能担得起千斤。 李凤耀挺直了几倍,觉得自己威重如山。 李凤耀去城外送行出征的将士,讲了一通感人肺腑和激励的话,只是有些话夸张。 比如,贱难道行事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什么没有援兵,没有退路,一切就只靠我们自己了之类的。 还非常不体面的,明朝暗讽了拢幼道向云,有难不救忘恩负义,听得将官兵马们又是惊讶又是惊吓。 但索性没有多说,也没有像先前那般哭哭闹闹让人恐慌,看守着他的文官武将们,一时也不好打断。 军心民心,出战前不能再乱了,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去了。 行影不离的黎敏,这次没有跟来,密不透风的帐房内,响起噼里啪啦的爆豆子声,伴着浓烈的酒香。 黎敏躺在地上,一手摸过烤好倒在盘子上的豆子扔进嘴里,一手拎着酒壶往嘴里倒。 轻烈的酒水如馅稳稳滑落口中,没有洒出半点。 撒出半点,你这辈子就别想进我的门。 灵人在一旁警告,黎敏将酒壶放下,翻个身侧卧,对灵人翻个白眼。 我这样的美人,来你这脸,你是彭壁生辉? 灵人一手烤豆子,一手翻看仗册,视线都没有离开半分。 我说你这么闹,把人都吓到了。 剑南道这些人啊,好日子过太久了,也该受受惊吓了。 你就不怕剑南道真乱了? 乱了再稳呗,算什么大事啊? 有大小姐,小公子在呢? 除了大小姐,小公子,其他人其他事,在她眼里都可以算计。 灵人手在帐策上敲动几下,算出一个数字,然后翻到下一页,继续问。 大小姐说,这次借兵让向云去,现在向云不去了,你怎么跟小姐交代? 朕就不懂了吧,大小姐让向云去啊,是因为讨厌她,不是因为我们真的需要用她。 现在呢,她不去了,可就不止大小姐一个人讨厌她,整个剑南道,都要讨厌她了。 她说着,开心地笑起来,又想到什么,指着自己的眼。 你看,我新做的胭脂怎么样?染在眼角,真是好看极了。 灵人看她一眼,摇摇头。 不知道你整天想的什么呀。 黎敏手擦着眼角摩索,眼神若有所思。 啊,我现在想的是啊,那个刺客。 跟李凤耀胡说乱谈是一回事,向云那边发生的事,她打听得清清楚楚,那个刺客就是上次在剑南道的那个,她也要忘记了这个人,没想到又出现了,或者说,刺客一直都在。 向云这个人一直营造着忠诚老实,和善的形象,没有跟人结仇红过脸,是什么人要刺杀她,又为了什么? 这个刺客有意思,要想了解一个人通过她的仇人更有收获。 我要抓住这个刺客。 黎敏坐起来,兴致勃勃的,临人撇嘴。 现在,又不想向云了? 向云现在剑南道,想她的人多了,我就不用想了。 剑南道这边的人怎么想她,向云是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的,伴随着剑南道兵马大胜前中叛军的消息,一起送了过来。 听到向云在剑南道被说成自私慰切忘恩负义,拢幼的官员们都很惊讶。 怎么不早报告这个消息? 蒋友贺道,信兵盲道。 这是谣言,剑南道一开始就解释了,我们也奋力而战,终于击退了叛军,让民众看到了这一切都是谣言。 所以,才一直憋着等到这时候来说,谣言一场胜利就足以安抚了,就像抚到那边民众的恐慌,现在已经平息无事了。 向云嘴角浮现一丝笑。 谣言和恐慌可不一样呢,上当了呀,我猜的没有错,剑南道的确有人在针对我,就像那个刺客一样,时时刻刻盯着机会,一旦抓住就狠狠地咬上一口。 那么,这个刺客也是那人安排的吧? 堂内,文武官员们神情复杂,低声议论,响起一片嗡嗡声。 真是荒唐,大人被刺杀皇帝下命令,大人只是人媒亲自领兵,我们拢用一万兵马可不是掺甲的。 不行,我要去剑南道说个明白。 向云开口道。 请者自卿,为这个兴师动众去质问解释,反而此地无垠了。 都督大都,但那些小人狮子…… 不用说了,如今天下大乱,人心惶惶,难免流言四起。 我们要警惕,不要被流言扰乱了心智。 堂内诸人应声是,蒋友也只能咽下要说的话,俯身应声是。 夜色降临的时候,蒋友再次来到向云的书房,但里面有个蒲聪在说话。 胖胖乎乎的蒲聪,风尘仆仆,将着家里的人,家里的事,以及家里的交代,鼻头冒出一层汗。 看到蒋友进来,向云体贴地打断他。 我先看家姓,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问你,你先去休息吧。 胖蒲聪,高兴地应声是,退了出去。 大人,这真不是个好消息。 蒋友继续先前的话题,向云没有像在众人面前那般反驳,而是点点头。 是,最近真的没有好消息。 说到这里又一笑,视线落在家信上。 不过,我家里倒是有个好消息,我的侄儿平安无事。 哦,是去安康山那边,被害失踪的男公子。 他不仅是平安无事,而且已经拉起了一只兵马。 这可真是可喜可贺。 接到家里消息说向南死了的时候,向云两天两夜没有睡。 他这才知道向南竟然护送朝廷的使者去泛阳召唤安康山。 安康山杀了使者,与其兵马反叛了。 乱世席卷了大厦,断了所有的消息来路,尤其是范阳军经过的地方,向家已经不抱希望了,甚至准备给向南建个衣冠种。 他阻止了。 向南这个孩子虽然沉默寡言,但心思很多,人又机敏。 向云觉得他也许能逃出生天,果然没有看错。 蒋友给向云端来一杯酒,向云一饮而尽。 南公子不愧是都督一瘦培养。 向云坐下来,再次针酒。 当初,我问谁想从军,家中辞职只有向南站了出来,其他人都选择读书科举或者经商。 大人和南公子的选择最明智。 唉,先前朝廷被崔灯罗氏全海把持的乌眼瘴气,读书科举混乱不堪,很难出头。 如今世道乱了,全靠武将兵马平静天下,是进攻利益的好机会,也是唯一的机会。 提到兵马,向云眼中闪过一丝痛。 兵马,还是不够。 本来剑南道应该是他的囊中之物,但现在,向云端起酒杯,再次一饮而尽,只是比先前那一杯感觉要色辣。 原来,剑南道往太原府还分了将近一万兵马。 讲友看着向云展开的家信,有些惊讶,又冷笑。 以至于剑南道空虚兵马不足? 浅吃儿戏啊,太原府那边难道没有兵马吗? 向云放下酒杯,若有所思。 是啊,太原府还有李大小姐,虽然是假的,但如果让剑南道的兵马知道这个小姐是假的,剑南道也难免要乱一乱。 这种乱,可做的文章就多了。 这一点,我可以跟剑南道的人,尤其是李三老爷好好谈谈,目前那些兵马不能浪费。 念头闪过,向云做了决定。 太原府的兵马,当然越多越好。 太原府不只有大小姐,也是灵州的屏障,至关紧要。 讲友反映过来了,现在的东边反而无关紧要,昭王已死,安康山入京,这时候最能建功立业的地方,就是皇帝的四周,西北重地。 都督,让南公子回太原府。 他说的。 向南在东边打出了名声有了兵马,回到太原府又有李凤安女婿的名头。 剑南道的一万兵马听其号领,太原府的兵马也必将变成其麾下,皇帝也必将看重。 向云拂袖提笔,将有站起来亲自点亮两盏灯,为向云淹没。 夜色笼罩大地,天下无异区别,但各地的夜色还是有所不同。 拢佑晴朗月明,而太原府则乌云密布,一阵阵风盘旋在院落里,似乎有手掌拍打在窗户上。 咳吱一声,念耳打开了窗,立刻被洒了一连雪栗子。 小姐,下雪了! 他回头喊道。 窗户打开,风冲进来,穿着小袄,散着头发坐在桌前写字的李明琪,视线一阵恍惚。 快关上! 他娇声喊道。 何镇写信呢? 念耳忙将窗户关上,又取了探盆来,室内顿时更暖了几分,散发着淡淡的橘皮香气。 小姐,你在给白袍将军写信吗? 是啊。 我再给白袍将军写信呢。 东边来的流民和商人在传唱一句话,千军万马,避白袍,白袍将军真是威武啊。 是啊,白袍将军真威风呢。 念耳凑到他面前。 白袍将军是小姐的姑爷吗? 是啊。 李明琪抬头,将手中的笔点在念耳的额头。 是小姐的姑爷呢? 主仆咯咯咯地笑起来。 真是谢天谢地,姑爷还活着。 我终于能睡个好觉了,小姐,你也可以松口气了。 我本来就没事啊,姑爷活着还是死了,都是姑爷。 当然活着得更好,而且还这么威风地活着。 李明琪说得半听得懂半听不懂,不过无所谓了,念耳拍拍心口。 快些把姑爷请回来,咱们也能过安稳日子了。 是呢,我有一万多兵马,我也不会领兵。 姑爷回来了正好给他用,要不然只守着我,怪浪费的。 念耳欢喜得脸拉下来。 小姐,兵马没有守着咱们的庄子,被四老爷带走了。 李明琪翘脸顿时寒霜,将手中的笔摔在桌子上。 我是大小姐,还是她是大小姐? 日光大亮,一辆马车驶出了半山上的庄园。 马车上坠着珍珠宝石随着行驶闪闪发亮。 前后左右三十多个身高马状的兵甲拥促,一出现就吸引了无数的视线。 大小姐,大小姐要去哪里啊? 原本安静的街道上,一瞬间冒出了很多人。 男女老少,穿着打扮也都精美。 五颜六色的斗篷,不少人手中还拿着长长短短的梅枝,有的盛开,有的含苞。 在雪厚的街道上,点缀很是美丽,也与柬埔乡村城镇增添了前所未有的风味。 这个叫做鲁亭的镇子,位于太原府外四十里,原本没有这么多人, 而且都是务农为生。 冬天忙着烧炭卖,没有一身干净的衣衫穿,更没有踏雪赏煤的兴致。 烧炭的民众都还忙着烧炭,街上游走玩乐的是半个太原府来的人,现在他们是鲁亭镇上的主人。 安康山叛乱后,太原府也变得不太平,来了很多流民,也来了很多乱兵,再加上朔方数万兵马叛乱,太原府顿时变得岌岌可危。 而在这个危机时候,渐难道来了一万兵马保护他们的大小姐。 太原府住不下这么多兵马,项府的李大小姐便带着项氏搬到他的庄子上来。 这个庄子有山,一万兵马驻扎在这里,恍若一座城墙。 太原府有高厚的城墙,但一万多的兵马更让人安心。 于是,城中很多人家都随着李大小姐搬到这里来。 有一些跟向家交好的,得以住进李大小姐的庄园,大多数则只能住在镇子上,或者租了房子,或者干脆买了名户们的房子。 至于名户们去哪里就不管了,他们已经给过钱了。 有军营驻扎,有富贵人家聚集,鲁亭镇变得比太原府还繁华热闹。 在这里,大家忘记了外边的纷乱。 冬日饮酒,山上还可以打猎赏雪,恍若世外桃源,人人感激李大小姐。 这天下给女儿陪嫁阔气的不少,但在大乱的时候,一出手就送来一万兵马的可从未有。 看到李大小姐的马车,大家纷纷打招呼围过来。 诶,大小姐要去哪儿啊? 大小姐是去军营吗? 大小姐,军营里的兵马好像少了很多啊。 听到这句话,大小姐的马车掀起,丫头说道。 太原府多地有乱,大小姐的兵马去平乱了,咱们这就是去太原府。 原来如此,不安的人们恢复了平静。 大小姐辛苦了,天儿这么冷呢。 大小姐早些回来呀。 无数的声音喊着,无数的视线追随着。 还有年轻的男女将手里的梅花抛向大小姐的马车。 前后左右的路上,那一辆华丽的马车行驶在白雪红梅上,恍若神仙腾云。 华丽的马车驶入太原府,意识引来无数视线。 街上,很多人涌过来,挥着手,喊着大小姐。 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去大小姐的庄园镇子上,但这个镇子属于太原府,有它在,大家都能平安。 直到今日,大家才意识到,贱南道大小姐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李大小姐在太原府,太原府就能平白多出一万的兵马,真正的兵马。 他们训练有素,铠甲兵器精良,马匹肥壮。 先前,李大小姐出手阔绰,吃喝用度奇珍,这些都是在她的宴席上被人看到,然后流传。 真切看到的只有那些内宅妇人,对外只是传说,现在一万兵马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地展示在任何一人眼前。 李大小姐威名远扬,无数人携家带口,奔太原府而来。 看把她得意的。 李凤锦站在门口看着驶来的车马,以及四周拥促热情的民众,冷哼一声。 李明奇裹着斗篷,金丝银线,白胡毛茸茸,衬托小脸粉嫩嫩。 四叔,能给大小姐扬名,让我得意一辈子? 她衣裙清白迈进门,这个丫头嘴皮子利索,李凤锦已经领略到了,不嫌不淡道。 你知道就好。 李明奇漫步向前打量四周。 四叔,太原府这边是叛军毕宫之地,你真不搬到我那里去? 动乱起的时候,李明奇携带向南的父母和愿意跟随的亲族搬去庄子上,李凤锦没有去。 此时再一次被问,他淡淡道。 李家的产业在城里,我不能舍下他不管。 也方便拿着李家的产业做事吧。 李明奇转头,似笑非笑。 比如,调动使用我的兵马。 开门剑山说正是多好,早知道他是为这个来的,李凤锦亦是似笑非笑纠正。 大小姐的兵马。 院门已经关上,里外皆是李家人。 既然四叔知道是大小姐的兵马,你竟然还敢拿去用? 你把剑南道的兵马当成什么?你请客用的酒,还是你炫耀的笔墨书画? 经历过上一次抢夺剑南道送来的年礼后,李凤锦就发现,这个晚辈小侄女儿在他面前越来越不像话了。 还真把自己当大小姐了,他靠的什么?他那个剑南道耀武扬威的爹吗? 剑南道的兵马送来,是来保护大小姐的,不是来给你当炫耀摆设的。 什么叫保护?保护你一个人不叫保护。 皮脂不存,毛浆烟腹,太原府侠内有多乱? 黎民受难,官府百姓求救。 怎么,不理不问就当没看到?留着这些兵马,给你看家护院? 我告诉你,戴太原府四周都沦为叛军之地,百姓们被奴役,别说一万兵马,就是两万三万,也守不住你一个中原。 李四老爷身穿青袍,头戴纹饰金,说话不温不火,但一番话落地有声,让在场的人心神摇曳。 大丫头念耳也恍若被兜头泼了一脸热水,面红耳赤,手足无措,不敢上前一步。 小姐裹着斗篷俏丽,微微一笑。 四叔,你不用用这些大道理来吓唬我,可说的可不是摆着这些兵马不让用,而是你哪来的资格调动这些兵马? 哼,资格?李丰安是我兄长,我是现今建南道都督的叔叔,李家四老爷。 你说我的资格如何? 这是你的身份跟资格无关。 这是建南道给大小姐的兵马,你不是大小姐,你就不能用。 我是护送陪同大小姐的长辈男人,这兵马我不动用,难道你自己来领兵调动吗? 我虽然不能亲自领兵,但… 姜辉。 一旁护卫中,安静势力如同不存在的男人立刻站出来。 温顺又带着几分讨好的失礼。 大小姐。 你来替我领兵。 小的虽然只是个管家,但必不负大小姐重托。 你虽然是个管家,也是建南道的管家。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袍吗? 李鸣其道,看了李凤锦一眼。 领兵这种事,还是让懂的人来做更好。 叔叔,你还是安心地写你的字赏你的花吧。 说吧,甩袖转身。 你…… 李凤锦面色铁青,刚开口,李明奇又回过头。 还有,男公子的事四叔已经知道了吧? 我已经给他写信让他回来,所以四叔不用担心。 论其领兵,男公子是本职。 说吧,将兜帽拉起盖在头上,碎步如风而去。 四老爷放心吧。 丫头念耳,恢复气势,对李凤锦失礼,一甩袖子快步跟上李明奇。 护卫们拥拥,遮挡着李凤锦的视线,门打开又关上。 院子里不见了这一行人,门外又喧闹声传来。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来尝尝我家的美酒吧。 大小姐,我家有组成的奇珍异宝,请收下吧。 李凤锦伸手指着外边。 你们听到没? 身边的蒲聪忐忐忑地点头。 齐小姐借着剑南道真是风光啊。 呸,我不是说这个,这风光都是大小姐的,跟她无关。 她刚才竟然要把一万兵马送给向南,她还是不是姓李? 四老爷,向公子是大小姐的姑爷,这应该是一家人吧。 哼,他们可不是普通夫妻,大小姐可不是普通的妻。 在有些事上,比如兵马,剑南道的权柄,向李两家,绝对不是一家人。 那怎么办?齐小姐真要这么做,告诉剑南道? 剑南道被老三把持,一手遮天。 可怜我的侄儿茗玉,他什么都不知道。 二哥在江陵府被困,现在只有我了,我一定会替大小姐茗玉守住他们的东西。 他将袖子一甩。 来人,从今日起,我们搬进军营里住。 现在去军营里住,可不是受苦,而是享福呢。 蒲丛们高兴得齐声应试,热热闹闹地收拾起来,驶离了太原府城,喧哗热闹也渐渐地散去了。 坐在车里的丫头念儿,脸上的得意欢喜还没散去。 小姐,所有人都喜欢你呢。 他握着手,一脸陶醉。 这感觉就像童云驾雾。 他们不是喜欢我,是喜欢我的琴,还有我的兵马。 李明琪眼神清明,玄机又眼睛弯弯一笑。 不过无所谓啊,这些喜欢本来就是交换,我会让大家喜欢我的。 小姐,你真厉害,当时说南公子死了,四老爷让这些兵马护着咱们回剑南道,你不肯去,我还担心呢。 现在看来,小姐你的决定太对了。 李明琪冲他翻个白眼,他又不是傻,去剑南道算什么,什么都不是。 在太原府就算向南公子死了,他也是他的妻子。 想到向南,他心里感慨。 当初真以为他死了,没想到那般熊剑中也杀出了一条生物。 南公子果然厉害,大伯父匆忙之中也没有看错人,给大小姐挑选了一个好丈夫。 但现在陪着南公子的是小姐。 傻不傻,不要总想着陪着男人吃苦受难不利不弃就委屈感动。 要想真打动一个男人,就要陪他见光丽业,祝他上青云。 小姐给南公子写的信已经送到向老爷那里了,老爷说会快马加鞭送到南公子手里,他一定会明白小姐的心意。 一阵寒风吹过,向家宅院里几乎看不到人,很多妇孺都搬到了李明奇的庄子里,一向拥挤宅小的院落,显得有些空旷。 向武老爷一个人慢悠悠地走着,重新收到向南的信后,从要连丧两子悲痛中走出来的他,肉眼可见地将瘦下去的肉又长回来。 他迈进向老太爷的书房,向老太爷的书房里暖意浓浓,散发着酒香,带着舒适,但面色潮红的向老太爷却皱着眉头。 父亲,什么事? 向武老爷忙收起余月,紧张地问。 是小南又有什么消息? 向老太爷摆手。 是向云。 向南是他的命根子,向云则是他头顶的天。 是向家风光荣耀的最大靠山。 向武老爷更加紧张。 六弟怎么样?又受伤了吗? 受伤倒是不重,重的是引发受伤这件事。 向老太爷将建南道借兵向云出战,却遇刺的事说了。 向武老爷听完,面色凝重不安。 这个刺客真的跟向南道脱不开关系? 虽然建南道和云二对外都说是安康山派出的刺客。 但是,我们自己没必要自欺欺人。 云二还不只得安康山单独派出刺客。 虽然在老太爷的书房里,向武老爷还是忍不住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 是不是李逢安的事被发现了? 物证已消,人证已死,这件事绝对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向老太爷肯定地说道,但也摇头。 不过这世上事情,但凡做过就必然会留下痕迹。 没有事情是绝对的万无一失的,所以建南道那边,肯定有人猜到了什么。 向武老爷思索沉隐。 是那个元吉吗? 所以他带着大小姐消失了,其实是不想跟我们联姻,更不会把大小姐送到我们手里。 嗯,我和云二也是这样猜测的。 元吉可是李凤安脱孤的人,建南道也都是他的人,这可如何是好啊? 那又如何呀? 他没有直接打杀云二,而是躲起来。 可见是没有证据,也没有能力承担揭穿这件事的后果。 向武老爷点头。 六弟在建南道的地位和人品也是不容质疑的,李凤安不在了,建南道经不起动荡。 但他一日不除,始终麻烦,现在已经困住六弟了,六弟连建南道也不能去,那如何掌控建南道的兵马。 向老太爷摩缩着扶手,眯着眼。 嗯,我们现在有小男。 向武老爷坐直了身子。 元吉躲着,将李三老爷摆出来,那么我们就靠李三老爷。 毕竟现在嫁到我们家的是他的女儿。 看那个不能见人的元吉怎么办。 向武老爷脸上展开笑意。 李三老爷这个女儿真不错,不用我们提醒,他已经写好了信,请小男回来带兵。 向老太爷呜了声,更在意另一件事。 哦,他把信送来给你? 向武老爷点头,将信拿出来。 我是来拿给父亲看的。 信是拆开的,他显然已经看过了,向老太爷摆手。 不用看了,给小男的信他都不用李家的人去送,而是交给我们,这就是他表达的诚意。 向武老爷一想,也反应过来了。 他还挺聪明的。 因为他是假的,真的大小姐不需要聪明。 真的大小姐,无欲无求,不需要思虑做事是不是周全。 这么看,取姐来个假的更合适。 向武老爷笑道,有些迫不及待起身。 我这就去给小男写信。 向老太爷示意他坐下。 你就算了,小男不喜欢听你说话。 他六叔已经写了,你就不要添乱了。 这个逆子也不知道想什么呢,从小到大都让六叔费心了。 向老太爷看向窗外,寒风中有雪栗子息息所所落下, 醉意似乎重新凝聚在眼中。 嗯,年轻人想太多,不知道天高地厚,以为随心所欲才能证明自己厉害。 没有了家族,哪儿来的随心所欲啊。 雪栗子刷刷,渐渐变成雪花。 满天雪花飞舞中,四个蒲冲穿戴厚实的行装,携带精良的兵器, 骑着骏马奔驰出了太原府城。 站在荒野里,枯草中的一行兵马目送他们。 慧眼,我们干嘛? 一个兵问,管家将会免虚。 不用了,大小姐那边的消息说向南在宜州附近,宜州和宣武道都有我们的人马,他们到了那边,翻不出风了。 说吧,他打个呼声,飞雪里便有一群马奔来,草丛里的兵丁们纷纷上马。 都督按照大小姐的吩咐把兵马给我们送过来,我们那么接下来就好好做事。 附近的叛军我们来平,百姓我们来护,四面的通路我们查控。 这显然不是那位让他守护好镇子庄园以及富贵有钱人的大小姐吩咐的,兵马们笑着应声。 从不能连中旗那小子都不如吧? 哈哈,你看到中午写的信了吗?竟然自诩小八部将。 他们笑着催马,马儿,羊蹄,思母,远行的人们被喧嚣的声音引得回头,看到在一片雪雾中若隐若现的身影,但依旧能认出。 是剑南道的兵马? 一个相家的随从说道。 现在大小姐领兵呢? 另一个随从脸上浮现笑容。 很快就将是南公子领的兵了。 他说吧,羊鞭催马。 我们速去。 马蹄在雪中急迟向东,走大路穿小路,冒风雪披叶色,过小城冒险净。 越往东走,路越难走,所过的城池乡镇越凋敝,路上逃难的流民越来越多,触目的场景也越来越惨。 城池有叛军遍布,荒郊野岭有山贼横行,所有人都在惶惶地奔逃,想要逃到一个能安身立命之处。 今日相家扑从四人,落脚的是一个有高城墙兵马的城池。 但尽管如此,半夜入睡,大家依旧警醒,当外边传来第一声动静的时候,四人就翻身起来了。 地面有震动,是马蹄。 城门有跑动,守兵们在上城了。 所以是有叛军袭来的吗? 四人急忙奔出客栈,看着大街上跑动的兵马,整个城镇都被惊动了,而城门外也传来厮杀声。 大家不要怕,不是攻城,是叛军在追杀民众的,只有十几个叛军。 更确切的消息传来,惊恐的众人松口气,但玄机又悲哀。 叛军追杀民众也并不是什么值得欢喜的消息,只是这种事太多了,悲哀也麻木了。 城门是万万不敢打开的,纵然城中有比十几个叛军多得多的数千守兵。 谁知道那十几个叛军后是不是有数百甚至更多的人。 有高城墙的还不一定挡得住,打开了城门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他们能做的只是等叛军杀完走了,出去把这些可怜人的尸首收敛一下。 乱世中能有一条席子裹身安葬也很难得了。 城墙上的手兵咬牙堵住耳朵,但片刻之后有人喊起来。 诶,不是叛军屠杀流民,是叛军在围攻一个人。 这叛军好像还有点打不过那个人啊。 这么厉害啊。 守兵们惊讶地站起来向城外看去,江明未明的时候夜色最深,城外远处浓黑中散落着火把,照出撞动的人影马匹。 有人影在奔逃,有人影在厮杀。 厮杀聚集在火光中,十几个铠甲闪耀,长枪刀剑发出刺耳的声响,混杂着骂声喊声惨叫声,可以看到其内皎洁的人影跃动,火光照耀下那人身高瘦长,手中两把刀飞旋。 随着刀光飞旋,围拢的兵不断地倒下。 真的是一个人,他没有穿开甲。 站在城墙上的守兵们看着发出惊讶的议论,而与此同时,城门下也传来了哭喊声,那些从厮杀中奔逃的人们来到了这里。 救命啊,开上门啊! 求求你们!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哭声混乱,但混乱中也有冷静的声音。 不要哭,不要忘了一世的叮嘱。 对啊对啊,城里的人呐,请听我们说呀,没有大批叛军,叛军只有十几人,请让我们进城躲一躲吧。 听到这些话,城墙上的守兵们神情微动,一直站在最高处的将官,看向更远处。 远处,夜色浓浓,天地融为一体,的确看不到异动。 与此同时,厮杀声越来越小,散落地上的火光被践踏越来越暗淡,铠甲的寒光也渐渐消失。 城墙上的将官抬手一挥。 开城门! 火光照亮了城门,兵马奔驰而出,一队向厮杀处奔去,一队则围住城门前哀哭的民众。 浓黑散去,天光渐亮,城外的厮杀声已经平息。 被惊醒忐忑不安的城中民众也渐渐地向这边涌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城门前的街道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的嗡嗡热闹,将已经打听清楚的消息传达给新来的民众。 这种事很常见,有不少城池乡村被叛军劫掠,民众失去了家乡,不得不寻找新的求生之地,而在路上遇到危险更是难免。 叛军会抓青壮当民夫,奸淫女子,虚感老幼如牲畜,当人盾填护城壕沟,或者虐杀威胁恐吓城池的守兵民众。 总之,遇上叛军,九死一生,但现在这群流民数量还不少,围观的民众点脚向内看,各个年龄的男女都有,形容狼狈,不过并没有受太大的伤,尤其是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大家不有感叹。 哎呀,运气不错了,这么多人能活着跑到我们这里。 如今这个世道,也只能苦中作乐,感恩,不幸中有万幸。 那些幸运的流民,呼得发出哭声,比先前在城门前求救还要悲痛。 这还什么事了? 围观的民众再一次永永探看,见散座的流民向一个方向围拢,那里有兵将聚集,兵将们让开,一个拎着药箱的大夫走出来,对着大家摇头。 哎呀,不行了,伤太重,没救了。 他说的,大夫走出来那边的人分开一条路,围观的民众于是看到地上躺着一人,浑身浴血,很是吓人。 哎呀,是吧! 流民们哭喊着将这边又围了起来,挡住了众人的视线,随着大夫走出来,消息也散开。 原来,这就是昨晚一人击杀十几个叛军的义士,也是他护送着流民一路逃到这里, 只是,到底一人占十几人受伤太重就要不行了。 可惜了,民众们感叹,争相点脚,要看清这位义士。 站在近前的兵将们,不仅能看清这个义士的样子,还亲眼看了先前厮杀的惨烈。 此时,看着英雄将死,神情更加悲痛。 躺在地上的义士,脸上神情却很平静,还露出一丝笑容。 义士啊,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跪在他身前的一个老者流民哭道。 至少让我们知道您的姓名夹在何处啊? 我是一个,游侠儿,死海为家,无牵无挂,没有什么可交代的。 意识到,说到这里又停顿下,放在身侧的手艰难地抬起,似乎要在腰间找什么。 如果有的话,只有一件事。 老者忙握住他的手助力,这个游侠儿的手落在了腰间,拿出了一块精美的玉佩。 我曾得斗陷五少夫人的赏识,她赞我有一技之长,相赃美玉,只受五少夫人的兵马粮将众多。 我去意不清,不曾为其出力。 游侠儿将手举在眼前,她的双眼已经涣散,看不清这块美玉,但脸上还是浮现笑容。 如果能有心见到五少夫人,请告诉她,我到底只是有一技之长,贫不了乱世,见不得功业。 但我齐谢阳,一战而死,此得其所,不负此生和美玉。 她将美玉塞到老者手里,又一笑。 当然,想不到也无所谓,你们把这个卖掉,换一口粮,活下去。 老者捧住美玉颤声。 你岂敢,岂能啊。 话没说完,这个游侠儿的手,送来垂下,重重落地,溅起尘土,已然死去。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这游侠儿,临死也没有听到承诺呀。 老者大悲,放声大哭。 四周的流民,不分男女老少,齐齐俯身大哭。 围观的民众们停下一轮变得安静,神情与之同悲。 站在人群里的相家蒲丛,看到这里叹口气。 悲伤是悲伤,悲伤之后还要继续活下去,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们收回视线,挤出人群,重新回到客栈。 一夜没睡好,再继续休息。 一天一夜后,养足了继续长途跋涉的精神。 天刚亮,他们来到城门等候开门离开。 城门前,已经有一群人在等待。 现在出外行路是很危险的,不到万不得已,大家都躲在城池里。 这么多人出城很少见。 待看清这些人之后,大家更加惊讶。 这是先前,被那群游匠护着逃进来的一部分流民。 这个城池已经收留他们了,经历过危险,就更知道城池护佑得可贵啊。 他们怎么这么早就急着往外走? 你们要去光州府? 城门的守兵也很惊讶。 疯了吧,那么远? 流民为首的老者,神情平静又坚定,眼底还残留着悲伤,但并没有疯狂。 那位义士说,要护着我们去光州府。 他说哪里有武少夫人,哪里就有好日子过。 光州府武少夫人的事迹,城门守兵也知道。 光州府率兵抵抗叛军,护住半个淮南道,他们也有所耳闻。 安德忠都退避放弃淮南道,转而进攻东南去了。 光州府应该是很安稳,到那里不会再担惊受怕。 只是…… 从这里到光州府,还有很远呢。 这一路上,可是难免危险啊。 为了去传说中能过好日子的地方,半路上丢了命可不值得。 尤其是现在,明明已经能够有安稳的栖身之所。 流民们听了这些,还是坚持要去光州府。 老者更是将手紧紧地按在身前。 守兵们叹口气,知道那老者身前按住的,是那个死去的游匣留下的美誉。 那个游匣给他们宣扬了光州府,现在游匣死了,这些流民还是坚持要去光州府。 是执念,还是为了报答这个游匣? 不管是因为什么,这都是冲动。 守兵建议他们冷静一下,知道他们被那游匣意气感动,难免热血冲头。 待冷静过后,就会知道这没有必要。 不过,以死而。 老者谢过守兵,笑了笑。 我等像死而生吧,也算是有个笨头。 守兵看到他们的确不听劝,便也不劝了。 流民留在他们这里也是麻烦,城里可养活不了这么多人。 城门打开,这一行流民扶老邪又走了出去,劫后余生的惊恐还没散去,眼中又有着坚定。 向家的随从们对视一眼,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只要是个正常人,都会选择留在这里。 那个游匣救了他们的命,他们好好活着不才是报答吗? 竟然一心跋涉,要去光州府。 可怜又可叹吧,人各有命,这些流民的命就是去光州府完成那位游匣未尽的目的。 而他们则是要把信送到公子的手上,就关系着向家的未来,为此不惧艰险不畏生死。 向家的随从们裹紧了身上的行囊,拍马离开了城池。 陈光从高高的天下铺开,笼罩大地,俯瞰地面上奔走的人们恍若蚂蚁。 蚂蚁在苍茫的大地上很弱小,一阵风,一场雨,一直踩过的脚都能毁了他们的家园和性命。 但数量多了,也不容小觑。 前方的大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就好像蚂蚁,在远处的城池则是蚂蚁洞。 向南觉得,好像很久没有见过蚂蚁洞,也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多人。 但好像也并没有多久,安康山叛乱,先帝驾崩,天下大乱其实还没有到一年。 曾经的盛世安稳已经恍若隔世了,好多人都想不起来曾经的日子是什么样了。 不过,走过影尘进入淮南道,尤其是越接近光州府,看到的场景越能勾起记忆。 路上走动的人接连不断,有穷人也有富人,有车马也有靠步行。 但与其他地方不同,这些行路的人脚步平稳,神情也不惶惶,没有四处张望,恐惧来处,茫然去处。 路边散落的村落里又鸡鸣吹烟,尘二去村里借水喝的时候还被一条狗咬了一口。 狗仗人事,乱世里的人都惶惶不安,狗更是夹起尾巴。 田地里还有人在忙碌啊? 尘二伸手指着远处。 这大冬天的,做样子吗? 向南,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贵公子,看着远处的田地。 他们在烧荒草鸡肥,这样开春的时候,田地会很壮。 都已经想到开春种地以及来年秋天的收成,可见是安心了。 响亮的鞭子声伴着马提升传来。 进入淮南道后,随从已经熟悉了,立刻牵着马向路边避让。 一队兵马急驰而来,大陆上的行人也已经都避开了。 兵马铠甲鲜明,身上携带刀枪剑,形容肃母,满身都是散发着血腥气。 这时候在中原腹地的兵马,也都是见血杀过人的。 不过,与其他地方不同,路人避让匆忙,神情并没有惊恐。 有的司空见惯不理会,有的则饶有兴趣地端详这些兵马。 这是郑武军还是光州府军啊? 诶,非也非也,我看是风威军哪。 他们还有闲心猜测议论,这样的日子,的确是好过得很。 向南感叹,扣鼻尖,还有隐隐的香气传来。 他还没有去寻找来源,陈二已经高兴地松开缰绳。 哎哟,又有热粥可以吃了。 他说的,搓着寒风吹浆的手,快步跑过去。 向南慢悠悠走到粥棚前时,陈二已经拿到两个乘着热粥的竹筒。 有些城池也有权贵富豪,响应五少夫人诗粥, 但很多人宁愿忍着多走一段路去吃五少夫人的粥。 陈二在路上听到这个说法时,很是无语, 这里的人的确是日子过得太好,灌出来毛病了。 五少夫人是神仙,喝了他的粥能保平安。 是粥的两个妇人大声说道, 这种话凡夫于妇才会信。 陈二将竹筒递给向南, 二人就在路旁的石头上坐下来歇息喝粥。 粥,血切说叫歇汤, 掺杂着干菜,喝起来咸滋滋, 比汤茶饱腹,比茶水有味。 一竹筒喝下去,浑身热乎乎充满了力气。 来吃粥的多数是流民或者乡人, 向南喝粥,他们则看向南。 这个好看的公子用竹筒喝粥, 喝出了饮酒的美感。 你们是哪里人啊? 负责施粥的妇人好奇地问。 他不只是问向南和陈二, 跟每一个来喝粥的人说笑, 妇人们喜欢闲扯, 尤其是熬粥洗刷烧火,很无聊。 喝着人家的粥, 路过的人们心理上也会对他们亲近, 闲谈也是休息。 陈二熟练地胡乱说了个地名, 妇人也并不追究, 他们需要的可能只是说话而已, 至于说的什么并不在意, 继续询问是来做生意还是投亲。 这里还可以做生意吗? 这世道还有什么生意做? 向南笑道。 当然可以啊。 妇人们也笑,伸手指着前方。 在我们淮南道做生意, 如果你出得起钱, 还可以请兵马护送。 一路所见都能淡然一笑的向南, 脸上浮现惊讶。 这个时候的兵马, 还能雇佣去保护商人做生意? 这个武少夫人疯了吧? 他更加好奇地想要去光州府了, 将一竹筒的菜粥喝完, 带着陈二上马赶路, 喝粥的人也走了一瓶。 主粥烧火洗竹筒的三个妇人, 今日做工的时间也到了。 村子里有三个妇人说说笑笑地走来, 两方人互相打了个招呼, 先前的三个妇人便回去了。 其他两人静止回自己家中, 主粥的那个妇人则进了李正家里。 李正年纪很大了, 闹乱的时候也跟着人往外跑, 跑了没多久就躺在路上不跑了, 说宁愿死在叛军手里, 也不想颠沛流离。 这个宁愿死都不想受苦的老头, 此时眯着眼拿着笔写写画画, 不时地打个哈欠, 而桌子上摆着石盘, 一碗粥, 一碟菜蒸饼都已经凉了。 书祖。 妇人大声喊道, 也不管老头忙不忙, 我当职的时候, 吃粥路过的有十人, 都是外乡人。 李正忙摆手。 慢点说, 慢点说。 一面将手里的纸拿开, 重新拿了一本册子, 打开翻开几页, 在上面写个日期, 然后才到。 说吧。 妇人便将今日诗周闲谈询问的 每个人的年纪身家来历奖来, 李正也不询问分析 这些自曝家门的真假, 只记下来, 官府吩咐过, 要统计进入光州府的人口, 好随时掌握口粮食物是否充足。 妇人说完回去了, 李正继续审视整理。 你怎么还没吃饭呢? 老七过来看, 有些无奈。 还要热一遍。 李正已经站起来。 不用了, 我该去镇上了。 他将一堆文策包起来, 匆忙地向外走。 他们这个村子当时受了劫掠, 他自己家的牲口 也都跑光了, 进城的话要自己步行。 走出屋子, 老李正有些头晕, 肚子也咕咕叫, 这才想起有两顿饭没有吃了, 但还有很多事要忙, 顾不得坐下来吃了。 老李正喊老七拿了干饼子, 扯过一根木棍, 住着急匆匆地走了。 哎哟, 这真是太遭罪了, 比逃难还苦呢, 你怎么不寻死了? 老李正没理会老七地调侃, 木棍蹲在地上, 脚步走得咚咚响, 怕苦吗? 其实不是的, 人怕的是不知道怎么活。 不行地骑马的人, 在路上或者快或者慢地走着。 冬日的薄雾中, 前方一座城池隐隐可见, 向南抬起头看去, 那就是光州府。 光州府是向南熟悉的样子, 并不是说他以前来过, 而是说城池该有的样子。 来来往往的人群, 骑马坐车步行,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大路上有各种十四茶棚, 其内有不同口音在热闹地说笑, 能让人感受到乱世正在征战的, 是城门数量众多的, 以及不时经过的兵啊。 哎,小爷, 这里竟然有人卖马。 陈二从大路一旁跑回来, 惊讶地说道, 在路边的十四茶棚后的空地上, 有的搭着棚子在售卖各种零碎, 有的则圈起了地方, 关着牛羊鸡鸭, 不过牛羊鸡鸭没什么, 现在这个时候, 马匹可是稀缺贵重, 征战要兵也要马匹, 各地的兵马入驻, 第一时间就是去抢战控制马场, 官家的马场, 商人的马场都不例外, 现在路上哪里还有商人敢带着大批的马行走? 向南随着陈二所指看去, 果然看到一块被围起来的空地, 里面拴着大小不一的马, 品质算不上多好, 但这件事的要点也不是品质, 而是数量。 说是山东的马上。 陈二机敏打听了来历, 向南明白了, 从山东到淮南到, 沿途不少地方都在这位武少夫人手里了, 所以开商路护着这些商人也没有什么困难, 只是这个时候做这种事。 一根糖葫芦呼得递到了他的眼前, 陈二笑嘻嘻地自己啃着一根, 还有卖这个的, 我好久没吃了。 糖葫芦不算什么稀罕物, 冬天里大街小巷城镇村落都可以见到, 向南伸手接过, 不过今年的冬天还是第一次见, 他抬头看前方, 见一个货郎扛着糖葫芦叫卖穿行, 这种小生意不需要多大投入, 挣得也少, 是可有可无的生计, 在最不需要考虑生计的时候, 才会有人来做这个, 现在这个时候。 孩童们的笑声传来, 向南的视线落在货郎身后, 一群四五岁的孩子跟着他蹦蹦跳跳, 有的手里举着糖葫芦, 大多数则只能眼巴巴地望着流口水, 拿到糖葫芦的在笑, 没有的在期待, 还有的因为吃不到哭起来, 因为一个吃时笑或者哭也是一种幸福了, 向南催马走到那群孩子身旁, 将手里的糖葫芦举高, 日光下, 红通通闪亮吸引了孩童们的视线, 视线也落在向南的脸上身上, 这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公子, 长得好看, 穿得也好看, 是个有钱的人, 进出光州府的有钱人, 在五少夫人的影响下都乐善好施, 孩童们眼睛闪闪亮, 这个好看的哥哥, 会不会将糖果送给我们吃啊? 向南举高了糖葫芦, 让大家看够, 衣袖一抖, 舒展收回手, 夜口咬下两个, 嚼着的咯吱咯吱响, 薄唇沾着糖鲜亮, 孩子们的哭声更大了, 尘儿眼面踹了向南的马一脚, 马受惊, 带着向南向前挤走离开了这里, 向南骑着马到了城门前, 城门虽然有守兵, 但并不对进出的人眼差, 只是打量着, 拉满货物的车, 挑着的担子, 四下乱看两手空空的人, 以及马背上腰里鼓鼓囊囊的兵器形状, 只是打量, 似乎看透一切, 但又似乎什么都没有看到, 尘儿按着腰里的兵器, 走过去忍不住回头, 真的不查吗? 随便接? 现在大多数城池城门都不开, 开的也是有时间限制, 进出都被搜身, 携带兵器的休想通过, 他可不信, 这些守兵看不出自己藏在衣服下的兵器, 向南没有回头, 也没有惊讶。 当然随便进啊, 你忘了吗? 大厦的城池从来都是随便进啊。 尘儿原本就是守城兵, 听到这句话愣了下, 想了想才想起来, 又有些苦笑。 哎呦, 那是以前, 现在…… 他看着前方, 入了城, 繁华更加扑面, 尘儿感受到这个光州府, 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他视线落在街上一个乞丐老妇身上, 乞丐老妇形容狼狈呆滞, 但并没有什么将死挥败之气, 就算没有家和亲人, 他饿了能随时去城门用竹筒喝粥, 虽然不算美味佳肴, 但能让他活下去, 城外有专门给流民乞丐住的窝棚, 简陋能格挡风雪。 尘儿至今没有找到他的娘, 当初阎县驱散了民众, 大家四处逃生, 阎县如今归属叛军, 战事有大局, 他不可能带着兵马杀去阎县, 只为了寻找自己的娘, 那样会让很多娘失去儿子, 继而让更多的儿子失去爹娘。 他希望娘还活着, 如果是在光州府这样的地方, 娘一定能活到自己找到她的时候。 他呆呆地想着看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才发现自己在城里转圈。 向南正好奇地看一家铁匠铺, 有人在跟铁匠说话, 两人拿着铁似乎在研究橙色。 哎呀, 这次打得不行。 那就再等等, 听说武少夫人想要打一套精良的铠甲, 估计会有商人来卖好的用料。 到时候我也花钱, 买一些好用的用料。 铁这种东西, 竟然也能运来买卖。 光州府的生意真是做得太大了, 这得有多大的吸引力啊, 去保盆吗? 陈二戳他。 小爷, 你干什么呢? 向南摁了声, 收回视线, 那边铁匠铺也不再议论这个, 叮叮当当地锤打起来, 热火朝天。 陈二不高兴。 乱转什么呀, 你不回家偷偷摸摸自己跑到这里来, 怎么还不去见那位武少夫人? 哦, 我这也是见了武少夫人呢。 陈二瞪眼, 听不懂, 向南伸手指着四周。 这一路上, 这一座城里, 到处都是武少夫人, 到处都在说武少夫人。 那个女子虽然不见面, 已经跃然在向南眼前, 她慈悲供养万民, 她又吃穿用肚奢靡, 她嫌疏闭门, 奉养婆母, 她又勇武, 敢亲自领兵征战, 陈二还是不懂。 大家都在说她又怎么样? 我要确认一下我该见谁呀, 人人说的都是武少夫人, 而不是她的丈夫武鸦儿, 所以这一切都是这个武少夫人成就的, 她是这里的主人。 确定了要见武少夫人, 向南便带着陈二前去。 武少夫人还住在府衙后宅, 府衙前有官兵助手, 彰显诉讼。 府衙后另有一门, 是武少夫人出入的地方, 这里没有官兵助手, 但却更无法靠近。 这里比府衙前要阔了, 此时挤满了人, 有座有战, 有人在说笑, 有人在闭目养神, 甚至还有人在喝茶。 有穿着打扮华丽, 也有穿着简单, 甚至狼狈像乞丐。 有人身边摆着香笼, 有人两手空空, 也有人佩戴着刀剑。 陈二看得瞪眼, 这是集市还是留民所呀? 这是在等候武少夫人。 向南倒是不奇怪, 一路在城里已经看到听到了, 武少夫人奢靡, 看中的出手就是重金, 但又说不准什么是她眼里的奇珍异宝。 有人卖出了一个踩自深海龙宫的珍珠, 价值千金, 珍珠被武少夫人在没有月亮的夜晚悬挂在庭院里充当月亮。 但也有人背着一棵花树撞运气往前挤, 竟然也被武少夫人重金买了, 因为武少夫人想要用树枝叶煮肉, 味道有异香。 没有人知道武少夫人想要什么, 所以什么样的人都来了, 想试一试运气。 聚集在这里的人太多了, 光州府的妇人, 还有其他地方逃来的妇人们也都有钱, 于是不能卖给武少夫人, 大家的生意也能越做越大, 到最后官府也来买东西了。 官府买的不是珍宝, 是米、面、粮、油等等物资, 虽然这些东西担价不高, 但数额大。 但此时, 乱世数额大很危险, 有一个粮商冒风险, 从其他地方运粮, 半路被一群叛军截杀。 消息传到光州府, 知府很生气, 派出了兵马将那群叛军击杀, 而且还放出话, 如果有商人货物多, 距离远, 可以上报官府, 请兵马护送。 这一下, 人们胆子更大了, 生意做得更多, 做得更大。 光州府, 或者说武少夫人郑武军所在地方, 就这样变得繁华热闹起来。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他们的眼很敏锐, 早已经盯着走过来的向南和尘二, 尘二随便说了个地方。 你们不用往前挤。 一个男人说的, 尘二哼了声。 这又不是你们家门? 那人只是笑, 并没有阻拦, 这的确不是他家门, 他们可不敢在这里乱闹, 只是尘二向南走了几步, 又被人拦住了。 把你们的兵器放下。 这是几个摆着刀剑的, 像是乞丐的男人, 他们的视线淡然又警惕地盯着尘二和向南的衣袍。 尘二哈了一声, 斜眼看着几人。 你们比我们长得好看吗? 你们可以拿着刀枪, 不许我们拿。 一个长得不好看的男人打量向南。 你们是来做生意的, 我们是来护卫少夫人的, 所以你们不能拿兵器, 我们可以。 尘二要反驳, 向南已经将衣袍下的剑拿出来, 放在那男人的脚边。 尘二便咽下不满, 将刀剑刷啦啦拿出来。 这些男人们倒没有嘲讽或者质问 为什么藏着这么多兵器, 将伸出的腿收回去, 向南笑了笑, 迈不过去。 这一次没有再阻拦到了门前, 尘二上前叫门, 门应声开了, 一个面容老实的老仆走出来。 公子有什么事啊? 他和蔼地问, 光州府口音, 向南心里辨认。 或许是光州府本地人, 也或者是故意掩盖来历。 心中闪念, 抬手失礼道。 某, 想拜见吴少夫人。 老仆司空见惯, 含笑道。 哎哟, 不巧少夫人出门了, 要过几日再回来了, 到时候公子再来吧。 出门了? 向南有些意外, 尘二则恼怒地回头瞪那些人。 这些人竟然不说! 人们似乎就等着这一幕, 都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向南倒是没有生气, 笑了笑, 拦住要关门的老仆。 我留下铭帖, 请老丈转交吴少夫人。 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习惯, 老仆笑了笑白手。 公子是售卖东西的, 还是等少夫人回来吧, 亲自问过少夫人, 才知道她要不要见公子。 竟然不收铭帖。 向南想了想, 直白道。 我不是商人。 她将铭帖拿出来, 没想到老仆还是不熟, 看都不看向后退一步, 态度更加有理。 公子不是手买东西, 那请去衙门吧。 我家夫人不便见外男, 铭帖到那里, 有什么事告诉他们, 官府会先斟酌。 不见外男? 听说这位武少夫人, 曾经观赏游侠二比武, 让他们脱光了, 争抢穿戴她扔下的金银珠宝。 她也亲自纵马, 率军奔驰征战, 这军中可都是男儿呀。 向南笑了笑, 倒也不以为意, 人在不同的时候需要不同, 形势也不同。 现在的武少夫人, 名声已经大振, 需要的是韬光养晦。 向南收起了铭帖。 好, 我去官府那边。 她相信, 自己的铭帖递过去, 光州府会第一时间报给这位武少夫人。 光州府先斟酌这种话, 民众会相信, 她可不信。 这光州府, 就是武少夫人摆着的门面。 光州府门上的官吏, 态度客气地收了铭帖, 请她留下地址。 向南, 先前已经看好客栈, 将名字说了, 带着陈二走出来。 公子, 你应该说我们白袍军。 陈二有些不满, 官吏没有露出惊讶, 如雷贯耳的态度。 太原府还是离光州府有些远吧, 这些官吏不知道向是南公子, 但白袍军现在可不是无名之辈。 太原府向南也终将会弥满天下。 陈二耸奸, 她跟上向南, 离开光州府衙门, 走入繁华热闹的街道。 我还是有些不明白, 武少夫人做这些有什么意思呀? 此时战乱, 这么有钱应该养兵啊, 怎么花费在商人身上还有那些流民啊? 这么有钱, 铠甲兵器, 还有重重的兵响, 能养出无人敌的雄兵。 有了雄兵才能互助更多的城市, 才能更快地平息叛乱。 怎么会有人在这个时候拿着钱去做别的事啊? 因为武少夫人要活成, 以及活人。 活成? 陈二更不解, 向南示意她看这条街道, 街道阔廊, 店铺临次致笔, 酒楼里有香气, 甚至还有乐声歌声。 大街上人来人往, 有忙生计的, 有悠闲逛街的, 有聚众闲谈, 有本地人也有外来人, 有流民有富商, 还有携带兵器的独行人。 他们各有目的, 各有忙碌, 各有心思, 在这城池里像水一样流动, 生机勃勃。 不过, 武少夫人为什么这么做, 她也有些不解。 说句难听的话, 如今这个乱世, 要想做成大事, 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先死人, 再活人。 如同, 一将功成万古枯, 要平息战乱, 只能征战厮厮杀, 凶猛无情, 平叛安稳了天下, 再来, 慈悲怜悯, 修养生息。 否则, 极有可能让征战无休无止, 这样会死更多人。 妇人之人吗? 一切, 等亲眼见了这位武少夫人就能明白了, 向南丢开不再想。 但过了五天, 武少夫人还是没有回来, 向家的家信, 以及随从先来了。 自从, 陷困于安康山镇中, 再到杀出重围成军, 向南跟太原府断了消息, 不久前才重新派人送回了消息, 恢复了联系。 公子怎么不说一声就离开华州了, 差点错过呀。 向家的随从们, 风尘仆仆, 站在屋子里起嘴巴舌抱怨, 成二则将桌上摆满了一溜的吃喝, 见凤插针介绍, 这是梨浆, 这是糖葫芦, 这是炸鱼儿。 随从们也见凤插针地吃喝着, 从太原府, 到华州旅途凶险, 他们躲避叛军, 风餐露宿, 受了不少苦, 好容易到了华州, 说出太原府相氏的名号, 果然, 这里真的如家中猜测的那样, 这里是南公子的地盘, 兵马, 包括官府, 都对他们以礼相待, 立刻见到了一成军的首领, 也就是向南留下的副将, 副将告诉他们, 向南离开华州了, 随从抱怨。 公子写信回去的时候, 也没有说要回家。 向南笑了笑, 我接到了叔父的信, 让我回去一趟。 随从们便不抱怨了, 他们是向老太爷的随从, 但在向家说话, 更管用的是向云。 公子怎么又到这里了, 要不是遇到公子留下的亲兵, 我们差点错过呀。 听到向南离开了华州, 回家探亲, 他们顾不得歇息, 立刻从华州离开追, 一路不算辛苦地追到光州府来。 之所以不算辛苦, 是从华州到光州府这条路, 叛军不常见, 而且还有城池开门村庄活人, 他们可以入城借宿, 可以过路村庄买食物, 恍惚就像以前行路般轻松, 吃喝上更是舒适。 他们见缝插针地端起梨浆, 咬一口糖葫芦嚼着炸鱼儿, 抱怨的声音变得含糊。 公子只带了一个人跑这么远, 太危险了。 这里怎么会有危险呢? 同为我大下卫军。 向家的随从咽下一口碎糖, 叹口气。 公子你们被叛军隔离在这东边, 还不知道外边有多乱了。 他们在太原府没有跟叛军征战, 却有各种混乱的消息传来, 再加上作为随从奔走在太原和龙幼, 以及这次又到华州, 一路上亲眼见了很多事。 百姓流离城池破败, 叛军越来越多且不说, 卫军之间也乱了。 河南道那边有个城池的将军被另一个城池的将军杀了, 那杀人的将军用自己的小舅子领了这个人的兵。 向南倒是没想到, 神情惊讶。 河南道的观察室不管吗? 另一个随从咕咚咕咚喝完最后一口梨浆, 擦着口水道。 管啊, 河南道的观察室立刻抚慰那位杀人的将军, 唯恐他带着兵跑。 卫军已经不仅仅是大下的卫军了, 先帝死后群龙无首, 卫军变成了节度室观察室领兵, 大将军们的私兵。 向南漠然, 这种事他已经想过, 但没想到这么快, 而且新帝已经登基了, 还是没有压住。 光州府这边是镇武军, 凶得很, 公子孤身还是小心一点。 向南笑了笑, 岔开这个话题, 问他们带了什么。 随从们一口气吐尽, 也吃饱喝足, 开始将家信衣物等等堆出来。 父亲的责怪, 母亲的眼泪, 祖父的赞扬, 亲朋好友的牵挂都被摆在桌子上, 然后单独拿出来一封。 哦, 这是大小姐的信。 随从态度恭敬地说道, 李大小姐嫁入向家, 向家并不敢以向家父相称, 不信向, 在向家上下也是敬称大小姐, 称呼大小姐, 已从没有人会误认成向家的大小姐。 知道这位大小姐是三小姐的并不多, 不知道才能不作假。 向老太爷就是要大家对大小姐的真心相待, 真心才能换真心。 大小姐可厉害了, 战乱开始的时候啊, 大小姐立刻带着大家去庄子上, 李家的护卫也都来相互。 随从们, 七嘴八舌争先恐后, 讲述李大小姐的事, 向南接过信打断他们。 大小姐还收留了所有来投奔的人, 多亏有了大小姐, 大家的日子过得还跟以前一样呢, 现在整个太原府以及四周, 人人都赞美大小姐, 人人都向往太原城。 我要看信了, 你们去歇息吧。 又喊尘儿。 笔墨指宴, 去准备一下。 夫妻久别重逢, 有很多相思要素, 大家就不要打扰了。 随从们笑着应声势, 尘儿安排他们去歇息, 带娶了笔墨回来, 却见向南站在窗边逗麻雀。 信看完了? 尘儿几眉弄眼, 是才听了这些随从们讲的李大小姐, 他惊讶又艳羡。 哎呀, 你厉害, 你娶的媳妇也厉害。 他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子, 向南回头道。 你现在不是正见着吗? 尘儿一正。 你是说五少夫人吗? 哎呀, 五少夫人怎么样, 五少夫人。 怎么个不一样法, 她突然也说不上来, 就是觉得五少夫人更遥远, 或者说不是女子。 这世间的女子厉害得多了。 向南道, 将手里的豆渣洒在地上, 树上顿时扑下一群肥麻雀, 啾啾地乱叫。 李大小姐这种仗着家事, 做些姿态的算什么呀? 而且是哄人的姿态。 不是为了救护他人, 而是为了给自己锦上添花。 现在还要诱惑我回去, 为剑南道, 为他增光天才。 说什么太原府需要我, 剑南道的一万兵马, 带听我令, 可笑。 骗我回家, 还是叔叔说的理由好一点, 为了向氏。 向南的嘴角垂下来, 向云说这乱世, 是向氏站在皇帝面前, 重回先祖大世家威名的机会。 这件事, 他本是要一个人做的, 没想到向南会大难不死, 领兵成将, 闯出了赫赫威名, 他很开心, 又有些难过。 开心的是向南才干出众, 难过的是他要是死了, 向家的重担就要落在向南身上了。 向云会死吗? 他想着适才, 看得父亲的信, 父亲的信无非是骂他逆子之类的, 这次更多的是骂他不在向云军中任职, 而是跑到宣武道, 自己差点死了, 而没有子侄亲人帮忙的向云, 被剑南道当牛马使唤, 接连遇到刺客, 手臂废了一条, 这次命也差点没了。 向云希望他能回去领剑南道的兵, 将来万一自己有事, 剑南道也能帮他分担向氏一族的重担, 当然, 向云会努力自己担起这个担子, 所以他打算回去一趟, 看看家里问清楚向云的情况, 然后说服祖父, 就算没有剑南道, 向氏也能领兵, 也能立业。 尘儿在后戳他, AA几声。 麻雀有那么好看啊, 你给你媳妇的信写了吗? 向南收回视线转过身, 看了眼桌暗上, 信已经看完扔在那里, 至于回信。 你替我写吧。 他说的, 袖子一甩迈不向外, 尘儿愕然。 我不会写字啊。 向南的脚已经迈出了屋门, 回头一笑。 那就去街上找个人写, 告诉他, 是写给久别的妻子的, 他们就知道怎么写了。 不穿铠甲不配兵器, 白袍少年文雅俊逸, 冬日日光下回眸一笑, 尘儿只觉得炫目, 再回过神, 向南已经走得看不见了。 向南没有像前几日 在城中闲逛, 而是静止骑马出了城, 城里太热闹了, 他反而想要找个人少的地方静一静。 光州府外, 是肥沃的农田, 冬日一片荒凉, 但并不是荒田。 向南让马儿随意跑动, 自己漫步在农田上, 不时地弯身抓一把土, 土翻整过, 还掺杂着很多枯草烂根。 来年春天的时候, 这就是新作物的养料。 虽然他不是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的贵族公子, 但以前也并不会对种地感兴趣, 只是此时此刻, 看着肥沃的土地, 想着会种出什么, 倒是能奇怪地让心境平和下来。 农田起伏, 远处有村落, 村落边有树林, 一条河起伏跌落在秘密的树林旁边, 那边应该是有个小湖, 湖水尚未冻住, 不知道会不会有鱼, 向南兴致更高了, 他低着头在地上剪长一点的树枝, 又想着把腰带解下来。 湖边随便挖一挖蚯蚓, 说不定能钓几条鱼来, 小时候哥哥就带着他这样坐过。 湖边有扑通一声, 似乎是石头砸进了水里, 向南解腰带的手一停。 湖边有人吗? 是有人也在捕鱼吗? 向南拎着树枝走过去。 不知道对方收获怎么样吗? 先察觉有人的是李明楼, 他有着比常人机敏的听力, 尤其是活人靠近, 田地里经常有民众走动, 他也并不在意, 给坐在对面, 抱着伞, 靠着树闭着眼的方二示意了一下。 方二一个人, 在这光州府是不会有危险的, 大批兵马不可能靠近, 散兵游贼来了, 他也不拒, 但他站起来, 看到走过来的人, 就扑通坐下来。 向南。 他动了动嘴唇, 李明楼知道, 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光州府外送内井的河茶, 可以阻挡防备心怀不轨的兵马敌人, 但防不住卸下兵器不带兵马, 白身而入的救相使, 能威胁到他的, 其实不是手握刀枪的凶徒, 是能认出他的救相使, 刀枪杀不了他, 而一语叫出他的姓名, 就会要了他的命, 他好容易从老天爷眼下, 抢到的一条命。 脚步声越来越近, 李明楼对方二道。 走。 方二抱住黑伞, 匍匐进了树林, 眨眼无声无息消失。 李明楼摘下帽子, 解下遮面, 脱下一身黑色的外袍, 抱住几颗石头, 站起来扔进湖里, 呼通几声, 一袍吸水, 又有石头相坠没入湖中, 湖面上留下一圈圈连衣, 脚步声也在身后停下, 李明楼回过头。 向南看到荒凉的, 泛着寒光的湖水边, 站着一个白衣少女, 那应该是一个仙女, 她的头发夜色一样黑, 她的脸血一样白, 她的嘴唇血一样红, 她的双眼像星辰, 她脖梗修长, 她手足修长, 她有靴尖, 有细腰, 她站在湖边, 像冰块叼成金银剔透闪闪发亮, 没有人能直视她, 但也没有人能从她身上移开视线, 向南屏住了呼吸, 似乎怕呼吸吹化了她, 仙女没有被吹化, 而是被来人吓到了, 她的一双眼瞪圆, 然后闪闪, 人也向后退了一步, 本已经站在湖边, 这一退, 白色的裙脚便被湖水浸湿了, 我是路过的人, 想要来打条鱼, 向南忙向后退了一步, 姑娘莫怕, 那姑娘没有再后退, 一双眼里还有戒备, 以及一点奇怪的情绪一闪而过, 她没有垂下视线, 而是紧盯着她, 似乎要把她瞪得离开, 向南笑了笑, 再往后退了一步, 左右看, 不知道湖水里有没有鱼啊, 仙女没有回答她, 抬脚迈步, 从她身边绕了一圈绕过去了, 然后向那边的村子走去, 她走得不快不慢, 偶尔还回头看一眼, 似乎在确认, 这个人有没有跟着她, 她看过来的时候, 向南便冲她笑了笑, 挥挥手, 她便瞪她一眼, 转过头加快脚步, 她脚步匆匆越走越远, 很快就进了那边的村子, 向南收回视线, 若有所思看向湖水, 在下一刻, 就有嘈杂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索, 一群身高体壮, 穿着精良佩戴兵器的男人, 从树林中冲了出来, 我在这里啊, 明明是向这边来的, 你说是要抓鱼的呀, 他们东张西望, 神情慌张地议论着, 然后看到了向南, 顿时审视警惕, 还有闪闪寒光, 你, 你是什么人, 向南道, 过路的, 又指了指湖水, 想看看有没有鱼, 不但询问, 又向后指了指, 是才有位小姐往村子里去了, 而在村子的方向, 也有人跑来, 少夫人回来了, 你们不要乱找了, 少夫人吗, 那个姑娘不过是十四五岁啊, 不过, 富贵人家早结亲也是常见的, 哥哥当年去相亲还不到十岁, 他当然不会认为, 适才那位仙女是村姑, 哪有村民能养出这样的姑娘, 如今光州府, 无数人投奔, 世家豪妇也在其中, 世家豪妇来投奔光州府, 跟百姓们不一样, 他们有豪车, 有壮仆护尾, 来到光州府后, 还能随意地买下田地房屋, 不过, 他们要交很多钱给光州府, 与流民百姓, 甚至商人在光州府随意, 还有免费的吃喝不同, 有名有号, 甚至掩藏了身份的世家豪妇, 都会被光州府请到府衙, 知府设了宴席, 保证他们可以在光州府淮南道安稳度过乱世, 然后就哭穷, 请他们拿出一笔安家费, 数目还不小, 而且这还没完, 知府时不时地就请他们宴席, 喝完酒就索要钱财, 名目还不同, 上次是安家费, 这次就是制装费, 或者是经商费, 没经商的也要给, 因为他们要在这里买东西, 总之世家豪妇很是厌恶, 但却又不得不捏着鼻子忍了, 毕竟除了要钱, 其他的并没有被难为, 更没有抄家抢劫, 如果是落到叛军的手里, 就不是拿一笔钱能安稳的, 所以他们在光州府过得还算自在, 但跟流民百姓商人不同, 他们对官府, 还有那个武少夫人没有敬意, 甚至还藏着恨意, 这也是向南不解之一, 他的思绪飘远了, 身边这些豪富的护卫, 又把他拉回来, 湖水扑通扑通响, 冬日的湖水溅起水花, 这群护卫站在湖边, 用石头用手里的刀剑向水里乱砸, 他们大呼小叫, 不再理会向南, 还有几个撞护尾真的就开始脱衣服, 这种情况他也不能再捉鱼了, 向南笑了笑, 转身招来自己的马, 骑上离开了, 他没有去那个村落里看, 更没有去打探这是谁家, 这就跟行路中看到一朵花开的鲜艳一样, 看到了一时愉悦就是乐趣, 向南嘴角飞扬地进城了, 而在城外, 一个年轻的冰, 面色发白, 嘴角发抖, 身子僵硬, 他抱着一把伞, 他身后背着两把长斧, 他原先是斗陷一个猎户, 想着能多吃两碗饭投了名状赢, 然后就一步步成了冰, 他双手能持双斧, 以前能在山上砍死一头老虎, 现在在战场上, 一斧能砍掉两个人的头, 但此时此刻, 他拿着这把伞抖啊抖, 下一刻就要脱手跌落, 这把伞好重啊, 前几天, 他被抽掉护卫五少夫人去斗险, 但只是在外护卫, 五少夫人身边, 跟着十几个真正的镇武军, 但就在方才, 方大护卫跑过来将伞塞给他, 从现在起, 你给双夫人折伞, 他说道, 说完这句话, 方大护卫就跑了, 一眨眼不见了人影, 小兵抱着伞还没反应过来, 只能问身边的下属们, 方大护卫说了什么, 下属们瞪远眼, 盯着他手里黑伞, 这黑伞看起来不起眼, 但在他们眼里堪比帅齐, 陪着他们千里跋涉上阵杀敌, 帅齐在的地方黑伞就在, 这黑伞是他们心中神一样的存在, 要你给少夫人撑伞, 他们干巴巴说道, 小兵咕咚咽口口水, 抱着伞差点跪下来, 为什么,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只会接到了命令就听从命令, 小兵抱着黑伞呆里, 然后看到其他护卫兵马同伴们走来, 他们拥促着一个仙女, 仙女穿着白色的衣裙, 乌黑的头发简单地扎在身后, 一步一步走到他们面前, 小兵屏住呼吸, 其他人也都屏住了呼吸, 跟来的护卫们已经能恢复呼吸, 但神情还有些失魂茫然, 你叫什么? 李明楼看着抱着黑伞的年轻人问, 这一瞬间, 他身边见南道的护卫们都不见了, 换成了在窦县扬起来的名状, 现在则被称为镇武军, 园吉和方二能叫出他们的名字, 他还不行, 包,包, 小兵结结巴巴说的, 李明楼道, 包包, 他念了一遍记住, 点头, 走吧, 迈步走了过去, 包包占红脸,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我,我叫包金银, 他太紧张了, 话还没说完呢, 旁边的兵回过神了, 现在还迷迷登登, 但战场上不给大家发呆的机会, 事情来了就做, 已经成了本能, 少夫人喊你什么, 你就是什么, 不要啰嗦了, 快跟上, 有人更担心另一件事, 给少夫人撑伞可不是容易的, 他们再熟悉不过, 方护卫永远紧随在少夫人身边, 不管是步行还是骑马, 黑伞都不离开半分, 日光也不能奈何他, 少夫人之所以用黑伞遮住, 是因为受了伤不能被日光晒, 而现在, 少夫人已经自己走出去好几步了, 重兵声音冲包金银怒斥, 可是, 包金银将伞举起来, 背着双斧, 三步两步跟上站到李明楼身边, 举起伞, 砰得撑开, 冬日的艳阳被撞开, 投下一片阴影, 李明楼向前迈步, 阴影始终跟随, 四周的兵马恢复了列队, 还有人过来询问, 少夫人可要坐车, 她出行多数是坐车, 纵然有一袍面罩黑伞遮挡, 还是不太敢走在人前日光下, 但现在不行, 她要立刻让满城的人都知道她是什么样, 立刻忘记那个黑伞遮面黑袍的武少夫人, 牵马来, 她说的, 一声轻鹤, 黑状的军马带着白衣少女向城中奔驰, 身边一个轻甲兵挺直几倍, 双手撑着伞紧随, 大路上很多人, 又匆忙赶路, 又闲坐说笑, 快到中午了, 没有饭吃的或者懒得做饭的准备去城门口吃少夫人的粥, 然后马蹄吉祥夹杂着铠甲碰撞, 这是兵马经过, 大家都熟悉了分分避让, 然后看到了这群兵马中的黑伞, 黑伤武少夫人, 路上的人都喊起来, 不管有没有见过武少夫人, 大家都认得武少夫人, 武少夫人出行有伞, 一袍照身遮面, 因为武少夫人有伤, 当然民众都不谈论少夫人的伤, 更不会嘲笑, 大家努力地忘记这件事, 但大家都记着黑伞, 不管春夏秋冬, 阴天下雨, 只要看到黑伞, 就是武少夫人来了, 很多人都涌出来挥舞着双手, 但很快他们就僵硬了身子, 不可置信地看着奔来的兵马, 兵马前方, 黑伞下的人, 挥动得双手不动了, 喊声凝结, 有吃东西的张大嘴, 吃的食物从嘴里掉下来, 捧着茶壶地松开了手, 碰得在地上碎裂, 马蹄生生, 黑伞下白衣黑发飘飘, 如寒风, 如冰霜, 所过之处一片冻结凝冰, 光州城从未有过的安静, 商贩的吆喝, 孩童们的笑脑, 妇人们的说笑都在一瞬间消失了, 所有人都站在路边, 身子僵硬, 但头可以转动, 他们的视线跟随着过去的人马, 安静只是暂时的, 很快从四面八方涌来热闹, 跑动声喊声, 动住的人们则慢慢地点头, 视线追着远方, 声音空凌, 果然是武少夫人呢, 闻讯赶来的人, 尤其是商贩们, 兴奋地要追上去, 但又发现了异常, 你们怎么不喊呢, 你们怎么不跟着武少夫人呢, 以往, 武少夫人出行, 街上的民众都开心地 喊着她的名字, 跟随着马车, 能有多大声就有多大声, 让武少夫人感受到她们的存在, 但此时此刻听到询问, 一个抱着孩童的妇人, 冲她们嘘声, 怎么敢喊, 一向吵闹的孩童, 也安静地含着手指点头, 怎么不敢喊啊, 商贩们一头雾水, 另一个穿着长袍的老书生, 给了解释, 哎呀, 恐惊天上人哪, 经过一番嘈杂, 赶来的人们终于问明白了, 适才, 武少夫人是骑着马过去的, 而且是没有遮面, 很多人都看到了她的样子, 像仙人一样, 大家这也才想起来, 这是第一次见到武少夫人的脸, 以前她都是遮起来, 传说是因为受了伤毁了容貌, 所以不得不遮面, 不过, 大家都不谈论这件事, 武少夫人是菩萨心肠, 她就是丑如鬼怪, 大家也不能亵渎她, 但现在怎么回事, 武少夫人没有受伤, 武少夫人真的像仙人一样美, 街上议论纷纷, 冰冻被化解一片喧哗, 武少夫人已经进了家门, 大家看不到了, 只能问世才, 有幸看到的人们, 有幸看到的人们, 也从震惊中回过神, 一个个兴奋激动不已, 迫不及待地诉说, 街头巷尾, 湖棚唤友, 酒楼茶寺, 到处都是说话声, 向南已经回到客栈, 光州府没有被破城, 内里保存完好, 这座客栈内里深深, 可以隔绝街上的喧闹, 让客人睡个好觉, 但此时, 街上的喧嚣都冲了进来, 外边什么事啊? 向南一面换衣裳, 一面问, 向家的随从在身边伺候, 文言便派人出去问, 刚派人出去, 陈二先从外边跑进来, 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武少夫人回来了 他撇嘴说, 向家的随从, 路上急着赶路, 没有走走停停, 吃吃喝喝, 听路人闲谈, 很不解 武少夫人回来怎么了, 她不是一直在光州府吗, 回来有什么稀奇的吗? 大家见到她都很激动啊, 哎呀, 真是的, 街上到处都是人 陈二说, 拍了拍背脊皱巴巴的衣衫, 而且这一次好像是看到了武少夫人的真容啊, 说到真容这件事, 向家的随从知道, 忙到, 哦, 说是受伤还是病什么的, 毁了容貌, 不能露真容, 整天遮着脸, 躲在车马里不见人呢, 现在看来是好吧, 伤, 病, 遮灭, 听起来倒是有些耳熟, 嗨, 不是什么伤病好了, 去街上打听消息的向家随从也回来了, 眉飞色舞, 武少夫人原本就没有伤也没有病的, 因为她是神仙, 不能够被人看到样子, 否则就要飞回去了, 屋子里的人都笑起来, 这种话他们当然不信, 哎呀, 其实是富贵人家的养容法, 另一个随凑年长, 见多识广, 有些富贵人家的女子, 以白净晶莹为美, 不见日光, 不被风吹, 就能得仙人之资呀, 这个最合理, 以前夏日里出行的女子们, 也很多都带着蜜蜜, 遮挡日光和热风, 免得伤了容颜, 这次据说, 是五少夫人出去太久了, 家里婆母有些身子不好, 少夫人心急, 顾不得梳头沾花遮面披袍, 一路急迟归来, 真是纯笑, 向南笑了笑, 这个五少夫人, 或者身边的人, 都是厉害得很, 一点事都不放过, 拿来颂扬贤明, 然后, 随聪们就开始讲述, 五少夫人的样子了, 都是从街上听来的, 鹅梅浩齿, 曲梅风夹, 朱唇浩齿, 杏脸陶塞, 玉智天成, 风姿严厉等等, 总之, 真仙人之姿, 民众们已经不管五少夫人什么样子了, 只把最华丽的辞藻堆砌, 听这些, 根本想象不出五少夫人真正的相貌, 但向南听着, 眼前却浮现了湖边的一瞥惊鸿, 如果世上可以有人, 承受这些华丽的辞藻的话, 只有她了吗? 向南心里又一惊, 想到了当时那些护卫们的称呼, 少夫人, 五少夫人既然回府了, 我们再去递帖子吧, 他打断了随聪和陈二等人的议论, 陈二和随聪都正了下, 不是已经递过了吗? 听到五少夫人回来了, 不去递鸣铁请箭, 显得没有诚意, 总不能等他来请我吧, 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那样就太失礼了。 陈二便拿着鸣铁又去府衙了, 递上帖子, 看到官吏惊讶的神情, 他忍不住红了脸, 纵然是乡下没见识不知礼数的陈二, 也回过神来。 这分明是缠着逼着人家见, 这才是失礼吧? 哎呀, 富贵人家的公子啊, 果然心眼都坏得很。 官吏接到帖子, 虽然觉得此人失礼, 但又因为此人指名道姓要见五少夫人, 必然有些来历身份。 五少夫人虽然名声远扬, 但都是在百姓和商人中远扬, 他们想见五少夫人在街上等着就是, 不会想到来官府, 而来官府的则都是冲着官府来的, 并不知道官府其实也在五少夫人手中。 来官府递帖子要见少夫人, 必然是看出点什么。 他不敢怠慢, 拿去给知府, 知府是可以随意能见到少夫人的, 但看到这帖子, 知府却先让放一放。 少夫人那边有点事儿, 我听着金菊在哭呢。 厅中的官吏们都点头。 啊, 今日少夫人没有遮面骑马进城的。 他们当时, 有人正站在府衙外, 一眼看到了, 惊讶地手里的文书都掉了, 想到少夫人的相貌。 少夫人没有伤病啊, 为什么要遮面避人啊? 官吏们聚集在一起, 也忍不住低声议论。 知府碾虚笑了笑, 一副早就看透得了然。 少夫人如此仙人之姿, 怎能随意展露世人面前? 这种相貌只能远离世人, 否则, 坏人看了有歹意, 好人看到了也生贪心。 众官们了然点头, 不过旋即又不安, 不知道是什么要紧事, 让少夫人这样匆匆回来了, 顾不得掩藏容颜。 金菊势在哭, 但不是悲痛, 而是欢喜。 小姐! 她拉着李明楼的胳膊, 衣袖已经被卷起来, 露出了光洁白偶般的手臂。 你的伤, 你的伤都好了。 她还记得当时见到的那一幕, 小姐的胳膊上一片片溃烂, 后来小姐自己沐浴, 她虽然难过, 想说自己不怕, 但更在意小姐不想让人看到, 所以一直以来, 都是任凭小姐自己喜数, 没想到小姐已经好了。 她又抬起头, 看李明楼的脸, 光洁白净剔透, 想起李明楼第一次回李家, 她躲在一群丫头匍匐后看, 坐在车里的小女孩就是这样, 像仙人一样, 根本就没有她噩梦里的溃烂。 李明楼也在端详自己, 手臂, 肩头, 干脆解开衣衫, 看肩头脖梗胸前, 细腰长腿, 赤裸的双脚, 无衣不完好无暇。 她知道自己已经好了, 好了很久了, 但直到现在, 她才明白自己好到什么程度。 不遮头脸, 日光照耀下从城外走回家来, 她的身上依旧没有半点溃烂, 连一丝疼痛都没有, 她可以青天白日, 堂堂而行了。 门外传开脚步声, 小姐, 外边都安排好了, 向南住的地方查清楚了, 已经围住了, 什么时候动手? 向南的出现, 让大家都吓了一跳。 小姐放心, 身边用的人都替换好了。 元吉近来说道, 有些紧张, 又有些激动地看着李明楼。 李明楼坐在椅子上, 安静又遥远地看着他, 眉眼晶莹, 如鲜如画, 就像以前一样。 大嘟嘟在的时候, 李明楼有时会来书房玩, 或者写字画画, 或者喝茶吃点心。 他安安静静, 不声不响, 像落在人间的仙人。 元吉的眼有些酸涩, 虽然李明楼说过他好了, 但到底有多好, 直到今日才看到。 这次是我的疏忽。 他低头道, 向南无声无息地 到了光州府, 还站到了小姐的身前。 明明方儿回来已经说过, 向南在华州, 一成军揭穿白袍奉向南为首, 白袍军还持援宜州, 在李明楼离开后, 协助州县清剿叛军。 宜州华州已经连为一体, 宜州的商人已经来到光州府, 向南当然可以从华州来到光州府, 他们却没有做好防范, 他以傅家公子的身份, 不带兵马独行。 不怪你们防不住, 总不能给沿途所有的兵马 都画向南的画像, 让大家严查戒备此人。 这样做早晚传到白袍军那里, 向南心思精明, 反而会让他猜到什么。 幸好这次来的是向南, 他没有见过我, 见过的也只有你们聊聊几人, 如果是向云, 只怕走到影城就猜到我是谁了。 渐南到的兵马众多, 对于一直在渐南到的向云来说, 谁又能保证他有没有熟悉的面孔。 当看到是向南时, 他当机立断扯下衣袍遮面, 以真面貌展示, 果然向南不认得他, 没有当场被叫破, 同时也印证了他许久以来的猜测, 有了雀儿这个身份, 他果然能正常地生活了。 前提是, 他是雀儿, 所以绝对不能被喊出真实的身份。 向南在客栈, 身边有一位亲兵, 五位向家随从, 城市已经戒严, 客栈也围住了。 准备以及杀向南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次次都是不合时机, 李明楼默然一刻。 也就是说, 向家以及白袍军都知道向南的行踪。 方二从外边急匆匆进来。 世才已经快马查问了, 宣武道有数百人的白袍军, 他们没有这眼身份, 说是护送向南归乡。 向南本就是宣武道的兵, 他在宣武道能够畅同五祖。 李明楼道, 中武带着的人马占据的宣武道只是一部分, 向南比中武还熟悉宣武道。 白袍军在寻找当时与向南同去泛阳, 死男同胞的家属。 大家都以为向南也在其中, 没想到他来到了光州府。 所以, 尽管向南掩藏行迹来到光州府, 并不是任何人都不知道, 他的兵马知道, 向家也会知道。 如果向南死在光州府, 必然要引起麻烦。 我们可以半路动手。 袁吉提议, 向南要去太原府, 路上经过的地方很多, 如今乱世叛军山贼横行, 各路卫军也心思不定, 要活着很难, 死却是极其常见的。 向南能从泛阳军中逃出来, 又一路成白袍军, 让义成军以他为首, 功夫不一般了。 李明楼说道, 前世虽然没有白袍军, 向南也多有战功。 今生他入了险境, 不仅没有死, 反而杀出一条更勇武之路。 方二想着, 似水一战时见到的场面, 这个年轻人的确勇武。 还不至于我们杀不了他? 我不是说杀不了他, 只是不想其他人受无妄之灾。 我要杀的是向南, 与我有仇的是他, 不是白袍军。 那些白袍军杀叛军或百姓, 更曾在似水之战中相助, 或怎么能让他们死在我们的手上? 白袍军因为向南而成军, 他遇险难, 白袍军必然舍身忘死相护, 半路上截杀, 难免一场大战。 向南已经不仅仅是向家的小公子了, 更何况, 向南死在淮南道光州府境内, 必然引发淮南道宣武道, 以及华州宜州等地震动, 这些地方还不算平稳, 叛军虎视眈眈, 他不能为了向南一个人, 让这么多地方涉险。 小姐慈悲。 我也不是心软慈悲, 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活着, 尤其是不该死的人。 袁吉和芳二不解对视一眼。 这还是慈悲啊。 但李明楼知道, 这是为了他自己, 称不上慈悲。 那一时, 很多兵马百姓在混战中死去, 老天命定不可更改, 那这一时, 他们也应该死。 如果让他们活下来, 这么多死人活着, 那多我一个也无所谓了吧。 那向南怎么办, 就这样放过他? 他来这里干什么? 是怀疑我的身份了吗? 怎么会知道我在湖边? 这个问题, 袁吉和芳二答不上来, 而此时知府偷听, 这边哭声没有了, 小心翼翼地过来, 解答了疑惑。 这是一个自称太原府向氏向南的人, 给少夫人的帖子。 少夫人不在的时候, 每天都来投一张询问, 是才听到少夫人回来了, 又让随从来了, 里面还写了什么? 他捏了捏最后这张明帖, 里面夹着一张薄信, 他虽然好奇, 但不敢拆开看, 每日来投奔武少夫人的男人多得很, 他可不会因为这次这个少年人长得非常好看, 就胡思乱想, 这少年有什么不轨私心。 知府说完, 又看着李明楼出神, 武少夫人露出真容穿街而过, 他没有亲眼看到, 此时看到了, 觉得那些描述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那些描述根本不及武少夫人议程。 所以那少年人是看到少夫人的美貌, 才这么急切地来自荐? 知府神游天外, 原籍拿过帖子, 将夹在旗内的信也拆了看, 确认了没有毒, 再递给李明楼。 虽然隔了一室, 但其实只隔了一年, 打开信纸, 熟悉的字体扑面。 四水一战, 镇武军解救白袍军, 向南当面, 拜谢少夫人救命之恩。 为武少夫人来的吗? 是白袍军的统领, 他请知府坐下, 如此这般讲了。 其实, 不敢当什么救命之恩, 当时也是多亏了白袍军, 才让我们顺利过了似水。 虽然最终没有救下昭王, 但因为有他们相助, 我们损伤少了很多, 倒应该是我们谢他。 知府恍然, 欧欧明白了。 所以这个人, 是那时候就看到了 武少夫人的面容, 惊为天人, 千里追来。 知府大人, 知府回过神速容。 少夫人有事尽管吩咐。 就请大人招待他吧, 这不是我救了他, 是镇武军。 大人出面表达我们的谢意 就足够了。 少夫人放心, 我明白了, 我知道怎么做。 不就是好吃好喝好说的, 打发这个青伯子吗? 知府身清如燕地出去了, 李明楼不知道知府想的什么, 也不在意。 更在意的是, 向南是真把他当作武少夫人, 还是猜测到什么。 当时在寺水, 夜色混战, 方儿又及时用旗罩住我们二人, 向南是不是还是看到了? 向南心里有没有猜测 他是李明楼, 其实也好印证。 李明楼低头看自己的手, 又摸摸脸, 身体如果没有溃烂, 就说明他没有被揭穿身份。 不过他面容向南 不认得, 声音却是认得的。 我们要不去斗县避一避。 动不如不动。 小姐放心吧, 先前不知道, 让他来到了光州府。 如今, 我们知道了, 绝对不会让他接近这里。 事情太突然了, 你们去安排好, 把人员替换周全。 元吉方二应声士退了出去, 站在门外对视一眼, 又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兜兜转转, 又遇到这个向南了? 他又主动跑来, 要见大小姐。 虽然他不知道 要见的人是大小姐。 他不知道我是李明楼, 他还是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命运, 让他来揭穿我的吗? 就知道老天不会就这样放过我。 李明楼看着桌上的鸣铁, 越看越恼火, 将鸣铁还有信扔进火盆里, 纸张化为烟雾消失, 李明楼挥挥手, 还是觉得气闷, 看到摆在桌子上的一个盒子, 那是五鸦二送来的礼物, 被金局认真地摆放在案头。 李明楼拿出一块熏香点燃, 粗糙轻烈的香气冲出来, 带着几分凶猛在屋子里飘摇, 撞散了呛人的烟雾。 这礼物还是有点用的。 光州府的礼物 也终于送到了五鸦二的案前, 相比于前几次, 这次时间要长得多。 来送礼物的 也不是熟人江明, 而是四个随从。 大家现在也算是熟人了, 也不用太客气, 主侍的人有更大的用处, 就不要随意浪费了, 尤其是只加信来往的时候, 要东西的时候再让江明来。 路上现在不好走啊。 他们说的, 身上带着明显的伤痕。 安康山占据了京城, 又以京城为界遍布了贼军, 把东西两边隔断, 能走的地方不多了。 五鸦二看了眼鱼图, 现在他用的鱼图与先前不同, 精美严整, 悬挂在厅堂里, 几乎占据了一面墙。 这是官员们从京城携带来的, 专攻皇帝用的, 新帝第一时间将他赐给了五鸦二。 这间大厅也很华丽, 冬日炭火足够, 随时都有热茶热饭, 吃完了茶饭还有热水洗手擦脸, 四个随从进来就喝到了香香的热茶。 你们辛苦了, 先下去歇息。 五鸦二道, 门外便有几个侍从进来引路, 还有四个侍女捧着新衣拎着石盒, 准备伺候他们洗漱更衣吃饭, 这些侍从侍女都是皇帝赐下的。 我们不歇息, 少夫人说都督这里也缺人手, 看我们能做什么就让安排我们做什么。 为首的随从道, 憨厚一笑。 少夫人说不让我们吃闲饭。 如果是以前胡阿七就要冷嘲热讽, 你们人生地不熟能做什么, 还是安心歇着吧。 现在嘛, 江明十人人生地不熟助他们渡河, 协同杀敌, 他还真说不出反驳的话, 五鸭尔也不在意。 你们先去看看养伤的同伴, 然后就去前锋营吧。 你们对路途熟悉, 带着他们探探四周。 随从们高高兴兴地应声, 在侍从和侍女的拥促下退下去了, 胡阿七摸着鼻头嘀咕。 真用他们, 还不知道是敌是友呢? 前锋营可是重地, 掌握着最新的战况以及势力范围, 五鸭尔道。 不分敌友, 可用就用。 他看向包袱, 里面堆着东衣鞋子, 礼仪精良, 外伤结实, 有一件通体黑亮的斗篷, 还很熟悉。 五鸭尔摸了摸内里, 这边有将官正看信, 顺着念出来。 你送来的毛皮当里衬, 可以做两件斗篷, 你和母亲一人一见, 相隔千里, 也能相细一身。 老虎展开, 每一次随信都会有的画轴, 端坐在椅子上的妇人, 果然穿着一件大红斗篷, 含笑怡然。 还挺会取巧的。 他嘀咕一声, 又撇嘴。 这么好的皮毛, 竟然只用来做理衬。 五鸭尔将斗篷放在一旁, 其他的衣物鞋帽收起来, 包袱里还剩下一个小盒子。 呃, 这是…… 负责看信的将官, 看了一眼盒子又看信。 少夫人说, 独将生任劫度势, 拿笔的时候多了, 所以送个小百件用。 厅内的人都围上来看, 这位五少夫人可是很有钱的, 大家还记得, 当初王历第一次回来 带着的那些礼物, 金的树, 玉的石, 每次来也都是送金银, 送名贵的药。 这次会是什么宝贝? 五鸭尔伸手拿过小盒子打开, 围观的猪人掩瞪圆。 蛤蟆! 老胡喊道, 这次不是稀奇古怪不认得的东西, 盒子里是一个拳头大小的, 碧绿通透端坐的蝉橱, 有人伸手摸了摸, 柔润光滑, 五鸭尔笑了笑。 这叫水柱。 水柱是什么玩意儿? 猪人不解, 五鸭尔一手拿过桌上的茶水, 一手拿起玉蝉橱, 端详一刻, 从蝉橱背后打开盖子, 将茶水倒进去, 然后微微倾倒, 蝉橱口中便留下细水 落在桌上的宴台中。 盐墨是用来注水的, 叫水柱。 五鸭尔道, 猪人瞪眼, 看着五鸭尔似乎明白, 又似乎不明白。 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五鸭尔再说一遍。 注水啊。 老胡拿起桌上摆着的一个碗。 注水? 跟这个碗一样? 这个碗里盛着水, 就是用来研磨的, 五鸭尔点头道声试啊。 呃, 别的用处呢? 老胡瞪眼问, 手指头戳在蝉橱的大嘴上, 五鸭尔笑。 水柱就是注水用的。 猪人顿时响起乱声。 什么呀? 就是个碗呀。 这什么用都没有啊。 有筋子吗? 翻翻看, 上面有没有香精银? 几人翻来倒去地看了一通, 通体滑不溜丢别无他物, 蝉橱鼓着大肚子, 咧着大嘴笑他们。 五鸭尔也只是笑, 不说话。 老胡看够了, 将蝉橱扔回盒子里。 五少夫人真没诚意了, 怎么送这么没用的东西? 她的诚意本不再给我送礼物。 只要不伤害她的母亲就是最大的诚意, 这也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交易。 胡阿七撇嘴招呼大家。 散了散了。 诸人说说笑笑都下去了, 嘈杂的厅堂安静下来了, 五鸭尔将扔在一旁的信拿起来看了眼, 五少夫人的家信又跟以前一样了, 写得长了就是满篇废话, 她的嘴角抿了抿, 放下家信, 又看着盒子里抱负蹲坐的蝉橱。 对于这个女子来说, 金银珠宝奇珍名贵是最不需要费心思的东西, 想到那时她坐在石头上, 随意地将珠宝赠送给游匠儿, 想都不用想。 对别人来说有用的东西对她来说不算, 不过她这次送她了没用的东西。 五鸭尔拿起玉蝉锄端详。 这水柱是富贵人书房把玩之物, 有它可以写字, 没它也能写字。 为了给我找这一个没用的把玩之物, 她必定是认真地想了想了。 五鸭尔抿着的嘴咧开笑了, 露出白白的牙, 将玉蝉锄轻轻移到, 滴水在燕台放下了盐墨, 提笔, 拿过一张纸思索片刻书写。 一时凝眉, 一时看墙上悬挂的鱼图, 一时急疏, 室内安静无声, 直到外边的喧哗变成脚步迈进来。 都督。 一个将官失礼, 指着身后的太监。 陛下有请。 太监没有句傲, 跟着将官失礼喊了声都督。 五鸭尔将最后一笔血丸放下, 手轻轻抚过, 端坐在岸头的蝉锄肚子站起来。 拿起刚收到的大斗篷, 一步迈出披在身上, 长腿阔步向外, 将管太监们盲拥促跟上。 新帝住在鲁王府, 前殿就是朝堂, 鲁王府外的很多民居被征用作官衙, 不管是华丽的还是低矮的, 悬挂上从京城背来的衙门匾额, 立刻便有了气势。 马蹄声打破了诉讼, 进进出出的官吏们都看过来, 虽然是临时的朝廷宫殿, 这里也有皇帝的规矩, 没有人可以在这里纵马及驰, 除非是宰相这等的大员。 但看到黑马黑斗篷的年轻人, 大家又兜移开视线, 装作什么都没看到。 鸭儿! 一迈进殿内, 新帝就从龙椅上站起来招手。 哎呀,速来速来! 崔征在一旁道, 陛下当称呼武都督, 这是对臣子的敬意。 新帝便自责惭愧。 哎呀,朕又忘了, 话虽然这样说, 人还是不讲规矩地亲自走过来, 不带五鸭儿参拜, 就拉住他的手。 来来来, 你来看鱼图。 五鸭儿没有看鱼图, 而是低头看拉着自己的手, 新帝的手冰凉, 其上还有洞窗。 陛下。 他当, 新帝忙收回手, 用袖子掩住哈哈一笑。 哎呀, 这里冬天冷, 真的手年年都这样。 再冷也冷不过墨北, 鲁王再被皇帝不喜, 也不会像他们这些当兵的冰天雪地在外奔走。 五鸭儿解下斗篷, 感受着殿内的冰凉, 再看朝官们, 一个个穿着厚实, 身子微微缩起。 都督不用看了, 陛下有令, 炭火吃食, 一切优先攻与兵将们, 朝廷一切从简。 新帝给了兵将极大的看重, 登基大典请兵将们参加, 让他们捧着祭天的礼器, 登基以后, 最先做的就是赏赐兵将, 家官禁绝, 除了五鸭儿, 跟随来的大将军们皆得高位, 不管大小军功都立刻兑现封赏, 给将官们赏赐了住宅蒲从, 给兵士们足够的粮草, 一入冬就早早地送来火炭。 朝廷带来多少东西, 都督亲自看着很清楚, 目前这些吃穿用度全是陛下的积蓄, 王妃变卖了金银珠宝, 还有先前各地送来的登基赫礼, 灵州世家大族们尽显得赫礼。 相爷, 不要说了。 心地急忙打断。 如今这个时候, 这是理所应当的。 崔征俯身应声是, 但还是道。 如今这个时候, 清心竭力能筹到的也只有这些了。 陛下后宫已经改为 一日两时了。 新帝面色羞残, 抬袖子掩面。 朕这里太平津了, 朕什么都没有, 如果早准备些囤积。 谁又能早知道呢? 早知道的话, 大家都会敬言先帝, 不会让罗氏得宠, 不会让安康山得势, 不会让这一切发生。 殿内的官员们, 欺然叹口气。 五鸦儿没有说话, 对新帝公身一礼。 新帝忙搀扶他, 也没有再说什么, 一切尽在这一礼和搀扶中。 君臣二人再次携手站到于途前, 崔征也带着其他官员们站过来。 安贼占了京城, 贼子安德中占了东南, 越发势大。 新帝道, 在于途上指点了几处。 最新的消息, 这些地方不是被贼军占据, 就是官将率兵偷贼。 说到这里, 声音哽咽, 负着于途。 半壁江山, 大侠的半壁江山都被祸害。 陈灯有罪。 陛下勿要烦忧, 安贼造反如烈火之势, 凶猛燎原, 占据这么多地方, 也不足为惯。 但贼火到底是无根无稽, 稍不得长远。 他伸手指点于途。 这几处被叛军占据, 是附近卫军一时荒乱不察, 被他们抢了先机, 带大家稳下来, 必能击退叛军。 还有我们这边, 太原府山南冷右, 形成何为抱怨? 就算是安康山, 也不能轻易攻破。 新帝在于途前站好, 神情感慨。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 崔征看着于途道, 安贼如此势大, 还是因为占据了京城。 一番胡言乱语, 借着皇陵皇宫所在, 糊弄了天下不少余人。 所以, 都督, 眼下最要紧的是夺回京城, 请陛下回宫。 如此才能安稳人心, 让天下大定。 否则这乱象, 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 相爷不要催促, 都督必然是要诛杀鞍贼的。 五鸭尔对皇帝施礼, 再看崔征。 末将以为如今进攻京城容易, 但安稳天下不宜。 他伸手在于途上划过一道。 叛军在京城外竖起厚重防线, 要说打, 也不是打不得, 舍了万千兵马, 刀伤火海也能闯过去。 只是, 叛军不只是京城一处, 夺回了京城, 不等于夺回了天下。 有朝官忍不住开口道。 至少先吻了天下, 再徐徐徒之。 那样反而要比现在这样花费更多的时间。 进京消耗太多兵马, 到时候只能守住京城, 无力夺回其他地方。 陛下, 京城不是天下, 您的所在才是天下, 您在, 天下就在。 相爷, 你们就不要说了, 行军打仗, 一切听武都督的。 崔征等人, 俯身应声势。 近见过皇帝, 武鸦尔托了一头猪回来, 皇帝手里没有什么好东西了, 那些金银珠宝在这里也不当吃喝。 如今, 后宫节俭, 一些妃嫔的家人在庄子上养了牛羊猪狗, 为了表达心意送到皇宫来。 皇帝也不嫌弃, 说子民们的心意都不能辜负。 皇帝不辜负小民的心意, 武鸦尔对皇帝的心意也很满意, 当晚就在大宅子里当庭架了火烤了。 庭院里火光熏熏, 香气弥散, 酒一弹一弹地打开, 人影在篝火前晃动, 争抢着从烤柱上割下一块儿看。 陛下这个礼物送得不错啊, 我还真吃你了那些精细的饭了。 老胡握着半条猪腿喊道, 武鸦尔坐在厅前的台阶上, 竖杂袖子也在慢慢地割肉吃。 饭可不能说腻啊, 有口吃的就是姓氏了。 老胡, 你是享福的骨头酥了, 不是动不动就饿三天的时候了。 饿他个三天, 其他人起哄, 老胡挥舞着猪腿冲他们去, 坐在台阶上啃一口肉, 话语含糊的。 嗯, 直接打进京城是不想要了, 现在最要紧的是不让安康山打过来。 陛下想回京城, 安康山也想抓住陛下, 虽然朔丰这边没问题了, 其他地方可都岌岌可危啊。 还是兵马太少了, 老胡用啃下的骨头在地上画了一个圈。 现在人家是猫, 我们只是个盾, 还是个没补齐口子的盾? 要是将相周拿下会好一点。 又有人用手在地上点, 五鸦站起来。 走, 屋子里说。 一群人便呼啦啦拿着大块的烤肉涌进屋子站在鱼途前, 用骨头有手指指点点议论军情布阵。 总之我们需要其他卫军的配合。 老胡最后下了定论。 让别的卫军支援。 算了吧, 别说远处的, 进出的这些卫军来公和陛下登基之后就都跑, 调动他们三番五次推托。 现在的卫军不太对劲啊。 其他人盯着鱼途, 叛军所在以及卫军所在都密密麻麻地标注。 这些人意图不是去杀死叛军, 而是不让叛军杀死四季。 这两者差别就大了。 有什么不对的? 自己的命最重要, 对于很多卫军将官来说, 没有同袍这一说了, 叛军也好, 其他卫军也好, 都是外人。 鱼下的话没说出口, 皇帝也快要变成外人了, 乱世越久越如此。 不要抱怨, 我们是要解决问题, 管他们是外人还是内人。 五鸦儿说道, 话出口笑了。 怎么忘了, 我是有老婆的人了。 诸人都看着他, 五鸦儿离开了渔途走向桌岸, 将手中最后一块肉塞进嘴里, 大手攥住玉蝉锄滴水, 一手研磨, 一手提笔。 别人不肯援助我们, 五少夫人不是别人。 他嚼着肉, 发出咯咯的声音, 听起来像女孩子的笑。 夫妻同心, 起立断筋。 说到这里又停下来, 肉已经咽下去, 一笑露出白牙。 当然, 还要给他送一份大礼。 五鸦儿给五少夫人的礼物还在路上, 光州府里, 向南已经将礼物送了第二次了。 在得知五少夫人回来后, 向南又送了铭铁求见后, 知府亲自来客栈, 引得满街人都来围观。 跟随来的官吏们对民众解释, 听到曾经帮助过五少夫人, 民众们热情更大, 向南被请去知府一路拥促, 更有不少商人, 喊着要送酒送礼物。 尘儿还好, 毕竟在华州, 他们白袍军所过之处也是受人欢迎的。 向家的随从们,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 又激动又不可思议, 在看和知府走在一起的少年人, 觉得熟悉又陌生。 小公子长大了。 一个年长的随从感叹, 他们是向家老太爷身边的随从, 看待家中的子侄都带着几分高高在上, 此时都收起了随意。 小公子是大人了, 是向家可以独当一面的公子了。 知府在府衙宴请了向南, 但武少夫人并没有出现。 少夫人知道你来了。 知府拍着她的胳膊, 热情又激动地说道。 立刻讲了向都尉的大恩啊, 让我们好好地招待, 说起来向都尉是宣武道, 可认得云安府的邝大人。 有幸见过一次。 唉, 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啊。 向南恰好知道回答了, 其他官员将领也询问自己认识的人, 向南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互相交流一番, 有的还在坚守, 有的投贼, 有的则已经顽固, 让诸人悲喜交加感慨, 酒便越喝越多, 等向南再醒来的时候, 是第二天的中午了。 少爷, 知府大人把衙门的厨子送来了, 给少爷熬了醒酒汤, 少爷到底还小, 酒量不行啊。 嗨, 这六爷酒量也不行的, 我还记得他呀, 当初也是喝多了被抬回来呢。 向家的随从在床前热闹地询问以及说笑, 向南躺在床上含笑听着, 视线看着仗顶, 喝多是喝得多了, 但还不至于不省人事, 主要是看出武少夫人不会来, 而这些人也不想让他多问武少夫人的事, 就顺水推舟吧。 小爷, 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向南从床上坐起来招手道。 啊, 你来得正好, 替我去给武少夫人送明帖吧。 还要送啊? 向家的随从们也有些惊讶。 少爷还是要见这位武少夫人。 昨日, 光州府的知府亲自宴请, 已经相当于武少夫人的宴请了呀, 向南要跟光州府跟镇武军交好, 这已经足够了。 那武少夫人是镇武军武都尉的家眷, 并不是官府也不是将领, 非要见他做什么。 向南用水洗了脸, 少年人的面容精神异异, 没有半点的宿醉, 他坐到了书桌前提笔。 因为武少夫人, 光州府才如此隆重相待, 我应该道谢。 你们去采买些礼物吧。 那倒也是应该的, 向家的随从们点头应声势, 光州府的街市很繁华, 很快就买好了回来。 哇, 竟然还有我们太原府的特产呢, 而且还不是今年的存货。 先前也罢了, 如今太原府和淮南道这边, 可有京城叛军相隔呢。 哎呀, 伤人们真是不怕死, 该让他们来打仗。 向南笑了笑道, 那是有足够吸引他们的利益, 所以才不怕死。 又摇摇头, 他们只认利益。 将信和鸣铁递给陈二。 送去吧。 要谢谢我。 李明楼问, 看着拿着鸣铁的支付, 支付应声是, 将鸣铁和信递过来, 鸣铁和信还是先被原籍接过, 都拆开查验, 才递给李明楼。 信还是跟先前那张一样简短, 但李明楼看完就笑了。 如今, 李明楼已经不遮面了, 支付看到这一笑, 有些恍惚。 成彻封燕啊, 再次觉得五少夫人遮住脸是明智之举啊。 大人, 你看看。 李明楼的声音将支付换回神, 支付忙伸手接过, 心想。 外南的私信少夫人都要给我看, 如果这小子有任何不妥的言语, 我立刻将这小子打出淮南道, 少夫人就跟我的女儿一样, 谁也别想污损她的名声。 信只有几行, 支付看了三四遍看明白了, 抬头道。 这次不是道谢啊, 是夸赞少夫人啊。 先前那封信说是败谢镇武军乱战之中救命大恩, 昨天, 自己就代表光州府镇武军与他互相道谢回礼, 今天, 向南赞的是少夫人对黎明苍生的大功德, 一般来说, 被称赞的人要当面道谢了。 李明楼对元吉一道, 你安排个人去替我谢谢他。 元吉一应声势, 李明楼又看支付。 这哪里是我什么大功德, 不过是我和婆母路上遇到劫难, 婆母受惊, 想多做些事安抚她。 更何况这些事都是大人们操劳的, 我和伯母一个内宅妇人, 一个身体有疾, 我们也只有这么点人, 这功德我可不敢当, 这个功德只能支付大人领。 那么道谢也只能她去道谢, 支付哈哈笑。 哈哈哈哈, 少夫人和夫人的大功德是踏足我们淮南道, 那么其他的功德我就领了? 说吧, 再不多言, 告辞就走, 离开内宅回到前堂, 支付大人合跃的神情就变得恶狠狠, 喊着亲信官吏。 来人, 来人, 这小兔崽子。 他挽着袖子道, 我就陪他玩这种花花肠子。 向南再一次接到宴请, 这一次除了衙门的官将, 还有一个武少夫人的老仆在场, 老仆口齿清楚能说会道, 对向南连连道谢如此赞誉自己家少夫人, 然后又对知府等官将道谢, 能做到今日这都是光州府上下官将齐心协力。 知府连声惭愧, 询问沿途所见所闻, 向南描述经过地方的乱世流民, 又赞叹光州府境内世外桃源。 知府一众又是悲伤又是欣慰。 向公子, 多谢你能看到这些呀, 实不相瞒, 我们真是极其艰难呀。 讲述了当初, 怎么被围攻, 父辈受敌, 城池几乎负灭。 观察时带着数万的大军投敌了呀, 我们淮南到天都塌了, 砸我的头上, 我能怎么办? 我们只能咬着牙, 头破血流地站起来。 灾民越来越多, 都是百姓手心手背的肉啊, 我们怎么可能拒之门外呀? 你知道花费多少钱吗? 别的不说, 米, 每天熬粥的米, 熬的不是米, 是银子, 还买不到。 那些草棚柔身之所, 不是我们建的简陋, 实在是简陋也要愁死人了, 别说砖石了, 连木头都没有, 我们最后没办法了, 把很多官邑都拆了。 知府越说越激动, 武少夫人的老仆, 更是生情并茂地, 讲述一段光州府怎么安置流民, 夏天大雨, 冬天大雪, 说得知府拉着向南的手哭起来, 在座的官将们也跟着流泪。 向公子, 我们真不求什么大功德, 只是你能看到, 有人能看到, 我们再苦再累, 也值了。 这一次, 向南没有喝醉, 宴席上的官将们都喝醉了。 哗啦一声响, 冬日清冷的水扑在脸上, 向南深吸一口气抬起头。 今天呢, 还去不去啊? 陈二在一旁递过手巾, 撇着嘴嘲讽。 当然了, 要不怎么叫三顾茅庐呢? 向南擦去脸上的冷水哈哈笑, 将毛巾扔给陈二, 走向桌案提笔, 大笑变成浅笑, 在嘴边凝结弯弯。 我看他这次, 还怎么打发我? 知府大人站在李明楼这里, 拿着帖子神情愤怒。 这些傅家子弟就这样, 那里就是个泼皮无赖。 少夫人, 我将他绑了扔出广州府, 白袍军又如何, 华州也好, 宣武道也好, 太原府也好, 我广州府淮南道, 难道还怕他们? 元吉接过帖子检查之后, 递给他。 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李明楼皱眉打开信, 这次的信比前两次都短, 只有几个字, 武少夫人, 威夷。 向南带着陈二走出客栈, 冬日清晨, 街上很安静, 店铺一多半还没开门, 只有挑着担子的小贩, 拿着工具上工的民夫, 脚步匆匆, 以及守夜下工的耕夫, 带着几分疲惫打着哈欠走过, 都是忙碌生计, 或者急着回去歇息的人, 没有特别关注这个悠闲走过的白袍少年公子。 来投奔光州府的权贵也很多, 就算在乱世, 权贵也总比普通民众日子过得好一些, 不管什么时候, 人和人还是不一样的。 府衙日夜不关, 此时有官吏在门口等着, 看到向南过来, 上前失礼。 向公子, 请这边走。 他说道, 不是进府衙, 而是向后转去。 向南知道, 那是先前去过的后门, 有公事见五少夫人, 要走府衙, 私事从后门问询。 五少夫人公私分明, 以府衙为尊, 低调内敛, 开门的还是那个老仆, 看到官吏露出笑。 正要去迎接你们呢。 哎, 哪里哪里, 我把向公子送来了。 公子请。 向南和陈二进去了, 官吏失礼告退, 没有跟进去, 门关上便是五少夫人的小天地。 老仆安排陈二在门房喝茶, 门房除了茶, 还有一些点心小食, 体贴又很礼貌地 顾全他是否用了早饭。 府衙的后宅并不大, 种了很多花木, 高高低低交错, 沉雾萦绕其间尚未散去。 向南随着老仆走进去, 刚迈过院门, 就看到一个女子从回廊走过来, 薄雾让他若隐若现。 向南一眼认出, 果然是在湖边见过的那位仙女。 向南停下脚, 听老仆喊一声少夫人。 少夫人看过来, 长长的睫毛扇动, 驱散了薄雾,露出面容。 她手里拎着花篮, 堆着一束束红黄白的梅花, 看了向南一眼, 迈进了屋子。 向公子请。 老仆笑道, 向南跟着老仆穿过庭院走进去, 这是并不大的一间书房, 外间会客读书, 里间用来喝茶歇息, 垂着珠帘, 少夫人就坐在里面, 对着镜子, 半倚着妆台, 挑挑剑剑篮子里的花。 五少夫人, 向南有礼了。 向南失礼, 隔着珠帘, 五少夫人看过来一眼, 微微汉手还礼。 向公子, 你说我家少夫人威仪, 是什么意思呀? 老仆站在珠帘边问, 又带着歉意失礼。 少夫人年幼孤身在外, 夫人身有其患, 不便与外男作谈, 有什么话就有老仆旦说了, 还请见谅。 原本就是我唐突了。 向南不揣测他们的本意和真假, 干脆利索回答。 少夫人对流民百姓慈悲呵护, 但对世家大族权贵, 太过于苛刻。 这样做, 光州府淮南道, 看似风平浪静, 实际上暗潮汹涌, 少夫人很危险。 李明楼捏着茶花, 扔回了花篮里。 什么呀? 他所谓的威, 是说了这个? 枉费我准备了这么多。 他真以为向南是知道他的身份了, 他也没有什么顾忌了, 要见就见, 只要他一说破他的身份, 他就杀了他。 李明楼看了眼窗外, 陈雾缭绕如仙境的小院遍布了重兵, 这间屋子里也不止他们三人, 只待他一开口, 喊李明楼这三个字, 就乱刀砍死乱箭射死。 他是不想让淮南道, 宜州, 宣武道这些好容易安稳的地方, 因为向南一个人陷入麻烦, 甚至极有可能让安康山的叛军趁机袭来, 无数的民众丧生, 而他也将再次面临死亡, 但就算他还是要死, 这次也要让向南先死, 但是他不是看穿他。 向公子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少夫人对世家大族权贵苛刻? 名人不说暗话。 不要说这些都是官府做的, 官府如今能做的事, 离不开少夫人背后指定。 不给老仆说话询问质疑或者辩解, 他接着说下去。 养活这么多流民这么多兵马, 花费巨大, 又要活落城池, 维持繁盛, 给商人们无数的便利, 单单是靠少夫人和官府太难了, 所以便对权贵富豪所要钱财, 说直白一些, 就是劫富济贫。 他没有看穿我的身份, 但这一点他倒是看得清楚。 李明楼捡起一枝梅花, 用剪刀咔枝剪断, 插在梅瓶里。 用兵马养住一方安稳后, 就要用稳住和吸引来的权贵富豪们 养兵马和民众了。 他一个人, 当然做不到养这么多城池兵马, 他又不是真的神仙, 尤其是剑南道的钱物攻击不上之后。 几百年的平稳繁盛, 养了大厦无数的世家, 积攒了厚重的家底。 乱世性命威胁之下, 能让他们拿出先前皇帝 都不一定能逼出来的钱财。 当然, 夺人钱财犹如杀人父母, 这些权贵富豪, 原本还因为能护住身家平安的感激, 顿时全无。 官府兵马的辛苦, 在他们眼里变成了理所当然, 而且还有恨意。 这不是他们主动施舍, 而是被要求给出的。 对于他们来说, 这付出就是委屈, 是怨恨。 这些情绪被乱世以及生存掩盖, 但的确在光州府内涌动。 项公子言重了吧? 老仆惊讶, 看了眼李明楼, 再有些无奈对项南道。 光州府的确对权贵富豪争纳金银, 那是因为官府已经穷尽, 朝廷也没有兵马良想发来, 只能大家齐心协力,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共度难关呢。 百姓们虽然不拿钱交粮, 可都是要征用去做工种地的。 项南也不看李明楼, 看着老仆道。 我知道齐心协力才能共度难关, 我的意思是, 除了征纳, 还有别的办法来谋求世家大族的帮助, 他们除了钱财, 还有人脉, 还有众多的家丁, 金钱一得, 人心难得呀。 丁的一声响, 项南停下说话, 看着株莲后若隐若现的女子将剪子扔在桌子上, 她招招手, 老仆掀起株莲走进去, 傅尔听她说话。 项南不急不躁也不再说话, 安静等候, 老仆走出来站在株莲边。 我知道相公子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让我去求世家大族的心, 苍老的声音顿时变娇俏, 如果不看人, 就是一个二八少女在说话。 这个老仆竟然还有这种口气, 那么她现在是在转述少夫人的话了? 我和婆母先前阔过, 也颠沛流离过, 我们很清楚世家大族的心事求不来的, 所以大家之间不用客气, 觉得委屈不平, 离开就是, 光州府离开他们, 也能活。 原来相公子是来替人做说客的。 阔过, 颠沛流离过, 简短的话似乎包含了很多隐秘, 五一二的身世的确很隐秘, 背后应该有故事, 不过向南现在并不好奇这个。 这位少夫人, 恼了? 向南皱眉, 看向朱连后的女子。 我不是说客, 我是不想少夫人心血毁于一旦, 特来提醒。 朱连后的女子站了起来, 走过来掀起朱连, 走到向南的身前, 从她身边走了过去, 梅花茶花的香气从她肩头划过, 人走了出去。 竟然, 向南转过头, 门外衣裙飘动脚步声远去了。 我们少夫人知道了, 向公子请回吧。 门在后关上, 陈二将被赶出来时抓的一把瓜子, 塞进嘴里嚼得咯吱响。 公子啊, 这一下你见到人了, 满意了吧? 满意? 这个武少夫人的坐牌, 向南有点不知道怎么说, 他摇摇头道。 走吧。 回到客栈, 向家的随从们也都等候着, 询问怎么样? 公子是太实诚了, 其实啊, 跟官府已经道过两次谢, 已经足够了。 大家认为, 他求见那位武少夫人, 是为了谢四水时的救命之恩, 要不然呢, 总不会是私募那少夫人先人之姿, 可不能乱想。 唉, 要我说呀, 就是多此一举。 陈二不是随从, 有资格抱怨。 你们这些大人啊, 就是喜欢这些客的, 有什么好道谢的呀? 谢来谢去, 能谢出什么? 他的话音落, 又随从说知府来了。 相公子啊! 知府面带笑脉进来, 抱全师礼。 这两次喝酒喝得多, 我到现在才清醒过来, 也刚知道你的家门渊源的, 太原府相氏, 可是几代的大家, 哎呀, 我真是失礼失礼了。 光州府一个小知府, 能知道他们的家族身后, 也不算太失礼了, 相家的随从们, 神态几分喜悦。 是这样, 我们这里有个规矩, 每个来我们府城的大族世家, 都要交一笔入城费, 相公子, 我就代替光州府的百姓, 谢谢你了。 一言即出, 满屋子的人都愣住了, 相家的随从恶然, 沉而扎嘴。 得, 谢来谢去, 谢出钱了。 这陡然的要求, 相男也先是愣住, 然后失笑, 笑声越来越大, 干脆哈哈大笑。 不管是相男的大笑, 还是相家随从的恶然, 都没有让知府尴尬, 他理直气壮, 又死皮赖脸, 不拿到钱不肯走。 相男没有钱, 华州兵马, 没有光州府镇武军这么富足, 大家吃喝, 基本就靠从叛军手里抢。 他这次行路的花费, 是相云随信送来的, 领兵马当家的六叔, 是知道柴米贵的。 从没听过, 有什么入城费。 相家的随从愤愤, 声音压低, 但也能让坐在外间的知府听到。 知府泰然就像没听到, 笑咪咪和蔼地问尘尔, 哪里人多大了, 可有成家等等闲话。 这个入城费, 的确不在先前听到的相母名称中, 相男笑的。 应该是特意为了我, 刚想出来的。 光州府怎么这么无耻? 公子, 我们不给他, 现在就走, 他们能奈何? 不会奈何, 最多是跟镇武军翻脸成仇, 这种事那个女子, 是绝对干得出来的。 这样的事, 对于现在的乱世来说, 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 其他的卫军, 别说要钱, 互相都抢兵马地盘了, 他为什么要把镇武军当善人看待呢? 因为他们忽悠百姓流民吗? 忽悠百姓流民是为了养成, 更重要的是补充兵源, 可不是真的神仙, 慈悲无私。 没必要为了这点小事伤了和气。 这还是小事, 那什么是大事啊? 当然是友好合作, 共抗叛军, 只要是真的能做到这个, 其他事都能放在一边, 忽略不计。 向南道, 我给他们写个欠条吧。 看他的确是认真的, 如今也不能把公子当孩子看, 随从拉住要去写欠条的向南。 公子, 我们贷钱了。 说吧, 站开几步, 解开东袍。 向南只觉得眼前一花, 明晃晃的刺目, 这随从, 竟然穿了一件金礼仪。 你…… 向南惊讶, 仔细看, 原来是一片片金叶子, 用金线缝在衣服里了。 衣服虽然不大, 但密密麻麻盖满, 数额不小。 你怎么贷了这么多钱? 他们五房可没有那么多钱, 老太爷怎么会让随从 给他这个孙子带来这么多钱? 他在老太爷面前没有那么受宠, 家里带他最亲近的是六叔。 随从笑呵呵的。 嘿嘿嘿, 是大小姐给的。 向南呜了声, 收起了惊讶。 大小姐是让我们备用的。 随从一边解衣裳一边说的。 大小姐说了, 遇到大事, 公子会解决, 遇到用钱的, 反而是小事, 应该是用不到, 所以不用告诉公子。 没想到, 这乱世大事中, 还真有这种烦人的小事。 他将衣服脱下, 递给向南。 公子拿去用。 向南看着金衣, 金叶子精细耀眼, 彰显着剑南道的财大气粗。 说起来这位五少夫人, 倒是和李明楼有些相似。 有钱刁蛮又粗暴。 不, 不一样。 李明楼是世家大族, 对弱小高高在上。 而五少夫人, 则是扶住弱小, 对世家大族毫不客气。 这个世家大族的钱用在这里, 倒也合适。 他伸手接过金衣, 转身出去了。 知府的无耻, 再一次让向家随从震惊。 先前, 他狡猾地说让拿入城费, 却没有说多少数额。 现在盯着金衣, 将太原府向市, 一直追溯到春秋时 估量出一个数额, 掳走了几乎一半多的金叶子。 这是入城费的凭证。 知府将一张手写的文书放下。 拿着这个, 在我光州府, 镇武军所到之处, 皆通行无阻。 然后抱着金叶子离开了, 向家的随从连送都不想送, 向氏几代都没有受过官府如此屈辱。 向南没有愤怒, 还笑道。 你们看这凭证啊, 特意写了入城费, 留下了到光州府侠内 被收取的其他明目的费用的机会。 真是太可恶了, 真是诚不可貌心啊。 公子竟然还夸赞光州府侠之亲民, 这官府竟然无耻到这种地步。 哎呀, 好了好了, 我们快走, 再也不要来他们这里。 向家的随从们纷纷喊道, 陈二也心平气和。 上赶着送到眼前, 宰钱倒是便宜的, 没把我们都宰了, 抢了我们兵马就已经是很客气了。 向南再次哈哈笑, 将文书一敲陈二的头。 哼, 说得对, 还要四股茅庐吗? 哼, 哪有四股茅庐啊。 向南笑道, 取过斗棚裹在身上。 我们走了。 好意, 他已经传达到了, 这五少夫人不是个蠢人, 无可否认, 这手段让他在乱世中杀出一条路, 但激流猛击只适合一时, 长久必然要受困乱, 希望他能及时想明白收手吧。 向南干脆利索地离开了光州府, 站在城门上, 看着远去的白袍身影, 方二眯眼估算一下距离, 将手中的弓弩放下。 我们不能用兵马阻击, 也可以用刺客偷袭。 从光州府到太原府, 路途漫漫, 更是要越过汉军境内。 李明楼裹着的偶棚, 站在城墙, 风不时地先动帽子露出熔岩。 刺客杀人哪有那么容易, 尤其是从千军万马中出来的杀将, 除非是亲信之人不提防。 比如他的父亲, 怎能想到打扫过的战场死人堆里, 还藏着刺客。 再比如向云, 李明楼看着远方, 视线里不再是那个白色的身影, 而是另一个人的身影。 向求然不知道怎么样? 向求然再没有与他有往来, 就像从世间消失了, 但从建南道那边得知, 向云遇刺两次了。 两次都没有杀掉向云, 向求然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有没有地方藏身, 可有暖衣穿, 可有失果。 李明楼后悔了, 他转过身走下城门, 站在城门下, 背着双斧的包金银, 撑开伞, 护着李明楼上马。 方二站在城门上目送, 虽然向南走了, 但这件事是个警告, 所以从窦县镇武军挑出的护卫, 找了些孤儿来家中做侍儿, 他们离开了李明楼身边, 不会明面上出现。 骑马穿行街上的李明楼, 被人拦住。 少夫人, 我有一身功夫, 便将身心献给少夫人。 李明楼不再遮挡容貌, 民众惊艳如鲜, 不敢也不想上前打扰, 但还是有人忍不住自荐。 李明楼勒马, 看着站在面前的高瘦男子, 这是一个游匣儿, 不知道从哪里跋涉而来, 又遇到了什么危险, 脸上还带着伤。 多谢你的身心, 但我不能受, 因为先前投我门下的游匣儿们, 都在外奔波辛苦, 我什么都为他们做不了。 在他们回来之前, 我不会再收护卫了。 街上便有民众喊了声向求然, 这人明显是窦县来的, 光州府的民众不清楚, 窦县的人还记得。 当初有很多游匣儿聚集在武少夫人身边, 其中有个最漂亮的叫向求然, 只是战乱起后, 这些游匣儿都不见了, 还以为他们跑了, 原来是位少夫人在外奔波。 我来光州府的路上遇到过一个游匣儿, 指点我们来淮南道的窦县, 我也遇到过, 他还说窦县有个武少夫人, 能和我们平安。 说起当初, 说起建文, 街上变得热闹, 然后一个老者喊着。 我有游匣儿主托给少夫人。 他分开人群, 颤颤进前, 手中举着一块玉佩。 这是我恩公齐谢阳留下的, 说是少夫人您赠他的美玉, 他不愧美玉无瑕, 思而明末, 托我还给少夫人。 他送出的美玉很多, 已经记不得了, 李明楼下马双手接过, 老者将骑谢阳的事讲来, 听得民众们激动又悲伤垂泪, 先前拦路的游匣儿胸口起伏握紧了手里的刀。 我们将恩公就地掩埋了, 今日老儿将美玉送回, 也算送了恩公回家了。 李明楼转头喊了声包包, 举着伞的包金银已经习惯了这个称呼, 应声哉。 你去告诉园吉建一座英雄庙。 李明楼道, 看着手心里的美玉。 我要为他们祈福, 让他们在外平安, 万一不幸, 千里也能魂归。 包金银应声势, 李明楼再将美玉递给老者。 待庙宇落成, 请老张送他入庙为安。 老者哽咽, 双手接过贴在胸前, 这热闹让更多的民众涌来, 那位站在路中间的游匠, 却掉头转身, 向热闹外走去。 他将刀系在身后, 没有被拒绝做护卫的哀伤, 双眼明亮。 将来英雄庙, 必有我一席之地。 热闹在街道上蔓延。 武少夫人来了, 武少夫人, 武少夫人。 呼朋唤友, 更多人向这边涌来, 但又与曾经的热闹不同, 聚集过来的民众没有大声喧哗, 挤在街边激动欢喜, 好奇地看着马上的武少夫人。 武少夫人穿着斗篷戴上了兜帽, 身边有铁塔般护尾撑着伞, 但不是往日那般照住了全身上下, 伞也只遮天上不遮四周。 随着马儿嘚嘚兜帽飘动, 那明亮的眼,雪白的肤, 高高的鼻子, 红红的唇, 看得清清楚楚。 远处热闹, 近前人挤人, 但却安静有序。 见或有人喊武少夫人, 也高声起, 低声压下。 喜欢叫卖的商人, 也只是让自己的奴仆将货物举高, 等待武少夫人自己看过来。 这热闹如浪头滚滚而来, 到岸边又凝结变成冰雪安静。 李明楼沉浸在安静中, 想着那些在外的游侠儿, 当时不过是顺他们兴致而为, 现在他们行侠仗义却为自己扬名。 还有那些说书人杂耍人, 也到处奔波在城镇乡村路途, 宣扬武少夫人之名。 他能回报的, 就是把投奔来的民众安置好, 不负他们辛劳, 不辱没他们名声。 只是这件事, 其实也并不好做。 远处却陡然喧闹, 还有鼓噪叫喊。 安静被打破, 李明楼下意识地看过去。 打架了! 那边传来喊声, 两边的民众也都惊讶地张望。 果然, 见那边有一团两人撕打在一起, 但很快就被拉开了, 看到打架的两人衣袍沾了土, 发迹乱了, 就像两只斗鸡。 哎呀, 是两个血信先生, 在这条街上争抢生意, 原本只是狗角, 今日跑来看少夫人, 撞在一起, 便趁机泄愤打了起来了。 事情起因, 很快便传过来了, 那两个血信先生, 一个用袖子掩面, 连说有辱斯文, 另一个则耿着脖子道, 君子该动手就动手, 遇事退让纵恶, 才是有辱斯文。 哎呀, 你们就少说两句吧。 真是让你们吃饱饭咸的。 城中禁止斗啊, 差已把你们赶出去。 邵夫人正路过呢。 街上的民众, 又是笑, 又是骂, 又是不安, 又觉得羞愧, 尤其是看到五少夫人的马没有过去, 而是停下来向这边看, 站得近的民众, 能看到邵夫人仙人般的脸上浮现惊讶, 然后喊了声包包。 撑伞的包金银靠近俯身, 李明楼对她说了几句话, 包金银便一手撑伞, 一手冲那边一指着再一挥手, 身后护卫们冲出来四个向那边去。 李明楼不再停留催马而去, 包金银撑伞跟上。 那四个护卫冲过去, 将两个写信先生抓起来, 民众们没什么惊讶, 纷纷到斗殴就该抓起来, 不过两个打架的读书人却不服。 干什么抓人? 我们两个只是口角, 不是斗殴。 没错, 我们口角, 民不告官不咎啊。 他们一致对外引经据点呼喝, 但无奈, 在这乱世, 兵马和民众都不讲理, 四个官兵干脆利索地将二人绑住赶着走, 而民众们只笑着叫好。 已经走开的武少夫人所过之处安静, 大家的视线都追随着马上的女子。 果然是不敢高声愚恐惊天上人呐。 哎呀, 真是仙人之姿啊。 街边的人群里, 有两个衣着良好的中年男人, 看着骑马过去的武少夫人低声赞叹。 没想到还是个孩子呢, 竟然能做到如此。 五鸦二的果然来历不明啊, 不过可不是什么无父母的孤儿, 只怕来历不凡, 否则怎么会有这样的妻子啊。 听到他静止说出五鸦二三字, 胖男人看了他一眼, 再看四周轻咳一声。 咳咳咳, 在外边还是恭敬些吧, 且不说是陛下跟前的红人, 也是大家的再生父母呢。 寿靴男人一双长眼上扬, 眉梢似乎满是笑意。 外边嘛, 我们这里可是只知道少夫人, 说少夫人的丈夫大家可能会反应过来, 说五鸦二嘛。 他看了眼四周, 民众的视线都还追随着远去的五少夫人, 神情或者激动或者欢喜, 或者呆呆出神, 或者兴奋的交头接耳, 没有人在意他们的话。 胖男人摇头笑了, 安静似雪, 随着五少夫人的离开渐渐融化, 街上变得热闹, 尤其是随后两个男人被官兵压着走过。 读书人之间的事, 岂能叫逗欧? 不能胡了抓人啊! 不要推, 我自己能走。 这是一老一中年, 他们穿着旧衫, 面容斯文, 此时被绑附, 神情愤怒又无奈。 民众好奇询问, 但听到是因为当血信先生结仇打架, 被五少夫人正好亲眼看到, 便都哄笑纷纷叫抓得好, 那两人的声音被盖了过去, 站在路边的胖兽男人目送他们过去。 这俩人也是蠢, 竟然还敢叫缘? 五少夫人亲下令抓的, 还能有错吗? 他一脸嘲讽, 但不知道是嘲讽这两个被抓的倒霉鬼, 还是别的什么。 胖男人推了他一把。 走走走, 快回去吧, 我担心你再不回去, 要被抓了。 瘦男人哈哈笑。 我看我被抓是早晚的事。 他挽住胖男人的胳膊。 不只是我, 我们都是龙中猪羊。 话虽然如此, 他还是跟着胖男人挤出人群, 七拐八拐熟练地穿过几条小路到了另一条街上。 府城的热闹都在去看五少夫人。 这边很安静, 街道很长, 但只有两间大门, 最外的一间悬挂着黄宅两字。 高高的围墙, 可见里面错落起伏延绵的房屋, 高大的古墓, 门前端坐精美的上马石, 上面似乎有无数脚印留下的痕迹, 表明这里曾经车马来往众多, 只是此时厚重的大门紧闭。 两个男人迈上台阶, 一个去拍门, 一个则回头看街上。 原想是破财消灾, 但这五少夫人是要釜底抽薪, 断我们的活路。 受男人冷笑, 门打开了一条缝, 门子警惕地往外看, 恰好听到这一句吓了一跳, 打开门。 六爷, 您可说话小心点。 快些进来, 吴老爷, 田家七爷, 还有廖家的人都来了。 胖男人也一拉瘦男人。 有话进去说。 两人进去了, 门子戒备地探头看四周, 然后才关上门, 听着里面几声响, 不知道门被上了几道。 皇家宅院深厚, 华美又古朴, 据说光州府未成城池之前, 就已经存在了。 皇家可是数百年的基业, 绵延之今。 宅院里有四个裹着球衣, 头发斑白的男人正悠闲地观赏四周, 看庭院, 看古墓, 看冬日小桥流水, 只是面上没有往日的怡然, 反而带着几分躁雨。 景致只是调剂, 再好的景致也要有心情才能看出乐趣, 他们的话题很快回到先前。 不管是灾年还是霍乱, 我们这些人家哪个不是尽心尽力, 朝廷有指派我们出丁出阴, 就算没有指派, 我们捐粮捐物, 哪一次有个半点推脱。 一个男人皱眉, 重重叹口气的, 一个揣着黄桶手炉的老者沉沉一笑。 常有一句话说, 为父不仁, 好像这天下的妇人都是坏人, 可为父不仁是过不了三代的, 真正的大夫之家, 延绵数百年的世家大族, 哪个不是济世救民, 辅助孤寡, 救护老幼, 为厚德者能受多福啊。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这些人家哪个不是世代德善, 历来是官府敬祝, 百姓们敬爱, 现在呢, 反而被一个外来的野兵女子当贼当猪羊。 天妻爷, 不要急, 不用跟这些粗俗人动气。 斯门, 斯门, 田妻爷将袖子再一甩, 背负身后哼了声。 斯门, 别人都要起我们头上拉屎了, 还斯门个屁呀。 众人更是一脸不忍听。 大下离难, 我们自当尽心竭力,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城池被围, 我们个个开仓, 把家里的存粮都拿出来, 施重人用。 我们的家丁自备兵器, 自备护甲守城作战, 结果呢? 那镇武军来了, 功劳都是他们的。 也罢, 的确他们功劳最大, 我们施州被嫌弃, 无妨。 我们就把我们的钱粮给他, 我们不计较名声, 反正都是为了光州府, 为了黎民百姓。 要人守民赋, 我们出人还贴钱也都无妨。 但是结果呢? 他们。 田七爷保养极好的脸上, 因为愤怒浮现一道道沟壑, 伸手点着围墙外。 他们不仅心安理得, 反而得寸尽致, 不仅不多少感谢我们, 反而视我们为仇。 舍利繁多名目, 今日要钱, 明日要务, 后日又要人。 恩情尊重是半点也没有, 只是把我们当猪羊仔呢。 啊? 听到这里, 戳中在场诸人的心痛, 也顾不得指责田七爷, 口莫四箭, 话语粗鲁, 纷纷叹气。 人人都说光州府世外桃源, 淮南到十万大军铁桶兼过, 我们才抛家舍业来这里求生。 一个面色白皙, 文质彬彬的男人轻叹。 哎, 谁想到阳入虎口。 那个五少夫人要钱要务也罢了, 眼下又让官府清查田产, 要我们借给流民耕种。 借? 我看分明是要抢。 商路被他把控, 田地也要被他抢占, 他这是要绝我等世家大族根基。 田七爷将拿着的喜鹊绕眉白瓷小手炉, 啪地摔在地上。 他以为他真的是神仙了吗? 精巧价值千金的白瓷小手炉, 在地上碎裂, 在场的人脸上没有什么可惜, 也没有人多看碎片一眼。 糊弄百姓的话, 说多了自己也当真吧。 什么神仙, 不过是恰逢乱世, 粗鄙的五人仗着手里有兵马, 作威作福。 他以为他的丈夫是陛下以众之人, 这淮南道就是他的天下了吗? 站着的男人们, 再不论斯文说持重, 人在屋檐下被割肉咬牙能忍一时之痛, 但要被砍去双手双脚, 从此成了废人, 那是绝不能忍。 那五鸦儿, 不知道是哪里跑来的私生野种, 这五少夫人, 不知道是哪家抱负骄养的女子, 如今趁着乱世一步生天, 便飞扬跋扈不知天高地厚。 他们一心想成就罢业, 想要天下名胜可以理解, 建功立业, 人之常情, 更何况他们这般的人, 只不过做法不对呀。 这天下的事, 从来都是花花轿子, 人抬人, 平定乱世, 护佑百姓, 是要大家一起的, 哪有一个人做了? 不是他一人做了, 是他要把所有的事, 都算做他一人做了。 此话更引得诸人开口, 这光州府, 甚至淮南道的州里, 多少米都是我们出的? 豪沟城池, 还有那些安置的家宅窝棚, 一砖一瓦, 也都有我们的。 结果成就了他神仙法力无边了。 男人们挥舞着衣袖, 声音嘈杂, 让精致的远景变得几分黯然失色, 有重重的咳嗽声传来, 大家看向廊下, 见是四五个男人, 拥促着一个裹着斗篷的老者站在那里, 看到他, 大家忙停下说话, 涌过去纷纷失礼。 黄老太爷, 黄老太爷, 天下大乱, 我们光州府也要乱了呀。 老太爷呀, 这日子没法过了。 黄氏宗族, 黄老太爷, 视线扫过诸人。 行了, 不用说了, 我都知道了, 我已经接到府衙送来的消息, 说要借我们的田地给流民耕种, 好让他们安家安心于此。 田七爷单独上前一步, 道。 海爷, 这能不能让流民百姓安心安家且不说, 先是要我等破门破家呀。 于是, 众人再次嘈杂, 黄老太爷挥手再次制止。 先前, 我看那武少夫人善心可嘉, 也就当住晚辈后生做些事, 没想到她的胃口真是越来越大, 也不把我们当回事。 哎, 是啊, 别的地方也都在护民, 养兵, 保城池, 官府也要世家大族们协助, 但那是协助, 有敬重, 有名声, 有礼貌。 我们这是什么, 逼迫抢夺吧, 我们得到了什么, 羞辱, 不屑, 低威。 我说让我家的孩子帮忙做些事儿吧, 官府像打发乞丐一样把我打发了。 嘿嘿, 官府对乞丐也比对你客气。 叛军也不过如此作为吧。 面前说的笑的骂的嗡嗡乱, 黄老太爷白白手打断。 哎呀, 你们不用说了, 我活了这么久, 他们打的什么主意我看得明白, 不过是想趁着大乱囤积兵马, 我们呢, 是给不出他们兵马的, 兵马呢, 只能从流民百姓中得来, 所以他们才竭尽所能地 造出今日之事。 黄老太爷向前走了两步, 淡淡一笑。 我原本想他是个妇人, 我不与他一般见识, 没想到他仗着兵马越来越跋扈, 还真以为山高皇帝远, 这淮南道姓武类啊。 老太爷说的事啊, 正是如此啊。 能稳定这天下不是兵马, 也不是普罗大众, 而是我们这些世家大族, 没有了我们的支持, 想平乱天下, 不可能。 是时候, 让他知道这个道理了。 田七爷一步上前, 拱手施礼。 田氏, 愿听老太爷吩咐。 其他人也纷纷上前, 扶手抱出家门兴事。 希望老太爷吩咐。 黄老太爷点点头。 来, 我们去厅内坐下详说。 众人应声事, 纷纷跟着黄老太爷迈步, 继续说着武少夫人飞扬跋扈的嚣张行径。 是才在街上还直接抓人呢。 一个男人讲述自己刚才看到的。 就因为在他经过的时候, 两个读书人引起了喧嚣, 冲撞了他。 读书人吗? 大家惊讶地询问。 是啊, 斯斯文文的, 他一声令下, 那兵马如狼似虎将人就压着, 倒着脱走。 哎呀, 惨不忍睹啊。 光州府还有官府在, 他一介妇人, 怎可以任意妄为? 宋嘉诚这个没骨头的知府, 一心想去新帝跟前攀附, 当然对武少夫人言听计从了。 那两个读书人被抓进官府, 也是死路一条。 此时, 府衙后宅的一间厅堂, 那两个据说被拖刑惨不忍睹的读书人, 正一脸不解又不安。 一人的不解, 是面前摆着的一个大瓷碑, 这瓷碑稍至简单低裂, 可惜里面的好茶了。 神仙待客的碑子倒是挺独特的。 他嘀咕, 另一人没听到他嘀咕, 眼神略有些不安, 但又挺直几倍, 将皱巴巴的衣衫拍打整齐。 事到如今, 不得不低头啊, 身为君子, 只能打个狂语了。 待会儿, 我们要告诉他们, 我们没有打架, 连抠叫都没有。 我们的只是, 切磋。 盯着大瓷碑子的男人摇头。 错了, 错了, 你看看, 说你不行就是不行, 这个时候, 必须承认我们有口角有斗殴。 他抬起头一笑, 带着岁月痕迹的脸变得更加沧桑, 右左右看了看, 一双小眼滴溜溜。 最好我们现在再接着打。 拍打衣衫的男人有些恼怒。 为什么? 站在窗外的李明楼也有些不解。 是啊, 为什么? 江亮这个老头子比刘范沉稳多了, 原来年轻几岁的时候也挺调皮的嘛。 在街上的时候, 李明楼被吓了一跳,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一眼看过去, 竟然看到了江亮和刘范。 虽然他们比那一世认识时年轻几岁, 江亮也没有那么胖, 刘范身子看起来也不怎么撞, 但面貌没什么区别, 甚至看起来更沧桑一些。 他认识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是向家的门客。 门客跟游侠儿一样, 随着大厦安稳几百年, 已经没有了生存之地, 凋敝了。 战乱开始后, 门客才再次出现并盛行, 一来是很多武将掌权需要幕僚, 二来是很多文人被乱世打破了安稳的生活, 曾经学成纸货与帝王家的鹿子没有了, 不得不寻找新的生路衣服。 乱世也是很多人的机会, 试乱显英雄, 不管是文人还是武将, 骨子里都藏着雄心勃勃。 到乱世四五年后, 权重兵多的大将们, 门下聚集了最少十几个, 最多数百个的门客, 而很多豪族世家, 也都多少养着十几个门客, 用来分析天下大士大将们的起伏, 以便家族能掌握时机。 李明玉身边就有几十个门客, 李明楼自嘲地一笑。 那些门客都是向云找来的, 也真是奇怪, 这么简单赤裸裸地侵吞, 当时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呢? 怎么就真的当作一家人不分你我? 真是用了那句话, 只原生在此山中。 一声轻响, 打断了李明楼的出神。 他看向厅内, 见江亮靠在桌子上, 手肘装作无意地撞茶杯, 但在要跌落的时候, 被刘范长手一探扶住。 你干什么? 你手来做破腹装? 摔杯子, 撞桌子, 扭倒? 我才不会与你一起丢人呢? 我们没打架, 就是没打架, 就是要让这位五少夫人明白这个。 你这个年轻人哪, 真是糊涂。 你说我们是从外面打到里面, 然后由五少夫人责罚, 调解, 然后和解, 皆大欢喜好, 还是让这件事情是个误会, 五少夫人做错了, 然后对我们道歉, 再把我们恭敬有礼地送出去好呢。 刘范立刻明白他的意思, 面色板正。 五少夫人, 知错能敢, 才是神仙之人。 神仙也有三分烟火气, 更何况也要考虑普罗大众的喜好, 民众可不愿意看神仙犯错啊。 我就看不惯你这个样子, 你还是不是读书人啊? 是泥人又三分火气吧? 神仙就是泥人啊。 江亮嘀咕, 倾壳一声, 站直身子。 我知道, 你这种读书的年轻人, 一身骨头很硬气, 但是不要拖累我, 我老骨头最怕事, 我不争嫌弃。 刘范看着比自己矮一头的老头。 你老骨头怕事, 你不争嫌弃, 那你还把我桌子掀了, 还给我抢生意。 江亮黑黑一笑, 顺手拿起茶杯, 吹了吹热茶。 当然是因为我不怕你啊。 嘖的一声喝了口茶, 茶很好, 而且这大茶杯捧着莫名有种韵贴的感觉。 你少。 刘范气道, 刚张口听得外边一声笑, 然后有人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门口。 江亮放下了茶杯, 刘范身子站得更直, 两人的视线都看着站在门口的女子。 她穿着白色的衣裙, 衣服上有淡黄色的绣花, 恍若仙气萦绕, 又恍若春花盛开。 她看着他们, 嘴角含笑, 下一颗笑便收起来, 春花顿散。 五少夫人。 江亮深深失礼, 刘范浅浅亦礼。 李明楼迈进来, 越过他们坐到正中, 在他身后跟着两个七八岁的女孩子。 去玩吧。 李明楼对他们说道, 两个女孩子应声势, 登登跑了出去。 江亮刘范混迹街头, 知道五少夫人身边无人陪伴, 收养孤儿孩童的事, 大约有十几个孤儿被五少夫人收养。 少夫人, 惊扰了。 刘范干脆力索先开口, 看着端坐的女子。 这是个误会。 江亮上前要说话, 又似乎想起来, 手里还端着茶杯, 忙又退回去放, 这一耽搁, 李明楼先开口了。 你们说的, 我刚才都听到了。 江亮放下茶杯, 转过身道。 少夫人, 既然你听到了, 那么你认为这件事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错了, 你就罚, 你错了, 我们就谢。 刘范没有说话, 神情有些复杂, 她是有一腔热血, 但不是傻子, 先前两人那样说话, 就是说给外边人听的, 在人家家里, 怎么可能隔墙无耳。 李明楼看着江亮, 再次笑了笑, 江亮真是将虚假表达的干脆利索, 又坦荡直白, 她甚至可以想象出, 那一世, 他们两个是怎么被安排来, 给自己当幕僚的。 向老太爷, 你是让我们给他讲故事, 还是当幕僚? 你让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我要你们给他既讲故事, 又当幕僚。 所以, 他们给做了一件事发生之后, 才讲如何的幕僚。 你们是哪里人, 怎么到这里来了? 他不打算开门见山吗? 江亮、刘范对视一眼, 没有隐瞒, 各自讲了来历, 刘范在京城求学, 江亮在京城做私塾先生, 他们互不相识。 观幻之变时, 他们逃出了京城, 一个家乡在益州, 一个在恒州, 皆是范阳兵所过之处。 当安康山举兵后, 有家去不得, 一路漫无目的地奔逃, 原本是要往西边太原府, 去避战乱求生路, 听到说光州府有镇武军, 护佑民众可得生路, 这里更近, 所以就投奔来了。 力气活作不了, 天天吃粥, 又觉得犹如斯文惭愧, 便在街上摆个位子, 写信挣钱糊口, 也算是自力更生。 这乱世离散的人多, 但恩道里没有人写信, 要写信也没办法送啊。 嘿嘿, 这多亏了武少夫人开商路, 商人们大生意做, 小生意也做, 烧信打听亲人, 消息都变得容易了。 这个老骨头十分滑头的谄媚, 刘范不想看他, 接过话道, 所以生意还不错啊, 不错的生意, 当然不可能一个人想到。 天下同行是冤家, 我们两个难免就分争执, 惊扰了少夫人, 是我们失礼了。 只是失礼, 但不是他们有错, 谄媚和不卑不亢, 李明楼都没有在意, 为什么打架也不在意, 他其实只是问他们的来历。 看来这一世, 因为我这个意变, 让原本该流落到太原府的两人, 来到了光州府, 前世, 他们是不是也在太原府摆摊子写信, 这个细节就再也无法得知了。 我知道了, 我不用想这件事怎么做, 不如你们想想能做些什么? 什么意思? 刘范江亮对视一眼, 这个武少夫人自从出现就说话奇奇怪怪, 他们觉得自己总是跟不上。 来人, 李明楼没有再跟他们多说, 换道, 带这两个先生去他们的住处。 刘范还想说什么, 江亮对他使个眼色, 两人便文雅诗然, 不经不慌离开了, 被送到的这间屋子布置得当, 有书架, 书架上还摆满了书, 书桌笔墨纸燕更是齐全。 他想干什么? 刘范打量这一切问。 他让我们想什么? 江亮坐在床上, 感受许久没有体会的软暖, 眉飞色舞。 先不说这个,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武少夫人有些奇怪? 他当然奇怪了, 无名无姓, 突然出现大手大笔神仙慈悲, 处处都是奇怪。 那与我们无关, 我是说他对我们, 你有没有发现他对我们? 他斟酌着用词, 似乎不知道怎么说, 似乎要说的词, 他自己也不相信。 很熟悉。 什么熟悉? 就是他在我们面前没有丝毫的好奇, 生疏拘谨, 坦然也不是那种坦然。 江亮脸上勾壑皱巴巴的, 都在思索。 总之, 他坐在这里, 就好像一直跟我们坐在一起, 对话不是开始, 而是一直在进行。 这老头子说的话, 跟写的信一样干巴巴, 留饭吃鼻, 但他想了想, 这样的感觉嘛, 倒还真的有一点。 有些人有高明的手段, 让人觉得自来熟, 但陌生人就是陌生人, 第一次见面, 肯定跟熟人相见不一样。 他早就盯着我们了。 刘饭只能这样认为。 我也觉得是啊。 江亮点头, 伸手碾须。 不过, 他为什么盯着我们呢? 难道是因为我有仙人之姿? 大人请用茶。 还没有桌子高的孩子, 举着茶往桌子上放。 知府看得心惊胆战, 唯恐热茶洒了, 浇着孩子一头, 盲伸手接过。 哎呀,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男孩子被他接走了茶, 便不知道干什么了, 在一旁呆立着。 少夫人在里面生气了吗? 知府喝着茶, 有意无意地向这个孩子打探, 一面探头向内里看。 五少夫人在街上, 抓了两个写信先生回来, 已经传遍了, 知府当然也知道了。 少夫人没有将人送到府衙, 是要自己处置吗? 是很生气吗? 不知道。 你去里面看看。 少夫人要是生气, 我就先告辞, 过会儿再来。 不懂事的孩子, 却没有言听计从。 少夫人让等着。 让我等着, 又不是让你等着。 知府不悦道, 孩子点脚看桌上的茶。 不是让我等着, 是让我看茶的。 说着去拎一旁炉火上的茶壶, 看他拎着茶壶摇摇摆摆, 知府忙喊住。 不用了, 不用了, 不喝了, 不喝了。 怎么不喝了, 是不是药味有点大? 李明楼说道, 从外边卖进来。 这是新换的茶, 能去寒气。 知府忙站起来, 喊了声少夫人, 李明楼汉手还礼, 对拎着茶壶的孩子道, 阿进去练字吧。 孩子应声誓, 将茶壶放回炉子上跑出去, 知府便自己拎起茶壶, 给李明楼倒了一杯茶, 李明楼道谢。 这些孩子都被少夫人照顾呢, 少夫人其实比他们也大不了几岁。 李明楼一笑, 所以真合适。 知府言归正传。 少夫人上次商议地 请世家大族借田地的事, 好像不太顺利。 李明楼的声音很动听, 天真又清透。 他们不愿意? 他们也不是不愿意。 知府明白这些人的想法, 斟酌道。 他们是担心以后收回有麻烦。 真有意思, 他们不担心现在能不能活下去, 而是担心以后。 是, 他们就是好日子过舒服了, 忘了先前担惊受怕了。 大人要让他们知道, 如今的形势。 田地也好, 财务也好, 人没了又有什么用。 就告诉他们, 借就留在光州府, 不借就离开光州府。 这可真是干脆利索地让人害怕, 知府也干脆利索地应声势。 他, 他这样说? 酒楼里, 围坐一圈等候开宴的男人们, 不可置信地喊道, 知府一脸坦然。 是啊, 我可没有骗你们。 这是威胁, 这是抢夺呀。 一个年长的老者坐下来, 带着几分冷笑。 与叛军又有什么区别呀? 知府没有因为他这个指责愤怒争辩, 而是笑了。 实不相瞒, 五少夫人就是这样的人。 民众们都知道五少夫人是仁慈善良, 既是旧民, 但是这世道救人是要靠杀人的。 他拉开椅子坐下来, 端起桌上真好的酒喝了口, 端详着酒杯。 他要是不残酷, 哪有今日守得了城池, 养得住民众? 你们真当他是个身归里赏花月杯春秋的小姑娘啊。 厅内的男人们对视一眼, 他们当然也不是天真无邪的少年人, 就算这女子是, 他的男人可不是, 他身边的人也不是。 一个男人坐在知府身边, 举起酒杯, 语重心肠。 宋大人, 这件事不能这么干啊。 田八爷, 这事真没别的办法了, 我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只能共亢奸男, 先活下来, 别的都好说啊, 没了东西还能要回来, 人要是没了, 那东西你能留住? 田八爷要说什么, 旁边有人先开口。 宋大人, 我们不是不共亢实践, 是这种方式我们不能接受。 什么方法? 那人文质彬彬带着儒雅气, 声音也不急不躁。 既然是共亢, 那我们不能只出钱出物, 我们也应当出人。 知府捏着酒杯, 哈哈笑。 你们那人打仗不行, 还是不用了。 打仗不行, 我们可以做决策。 大人, 如今光州府领半个淮南道, 使你们官府和五少夫人 太辛苦了。 你们是想代替官府? 怎么叫代替? 是分担, 我们帮官府来做事。 其他人也便纷纷开口。 是啊, 既然是共亢, 那就把我们当个人, 别只当个牛羊, 我们可做的事情多了, 哪一家没有青年裁军? 就是啊, 捂不动刀枪, 提笔没有问题。 我们也不要抢五少夫人的风头, 外边我们不出头, 那里做的事, 默默无闻总可以吧。 耳边嘈杂, 知府忙抬手制止。 行了行了,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大家停下来看着他, 知府放下酒杯, 神情诉众。 不行。 众人一正, 玄吉再次嘈杂指责的, 劝说的乱纷纷, 但不管他们怎么说, 知府只是摇头。 如果有事需要人手, 我们会从你们中挑选分派, 但你们要分割官府之权, 那是不可能的。 这件事不用说了, 你们还是回去赶快说服家人, 整理好田地, 否则就收拾东西准备走吧。 厅内的人纷乱, 看着知府甩开脊步向外。 宋家成, 你就半点不肯为我等说话。 你可是我们光州府的人啊, 那五少夫人才是外人。 知府已经许久没有被人提名挂姓的喊了, 他脚步微微顿。 家成兄, 难道你只想在那五世夫妇手下被驱使? 五世不过是一介武将, 这天下的根基不是他们。 本官是天子门上, 是光州府百姓父母官, 只有天子和百姓能驱使本官。 说吧, 再不停顿急步而去, 门拉开盒上, 将内里的喊声骂声隔绝, 外边天色已经黑了, 细细的雪栗子刷刷打下来, 随从将散撑开, 替知府遮挡。 大人。 作为贴身随从, 虽然不进厅内, 但站在门边也听得差不多, 忍不住低声问。 为什么不去帮他们, 劝说五少夫人呢? 自始至终, 知府都听从五少夫人的, 半点不肯替这些世家大族说好话, 连对五少夫人建议一下, 商议一下都不曾。 正如那些人所说, 其实这些世家大族, 才是光州府的根基, 这个五少夫人到底是个外人。 我还记得大人当初, 刚来光州府任职的时候, 用了一年的时间走访, 与这些世家大族交好, 当时小的还替老爷委屈呢, 老爷说了, 要稳住光州府, 就要稳住这些人。 怎么现在…… 经历过生死才知道啊, 以前想的都太简单了。 知府将斗篷裹了裹, 笑了笑。 世家大族是很重要, 也很厉害, 但是当时光州府被围困, 他们没有一个出面, 要么闭门不出, 要么挟家逃走。 虽然是他的随从, 随从还是想要为那些人辩解一下。 大人这就难为人了呀, 他们没有兵马, 也没有办法援助啊。 是啊, 所以啊, 我干嘛还要稳住他们, 我当然是紧跟着那个能接到球员, 不怕贼兵两面夹击, 不怕以卵击石, 亲自带着一群民状跑来救城救我的武少夫人了。 这解释也是无赖了, 随从无奈只能笑了。 街上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 远处有巡逻的马蹄声, 知府在兵马的护卫下向府衙而去, 第二天一醒来, 整个光州府都被白雪覆盖了。 李明楼站在廊下, 看着孩子们扫雪, 说是扫雪, 其实是玩雪, 嘻嘻哈哈打打闹闹, 李明楼的脸上也不时浮现笑, 能让小姐开心就是最好的事儿。 远处在门外看着也很满意, 方二走来, 手里拿着一封信。 外面有人, 要见小姐。 远处接过薄薄一封。 商家? 商人在后门, 如果是官府或者世家, 都从府衙前边进出。 方二点点头。 说是, 有小姐最想要的珍宝? 这也是常有的事, 远处检查过没有毒, 便走过去给李明楼。 李明楼接过打开, 露出奇怪的笑。 怎么现在人人都知道我威仪了? 远处看去, 见打开的信纸上一行字, 很熟悉, 前几天刚看到过, 武少夫人威仪。 向南已经走了? 远处肯定的, 皱眉看方二。 外边是什么人? 是个男人, 大约二十岁左右吧, 穿着斗篷, 戴着帽子, 没看到样子。 口音不是光州府的。 刻意遮住了头脸, 是怕人认出来还是什么? 口音无所谓, 我们这里大多数人都会变换口音。 李明楼道, 请进来吧。 对方是谁要做什么, 没必要费心思猜, 见了就知道了。 方二应声事转身出去, 很快带着一人走进来, 他穿着白色的斗篷, 走在雪地里, 恍若跟雪融为一体, 迈过门槛时, 孩子们正将雪团扔来扔去, 荡起一层层雪雾。 一个雪团恰好砸在他身上, 他停下脚步抬起头, 风吹起他的帽子, 露出面容。 院子里的声音在这一刻都消失了, 所有的视线都凝聚在他身上, 真是一个漂亮的人。 连小军见过武少夫人。 大家听到他声音轻亮地说道, 声音打破了凝滞, 雪雾散去, 雪团落在地上。 连小军在停下脚之后, 没有抬头便俯身失礼。 远吉想到了当初刚见李敏的场景, 收回视线。 他虽然长得不好看, 但他见的人都是漂亮的, 比如大小姐, 他看向李明楼, 却见李明楼看着俯身失礼的连小军, 漂亮的脸上满是惊讶。 小姐见到好看的人, 也会觉得惊艳。 念头闪过, 就见李明楼转身进了屋子。 连小军一礼起身, 只看到一个女孩子的背影, 雪白的衣裙, 乌黑的头发。 把帘子放下来, 请到门前来。 当他不带对方礼弊, 就转身进了屋子, 远吉已经做好送客的准备了, 原来不是不见客, 而是要帘子遮挡。 他应声是将帘子放下来, 对连小军伸手做请。 连小军走过来站在门外, 长身玉丽, 双目七点。 他看到金丝银线的沙帘后, 那女子端坐, 她的视线穿过沙帘, 落在他身上。 你是什么人? 我是一个商人, 我有好东西要卖给少夫人。 内里的女子, 没有立刻好奇地询问, 连小军看不清她的面容, 但能看到她的视线在自己身上寻意, 就像门帘外, 这些站着的孩子们一样。 连小军没有窘阔, 她是被看大的, 她已经习惯了, 四周的人看着她忘记了说话, 陷入诡异的沉默。 不过听说, 这位武少夫人也是个美人, 在街上走过时, 连抱在怀里的孩子都忘记了说话, 还以为她每天看镜子, 习惯看美人而不会失神。 我在信里提到的。 连小军主动说道, 内里的女子开口了。 你是哪里人? 连小军拿出一张明帖。 我祖籍巴中通江人, 不过早些年便宜居在商州, 这些南北生意。 她拿出明帖, 连吉要伸手, 有两个孩子已经抢折接过掀起帘子进去了。 连小军看到沙连后的视线从她身上移开, 落在明帖上, 跟看她的人一样认真, 然后又失神般沉默。 就在她要再开口时, 内里的女子主动说话了。 我的威仪是什么? 她问, 视线也重新落在她的身上, 连小军道。 光州府对世家大族们征收很多明目的前务。 这与我何干? 内里的女生问, 她的身子摆了摆, 似乎有些觉得无聊, 要么真觉得无聊, 要么有人已经跟她说过了。 连小军想, 接着道。 光州府就是少夫人的。 沙连里的视线晃了晃, 似乎是笑了, 然后问。 那为什么这就是威仪了? 连小军倒是略有一些惊讶, 迟缓一下才道。 嗯, 因为五少夫人你没钱了。 话音落, 内里响起笑声。 连小军听过很多女子笑, 她们在她面前展现自己最好的仪态声音, 但现在这个女子的笑是她听到过的最好听的, 笑声很快就停下来。 那你还来跟我做声音? 她问, 视线和声音都毫不掩饰地质疑。 我没有钱怎么做声音? 这个生意不需要少夫人用钱, 少夫人除了钱, 还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支付。 内里的女子又笑了笑, 终于问出了本该一开始就问的问题。 是什么好东西要卖给我? 我? 她看着前方, 前方尽管是一个沙连, 她的双眼也默默含情, 沙连要被看得融化了。 圆吉皱眉。 大小姐长大了, 到了有人色诱的时候了吗? 高贵权贵都会受到诱惑, 他们的孩子们也不例外, 男人会得到美貌的婢女, 经验裁决的女计, 女人们会得到健壮的护尾, 以及伶俐可爱的侍儿。 这是诱惑, 或者说是礼物。 对圆吉来说这很常见, 她还亲自给别人送过这种诱惑和礼物。 沙连后的女子没有笑, 事件看着她, 似乎在认真地估算她的价格, 片刻之后她点点头。 嗯, 我要想一想, 你先回去吧。 连小军也没有再多说, 硬声是。 那我回去, 静候少夫人的佳音。 她站着身子, 再对沙连一礼, 转身走了。 连小军走出这边的院门时, 已经将帽子戴上了, 一路上没有人再对她的相貌有过多注视。 等候在门外的同伴立刻上前, 同伴的年纪三十多岁, 穿着简单的衣衫, 像个随从。 怎么样? 她焦急地问, 连小军向前走去, 道。 少夫人说要想一想。 想一想吗? 这个回答还是无法让人安心, 同伴追着她。 想多久? 是真的要想一想, 还是客气一下? 坐上马车, 同伴再看了眼这边, 将车帘拉上, 马车晃晃悠悠向前而去。 你见到少夫人了? 她这才认真地问, 连小军点头又摇头。 她一见我就转身进去了, 然后隔着帘子跟我说话。 同伴不觉得奇怪。 那是因为你太美了, 少夫人也很美, 美人总是不想看到美人的。 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 有连小军在座, 有些女子们便将脸遮挡起来, 说自残行贿。 我觉得这个生意可以谈, 当我指出武少夫人掌控光州府的时候, 她没有反驳, 也没有戒备, 而是爽快地承认了。 那就好, 更何况你这样的珍宝, 谁能舍得不要? 风吹起车帘, 明暗光亮在连小军的脸上闪烁, 恍若欲人。 她的眼中也没有任何情绪, 对于相貌带来的称赞没有骄傲, 也没有羞恼。 命运既然如此, 当然是要坦然享受。 小姐, 我去查查她来历。 袁吉一道, 沙帘已经卷起, 李明楼重新出现在大家眼前, 孩子们在廊下嘻嘻哈哈说笑, 交流着因为先前见到连小军的激动。 方二道, 我已经陪人跟着了。 李明楼拿着铭帖晃了晃。 不用查了, 这个人我们是知道的。 知道? 她姓连, 通江连氏, 是我母亲娘家。 李明楼低头看明铁, 手指扶过其上端正的帘子, 再抬头看向镜子里。 她长得跟母亲有几分像。 她抬起头的时候, 李明楼看呆了, 记忆里已经模糊的母亲的样子, 一瞬间清晰。 母亲在李明楼的生命里存在的时间很短, 连氏在李凤安生命里如鲜花一般, 美丽又短暂, 绽放过后便被李凤安收藏起来。 通江连氏在剑南道更是恍若不曾存在过。 我都要想不起来了。 当初连氏, 接二连三地要将家中的女子给都督为济世, 使出了各种手段, 惹恼了都督。 都督与连氏断绝了来往, 甚至绝了连氏在巴蜀的生意。 连氏只是一介商户, 在剑南道节度时, 李凤安绝情手段下不堪一击, 所以这就是连小军为什么说祖籍通江, 却在商周居住做生意。 李明楼看着明帖, 我还记得让父亲最动怒的是外祖母和几个舅妈姨母恐吓我, 说将来后母会将我和弟弟用滚热的水烫死。 连氢过世的时候, 李凤安将李明楼保护得很好, 告诉他母亲只是先去了天上, 虽然不能一直在身边, 但还会看着他和弟弟, 将来也会重逢。 所以,为了更接近母亲, 李凤安给他建最高的楼, 李明楼住在高楼上随时能跟母亲说话, 能好好地照看弟弟, 过得跟先前一样开心快乐。 但外祖一家人, 打破了他的美梦, 让他知道没有母亲是多么可怕的事。 李凤安大怒, 跟连氏断绝了关系, 还残酷了断了连氏在巴蜀的根基, 成了仇人。 连氏再没出现在李氏眼前, 那一世直到死, 李明楼也没有见过外祖家的人, 也没有听过他们的消息, 不过也好, 想必不会受到李氏牵连, 能平安地活下去。 小姐, 是个连小军, 不是发现什么了吧? 元吉一问, 大都督过世, 也许连氏动了心思, 这些年他对连氏没有关注过, 如果有疏漏也不是不可能。 李明楼笑了小摇头, 不是, 他不认得我。 当然, 也为了以防万一, 在连小军没抬头之前, 他避开了, 他和母亲也很相像的, 想到这里, 他拿起镜子端详, 元吉说, 我与连小军, 谁美? 元吉哑然失笑。 当然, 大小姐最美。 不信, 那些孩子见了连小军都变了样子了, 他们见了我并没有。 大小姐和连小军不一样, 大小姐是他们敬畏的, 连小军只是客人, 只用来观赏。 李明楼笑了想, 他当然不是真的在意美貌, 他从来不在意相貌, 这个人长得和母亲很像, 不知道是不是外祖母那一房的子侄。 已经让人去打探了。 元吉明白他的心思说道, 又停顿一下。 大小姐是想与他继续谈那个奇珍吗? 大小姐绝对不会是为了跟他认亲, 大小姐不会违背父亲。 是, 就算他不姓连, 他也说动了我。 李明楼点点头, 站在窗边看着院子里的雪, 元吉想着连小军说的话, 好像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 跟向南说的一样。 不一样, 向南说的威蚁, 是我对世家大族权贵苛刻, 而连小军则是说, 我对世家大族苛刻是因为没钱了。 啊, 他说的威是大小姐没钱, 并不是对世家大族苛刻。 是啊, 所以我想看看他有什么好办法。 没钱, 的确是现在最大的威蚁, 养这么多军民城池, 除非真的有聚宝盆才能做到呀, 他不是神仙, 反而是个见不得天日的鬼, 从艰难到拿钱也是很不容易。 好, 我把他的消息打探清楚。 园吉说道, 门外脚步碎向, 蒙着脸的金菊探头。 小姐, 夫人问, 吃烤豆腐吗? 那位夫人从不主动要求, 分明是自己馋了。 园吉摇头, 大概是李明楼主动挑选礼物, 让金菊发现小姐也是会做女孩子们的事情, 于是常常引着她玩乐一情。 好啊。 李明楼道, 烤豆腐也不耽误事, 她可以一边吃一边想事情。 到这边来吧。 金菊掀着蒙面高兴的应声势, 又小心地遮好, 警惕地左右看后才随步跑了。 因为向南带来的惊吓, 李明楼身边的人尽可能地更换了, 金菊也只陪在五夫人身边, 还把脸遮上。 现在城里遮脸也成了特色, 遮住脸的女子们被大家认为貌美。 当然, 如果有人激嘲说, 没有五少夫人那般美貌就不要遮脸, 东施笑贫, 女子们也并不生气。 奴家不如五少夫人貌美, 所以羞残遮挡容颜。 他们答道, 这话让嘲笑的闲人无法反驳, 更显得女子们落落大方, 坦然机智。 总之, 遮脸让女子们增添动人光彩, 于是变成了风尚。 雪厚的宅院里香气弥散, 屋子里三人围坐烤豆腐和各种肉干, 廊下铺了沾垫, 男童女童们也围着炉子吃喝。 不要碰到手啊。 金菊不时地叮嘱一两句, 这些小孩子都是他负责教导的, 责任重大。 不过, 其他的事学不会, 吃喝是这些孩子们的天生技能, 没有人烫到手烫到嘴, 而且烤得又快又好, 吃得满嘴满手都是油。 然后, 一番眼神手脚笔画分出胜负后, 两个孩子各自捧着一盘, 跑到李明楼跟前, 仪态声色地放下跑出来。 金菊教得好。 李明楼称赞, 金菊为了吃喝方便, 将遮面掖在耳边, 挽着袖子翻烤架。 是少夫人对他们好, 他们才不听我教呢。 看着这边内宅其乐融融, 园吉安心地去打探消息, 到了晚上消息就送来了。 连小军是夫人七堂兄的三子。 袁吉道, 李明楼响母亲几个堂兄, 他还没有寄亲外祖母家亲戚的时候, 就跟对方断绝了来往, 连世世代经商, 绵延成一个大族。 外老太爷有弟兄三人, 夫人有七个姐妹, 五个兄弟。 自从夫人的时候, 外老太爷的弟兄三个就分家了。 连青嫁给李凤安, 合族以为荣。 李凤安与连青家人结仇, 合族以连青这一家为仇, 于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去。 连小军的祖父连三老太爷, 也就是夫人的叔父, 带着家人搬到商州。 搬来没多久, 连三老太爷过世, 家里的产业交给了七老爷连乡长官, 只是人生地不熟的, 迟迟打不开场面。 商州连世, 有的便是种地, 有的读书, 但七老爷坚持做生意, 不肯变卖店铺, 只是身体不好, 这么多年勉强支撑着。 如今遇上战乱, 商州临近京城, 也被波及, 生意更是不行了, 于是出来寻找生机。 连七老爷身子不好, 不能行路, 连小军便出来了, 到处走动, 十天前来到光州府。 这些是连吉从商人们那里搜集的信息, 这不是什么秘密, 尤其是对商人来说。 商人们走南闯北, 过大城穿小镇知道很多消息, 尤其连氏还是有名的同行。 李明楼点点头, 他很会做生意吗? 连七老爷, 所以才在乱世让他出门, 连吉神情有些古怪。 连小军从没做过生意, 也没有出过门, 这是他第一次。 第一次? 李明楼神情有些惊讶。 他呀, 长得太美了, 小时候出去, 差点被人抢走, 长城后去做生意, 也总被寄予, 所以只能养在家里。 这次他出来, 其实也是避难, 因为当地有权贵, 趁乱要抢他。 夜色降临, 光州府开始宵禁, 兵马开始巡逻, 也只有这个时候, 才让大家想起, 现在是战乱时候。 客栈里, 灯火点亮, 吃饭喝酒说笑, 琴声歌声, 倒是比白天更热闹, 门外脚步声急来, 到了这边又放低, 伴着轻轻地敲门, 女声轻柔。 公子, 你的饭菜来了。 连小强上前拉开门, 伸手要接, 店家妇人已经挤进来了。 我来我来, 别脏了你的手。 妇人小心地将石盘放在桌子上, 坐在桌子前的连小君看向他。 公子, 这都是我亲手做的。 梳洗打扮, 擦了脂粉的妇人休难道。 干干净净的。 连小君对他道谢, 妇人便红着脸笑, 被遗忘的连小强挤过来提醒。 吃完了, 我会把碗筷送到竹下。 妇人这才回过神忙摆手。 不用不用, 我到时候来取就好。 然后, 茫茫地出去了, 临关门前, 不忘再看连小君一眼。 只可惜, 那个下人走过来, 挡住了视线。 明明都是公子。 连小强拿起筷子端起碗。 只要你在, 我就成了下人。 这种打趣听多了, 也没什么好笑。 连小君拿起碗筷吃饭。 不够托你的福, 吃喝住的都不错。 连小强大口地吃着饭菜, 虽然他们要的是最省钱的, 不过店家的妇人做的份量和味道都超出了他的价钱, 就跟住房一样, 花着最便宜的价钱, 可以住到最好的, 这就是美貌的价值。 不用客气, 被牵连的时候别骂就行。 半夜逃跑, 东躲西藏, 这一路也不是没经历过, 那时候连小强可没觉得不错, 而是骂骂咧咧。 连小强忙接过这个话题。 也是咱们家现在不如以前了, 要不然你也不用出来这么辛苦, 再不然有数十个护卫拥错, 就像小时候在通江, 那才叫神仙日子。 说到这里, 将筷子横横地戳完。 姓李的这个天杀的。 连小军一厘米一厘米地吃。 我记得咱们小时候能过上神仙日子, 也是因为姓李的。 连小强便用筷子戳连小军的手。 你说你都长得这么好看了, 脑子能不能傻一点。 连小军用筷子挡他的筷子, 对他一笑。 我脑子要是不好, 世间也不会有我这般美貌了。 美貌而糊涂, 那真是活不长。 连小强撇嘴吃饭菜, 但总觉得吃到嘴里的不是那么美味了。 反正就是你的命不好, 我们连家命不好, 家到败落也就算了, 天下又乱, 让人想混吃等死都不行啊。 连小军依旧稳稳地吃着一粒米。 二哥其实不用这么恨李氏。 不恨他恨谁, 李丰安让我连姓氏都没了。 做生意不就是这样, 成了赚了钱, 没成赔钱, 赔光家产也是常有的事。 这又不是做生意? 这就是做生意。 当年, 二叔祖把姑姑嫁给李丰安, 就是做生意。 一开始生意很好, 我们获了大力, 姑姑死了, 生意遇到了麻烦, 我们没有和李丰安谈妥接下来的生意, 没有解决麻烦, 生意失败了, 全家都赔进去了。 还可以这样想的吗? 有什么不可以, 天下万事都是生意。 你做生意失败了, 会恨对家吗? 我是莲家人, 我们莲家做了几代生意了, 还是有规矩的, 愿赌服输。 当初六姑姑这个生意, 的确是二叔祖没做好。 莲小军看着盘子里蛮镜, 这一盘蛮镜切得细丝金银, 赏心悦目可见用心。 跟李丰安的生意利润太大了, 让大家红了眼, 失了分寸, 反而离心。 那时候我还小。 莲小强嘀咕一声, 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好日子就结束了, 偌大的莲氏家族, 一夜之间分崩离析, 各自逃生。 那时候真不该想再结亲, 本来已经是亲了, 姑姑不在, 还有两个孩子, 对两个孩子好好用心, 比靠女人牢靠。 她不得穿得更好, 那时候, 我来做一个孩子,